第九百三十七章 叫我师父 就论实力而言 大栓二栓和秦家众兄弟是没法比的 因为先天基础实在太差了 秦家人就算这些年没在武艺上下功夫 一样比普通的练家子强多了 听闻大栓二栓的故事之后 秦海洋对我道 叔叔 我发现了 是不是我们帮你把铁锤门的门槛提高了呀 表面看是这样的 只不过呢 为时是一个有着崇高智慧的智者 知道智者都有什么显著特点吗 智者的特点聪明 啊不 智者的特点就是一视同仁 普天之下的人们 无论他高官厚禄 官位几何 在智者眼里都是一样的 大家都是云云众生 没有谁更高贵 也没有谁更敌贱 所以你们也罢 你们的大师兄二师兄也罢 在我心中都是一样的 这就不用谈什么门槛高低了 嗯 师父比金高端 斗得高尚 智慧抄群 武功盖世 请恕海洋肤浅了 海洋啊 师父打小就看你行啊 放心吧 以后为时亏待不了你 咱们准备启程啊 对了 你们一共就十个人 为啥开三辆车 我瞅的都是家常版七座的 两辆车不绰绰有余吗 啊 是这样的师父 我看您比较喜欢喝酒 就能大舅的酒窖里搬上了一些好酒 两辆车的话 后备箱空间有限 装不下 所以我们开了三辆 我正气凛然 哎 怎么可以这样呢 那么贵的车 开两辆就可以了吗 那师父的意思是 不用拉那么多酒吗 我的意思是 把第三辆换成货车 师父家里没货车 你放心 第三辆车没有人 满满都是酒 啊 那这也行 走吧 出发 回到五柳之后 光是给我屋 往里搬酒 花了半个多小时啊 搬完之后 秦海洋望着我们住的公寓 刘妹 你们这房子太小了 买个大房吗 让我师父练功那种 买房倒行 不过我们眼下也没有什么时间去选房 凑合住吧 反正我们就俩人 小一点还温馨呢 行吧 那 师父 那咱们门派的总部在哪 我听说六大总门派都有自己的根据地 哎 卧槽 这个问题还真是深邃啊 我突然发现咱们现在好像没有根据地啊 毕竟事发稍微突然一点 我还没连得及搞啊 这怎么有点像皮包公司 谁家皮包公司老板这么厉害啊 哦 那都有事 那师父 这事你别管了 我们已经搞根据地出来 你有什么需求吗 那 这 那 那多不好意思 这种事哪能让你们这些做土地的搞呢 就也没啥需求 就能有个盐屋场啊 十间八间的够你们住的宿舍就齐了 当然得配上厨房啊 喂浴 最后如果能有更衣室啊 茶室啊 社会间的娱乐室啥的就更好了呀 哦 就这些 对啊 是不是有点多了 不然就把娱乐室和茶室去掉吧 哦 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 您的需求有点太简单了 这好了 师父 您不用管了 这事我们兄弟十个经纪办了 走了 哎 走了 小楚 海洋哥 你们慢点 秦主送他们离开 回头冲我 怎么样 他们改喊师父了 这多别扭啊 叫我表妹叫你师父 你这句话把我点醒了 应该让他们叫你师娘啊 没关系 我们有个群 回头给他们下打指令 秦主没好气的瞪了 我一眼无奈了 你还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呀 我可说不起 他们要喊我师娘 我妈非骂死我不行 哎 算了 你们爱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 我管不了也不去管 你们论你们的 我论我的 微夫身为一派之主 怎么也要有掌门人的样子嘛 再说了 他们叫我师父也不亏 我那杜楚逍遥宫已经教了他们二十七世了 第一路的年华如初 第二路的流年如末 第三路的烟雨江南都学完了 每一路都是九世 等他们再熟练一些 我就开始教他们第四路 自末红尘 这些名字取的 不知道还以为是跟书画有关呢 不过倒也好听 连我都想学了 我靠 对啊 我怎么把你忘了 来来来 我现在就教你啊 作为女人 你更应该好好练功 习得一身霸道牛逼的武艺 看谁敢欺负你 清楚一边为她手里的小雅一边说 得了 我现在还有自保能力 等咱们忙完这阵 我再好好学 其实我对练武 也没有多大的兴趣 我现在所学的 也都是小时候我妈硬逼着我练的 你应该也看到了 我练的都是一些 有着玄妙身法的轻功 有这些轻功在身 可以确保我有保命的能力 光跑不行啊 你也要具备一些伤力才行啊 我不喜欢打人 但是敌人可不会对你手软呢 那也没辙 我不喜欢打人是天生的 我受不了别人痛苦的眼神 尤其是当那些痛苦 源自于我的手掌时 但你给我们扎针的时候 可是没看出来 下手狠着呢 那情况能一样吗 打人我没输 但是下针我又输啊 总之 不会伤着你们就是了 那行吧 回头那也等 大灯把那个叫什么 刘芳布的弓炼好了 让大灯教教你 真碰到急事 你俩一起跑 谁也拦不住 行 虚不怕我虚不会 要哥 你就不用担心我了 我这不是还有小白吗 这小白啊 现在可是越来越精了 已经可以听懂 我发号施令了 在九女关的时候 我还让小白上去捕猎 只不过他身上有剧毒 小死脱回来的那些兔子 身上都发黑了 也没人敢吃 大灯和二叔 这才设置了陷阱 却没想到 那些原来都是 黄乱爷子送给我们的 而不是陷阱抓的 还真是令人唏嘘啊 我望着 正在吃东西的小白 点了点头 老爷子宁可让自己 背上无情无义的骂名 也要点醒叶成啊 但从这点而论 黄老爷子 对叶成的家的忠诚 日月可见 只不过他采取的方式 极端了一些 但看他说话 那股腐朽的劲 这么做到 也符合他的性格 说来不知道 叶叔恢复怎么样 一会儿问问老爷 娇哥 你之前不是说 有人在监视我们吗 现在还有没有了 刚才回来的时候 我特意转了警圈 应该是没有了 你别忘了 咱们都离开半个月了 他们能在这蹲 一天两天的 可是你要让他们 蹲半个月 他们做不到 我估计叶元他们 此时正在谋划 什么大计划 大计划 你是指 专与王牧的事吗 我走到阳台 推开了窗户 点了一支烟 对啊 他们这些年的努力 目标只有一个 抓于王牧 或者说是牧里的宝贝 金银财宝也罢 太守经也罢 绝世神病也罢 任何一样 都足以让他们 背心弃义 丧心病狂 感觉他们对于 金银财宝 好像看得没那么重 不 远比这个重要 叶元社有野心的人 他的目标 远不止于此 他要开宗立派 他要举世瞩目 那就非常需要钱了 妈的感应我 他们想要流方百事 老子非让他们 遗臭万年 可现在的问题 也很大啊 叶老前辈他们不是说 叶元身上 也有很多的疑点 比如说 不知道他是通过 什么方式 来让自己达到 第八重天的 听起来 如果是按照常规 叶元怎么都不会 达到信用的水平 对不对 对 那个老狗日的 肯定有什么 独特的方式 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百生 我们得搞清楚 这个问题 才能对症下药 不然呢 其他几个人 都要被叶元 搞得第八重天 那就难咒了 不过 以叶元的尿性 绝对不允许 身边有人比他强 我深深吸了口气 往窗外 吐了个硕大的烟圈 算了 先给老叶的身后 打个电话 问问叶叔 恢复的咋样 叶寒电话一接 我就听到一个女人 慵懒的声音 讨厌 要头发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第937章 感谢收听 第938章 听我狡辩 我很难想象 会有人在老爹养伤 自己家族遭受为难的时刻 跑出去约炮了 可事实上就有人这么不要逼脸 而且这人还是我身边的人 我身以为耻 并且想打断他第三条腿 抄起手机就冲他骂 你他妈真是丧尽天良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不在叶叔身边保护他 反而跑出去泡妞 老子一记旋天宫 轰死你个狗日了 一阵像是翻身一样 稀稀索索的动静和女人娇笑之后 叶谭的口指不清的含糊 你瓜非 你他妈是黑白无常吗 大清早在这锁命了 你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 我正要问问你 叶叔会不会怎么样了 你可倒好 跑去泡妞 我要是叶叔分分钟我就大意灭亲了 你滚足的 还没睡醒呢 就在这骂老子 我爹没出关呢 我哪知道他喝一份不喝啊 出关 啥意思 叶叔闭关了 对啊闭关了 这期间不是让我别烦呢 我二叔也让我别在这眼前晃道 我他妈能干啥 那不就剩下碰妞了吗 我怎么那么就不信呢 你爹不在二叔那吗 在他那闭关呢 他那是废品 咋闭关呢 在哪闭关 不得闭出毛病了 他去深山老林闭关了吗 蓝海酒店 卧槽 五星级酒店闭关呢 那对啊 那多舒服啊 以前去深山老林 是为了吸收天地灵气 练玄天弓的 现在闭关是为了流伤的 大约你找个条件好了 少看电视 竟忽悠你们这些二傻子了 一时间我有点无言以退 调整一下思绪 那你真不知道叶叔恢复的如何了吗 不知道 在他出手之前 手机是不会开机的 好了 别那么打扰我 老子又沉练了 说完叶涵就把电话挂了 那意思叶成现在尚未出关 也就是说 他功力尚未恢复了 哎 挂了电话 我撕趁了片刻战时 只有等武林大夫的结束 再去找叶元算账 估计再加上这几天 叶成也恢复的差不多了 等等吧 其实青海洋的食宿 完全不需要我负责 我忘记他们还有一家曼华酒店 我那铁锤石兄弟 入住了自己家之后呢 就开始给我找了门派根据地 这是我倍感惭愧啊 我在二傻楼上的几处位置呢 分别往楼下观察了一会儿 没有发现异常 我猜叶元他们此时此刻 都以为我们这些人 已葬身禁地了 毕竟那禁地在他们眼里有如地狱般 事实上那禁地也确实够凶残 只不过谁也没有想到 早在多年前一二书 就已经将那机关拆得差不多了 十多天没见 我决定去看看二双和丽姐的饭店 装的怎么样了 秦楚表示也很挂念 想去看看 自从我将钱转给了二双 就没给他打过电话 也没露过面 尽管没有发现异元手下的痕迹 我们也是精心打扮了一番 戴好帽子的狗罩走下楼 天气越来越热了 街上的姑娘就开始穿短裙了 尤其是张二奶 城去的二双里 随便走到哪都能见到那大白腿 风胸 壁鲁 那靓女 在我不经意间 嫖了几个媳妇之后 不对 在我不经意间嫖了几个姑娘之后 秦楚一眉嘴 笑了一下 没说话 媳妇你听我狡辩 不 你听我给你解释 你看我作为一个有眼珠的男人 就是眼前冷不定 冒出个大白腿 我的思维思绪 是不支持我去看的 给我眼睛受刺激 会情不自禁往那瞅 这其实并不是出于我的本心 而是身体的自然反应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可啥也没说啊 你越是狡辩 才说明你心里有鬼呢 你是啥也没说 可你那个秀声明显就在骂我臭流氓 你放心 媳妇 我是一个非常自觉的人 真犯了错 第一时间就承认了 这可是你自己承认的 我可什么都没说 你想看就看呗 那有啥呀 不光是你 我也喜欢看 肤白貌美大长腿 谁不喜欢呀 是不是 而且啊 越是别人的媳妇 就越是好看 你说对不对啊 我靠你啥时候 这么了解男人了 不过你说的是普通男人 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看自己媳妇的大长腿没够 真的 我怎么没发现啊 你躺在床上 不是还刷着抖音 看着那些美女的大长腿吗 啊是啊 我是觉得媳妇 你的大长腿太完美 就想看看其他女人的腿 来寻找一下差距 看看她们的腿都插在哪里 看了这么久 我也看出一些门头 有些不如你的白 有些不如你的直 有些不如你的长 比如白 比你直 比你长的吧 就绝对不如你漂亮 所以我看来看去 对比一下 还是发现自己媳妇好 既然如此 那你把抖音卸了吧 光看我就好了 那不行 我要站在你这颜值之地 去审判那些用途粉袋 你审判人家干嘛呀 人家没找你惹你的 他们是没找我 没惹我 但是他们霍霍了 无数年轻男人的神智 让他们整天沉迷其中 不思进取 所以我要审判他们 不光要审判 还得批判 怎么审判 双击点赞 那只是其中的一种审判方式 我要让他们在无数小红心之中 渐渐迷失自己 最终走向无人问津的弊案 说到这儿 我脑门都见汗了 这时候也来到东山超市 还到地儿了 走吧 走走 进去 好啊 丑完了你接着给我憋 我看你能憋到哪儿去 丁丑瞟了我一眼 往那边走了 我擦了门脑门上的汗 妈的 这大夏天对男人太不友好了 总有些情不自禁的 不受控制的情绪出现 他们要是打扮得夸之招展 光纤亮丽 我要是不看呢 岂不是对不起他们的努力呢 我作为一个非常顾及 他人情绪的智者 怎么会让他们失落伤心呢 所以在看美女这条道上 为了他人尊重 还是坚持不懈的 思考间 二双已经在里边叫我师父了 我抬眼一看 好家伙呀 虽然是我们在九女关 被困住的几天 到现在也不过是 二十多天的光景 这商铺就装修的差不多了 我走进去啊 丽姐正戴着个帽子围裙 仔细擦着心上的桌椅 看到我们进去 他们俩人联盟放下手里的活 走了过来 二双丽姐 进度挺快啊 师父 除了厨房之外 其他都没有大洞 现在都基础上改善了一下 小饭店 干净卫生就好 不需要太豪华 所以我们就简单为整 到时候炒菜炒得好一些就行 不错 光看装修比以前空间打多了 店面嘛 让郭哥进来 感觉舒服才是真的 现在很舒服 丽姐这几天累咋样了 这些都是二衰弄的 我啥也不懂 就只能跟着打打下手 师父 你们可能不知道 这下手打的活是最累的 一天到晚都不闲着 我让小丽姐去休息休息 她也不敢 这些天可是太辛苦了 就二双这体贴入位的 尽头的情商 听完连我都想嫁给她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第938章 感谢收听 第939章 烟火人家 人间烟火器 最服烦人心 都不用等到未来 看丽姐二双这种互相扶持 互相理解的场面 我都可以预料 他们会有一干什么的生活了 无论是丽姐还是二双 能找到彼此 也算是找到归宿了 二双告诉我 他们打算给这小饭馆 取名叫烟火人家 本来她想根据丽姐的名字 叫小丽面馆 可丽姐第一个反对了 这个面只是在早晨做比较好 用不着呢 挂个面馆的头型 这饭馆又是长期稳定 这还是要炒菜以为主 后来他们俩人在央视的 美食纪录片中找到灵感 取名烟火人家 广告牌呢 就由广告公司定做 只等出品之后过来安装 秦楚也借着机会 带着丽姐去隔壁呢 恢复一下复诊 有秦楚在 丽姐的身体会越来越好 丽姐一走 二双悄悄对我说 是吧 我真想给你磕一个 干啥 不过年伯姐磕毛头啊 师傅你不知道 小丽姐真是最佳老婆的膜拜 心体善良 勤劳能干还特别体贴 昨晚上 看我不小心扭着脖子 今天就给我买膏用了 这待遇我都没想过 师傅 我说差也得把他追到手 嗯 努力吧 你得对人家好 你别一时好男人 或者是你过后的 都要折到手了 之后怎么就变挂了 你放心 我是男人人吗 我是中国大牢的人 只要有人不嫌弃我 我就说高兴了 我哪敢去吃喝标赌抽 我还敢才对他不好 再说师傅 我以前就是喝喝酒 打打架 没你想那么不堪 嗯 师傅 小丽姐当成女人 我心还来不及 我也不会出去玩 对了师傅 你跟大哥联系了吗 怎么了 他换岗了吗 他要去当那个保安教练了 那不错 工资高福利也好 挺好啊 看你俩不如正轨 我就高兴了 别无他求了 师傅对我们两兄弟的大恩大德 我们莫尺难忘 我先替我大哥给你磕一个 行了 他啥年代还整这个 是不是 我再跟你说一声啊 咱们铁锤门发展起来了 我给你收了几个师弟 多少 38个 卧槽 那我这师兄是得加紧锻炼 不要被师弟鄙视了 练不练都行 你当务之急 先把饭馆搞起来 这些师兄弟呢 你武功可能不是最高的 但厨艺肯定是最好的 只要站一样 咱就啥不怕 行 我听师傅的 先把名秘饭馆干起来 行 你接着干 我找小伙子在那溜达一圈 师傅你慢走 再有十天就能开业了 到时候一定来吃啊 你不来我心里没底 放心 不管我来 还有你那38个师弟呢 当时我也没想到 正是二川这38个师兄弟的帮助下 他的烟火人家 才慢慢发展成那样的宏图霸业 当我过去的时候呢 秦楚还在给厉杰夫人呢 经过了一番诊脉和询问 秦楚笑了 厉杰 虽然你的身体恢复的不错 可是最近 明显是过于劳累 有些气虚 你还是要保证休息 不要太累 有什么活 都让小火柴帮着干一点 小火柴在旁连连点头责怪 嗯 就是 本来二十天干完的活 你非得十天干完 何必呢 姐 你好不容易恢复过来的身体 非得再造化了呀 厉杰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知道我现在不适合干这么多活 可是我总不能让二川 自己一个人干呀 本来合伙的生意就不好做 总让人家出力 这也太不合适了 那怕啥的 那小子浑身是劲 让他多干点没事 他也不敢有怨言的 阿飞兄弟 我知道二川是你的徒弟 他看在你的面子上 不会有什么怨言 可是 咱自己心里也得有点数啊 人家出钱出力 又出技术 我这别的也不会 就只能多出出力啊 总不能让人觉得 咱没用啊 行了 还得麻烦我媳妇 是不是 二川那小子呢 过去虽然犯了点错误 但那时候年轻不懂事 现在已经不如正轨了 所以非常珍惜眼前的创业机会 干起活了也就格外的卖力去 你只要肯定他就是最大的支持 至于干活你量力而为 别过度操劳 不然等饭滚搞起来 你再累趴下了 不还是二川自己干吗 到那时候你才是真正的欲哭无泪呢 我这几句话说的理解心坎上的 他愣了愣缓缓的 阿飞兄弟 你说的对 我可不能关键时刻掉链子 那好 我心里有数了 你们放心吧 我一定会量力而行 爱惜自己的身体的 嗯 别忘了 你还有妹妹干儿子呢 谢谢你啊 秦大夫 要不是你 我现在可能早就身埋底下了 连疼疼都 说到这儿啊 力解抹了把眼泪深吸了口气 调整了呼吸 连疼疼都见不到了 我这个人嘴笨 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秦大夫 只要是由你用得上我的 你就尽管说 你就是要我的命 我也不会查一下眼睛的 哎呀 好了姐 你不用这样 对于我来说都是举手之劳 你别想太多 安稳过日子就行了 你能够健康平安 对于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回报了 秦楚笑着拍着拍力解的手背 力解感激道 秦大夫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医生 像您这么说的 秦楚认真说 就像一幅画是画家的作品 一部小说是作家的作品 对于我来说 痊愈的病人也是医生的作品啊 所以 你要小心地爱护自己 不要让我这作品出现瑕疵 那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了 现在能理解了吗 力解握着秦楚这手 眼泪就掉下来了 你放心吧 秦大夫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谢谢 谢谢你们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第939章 感谢收听 第940章 长流水 武林大会将在三天后举行 整个五六市的氛围跟着奇妙了 这次大会虽是提前一些日子 但大多数人都是举手赞成的 因为很多人早就等不及了 五年一次啊 都想在大会上一展身手呢 武林盟主虽然只有一个 但却不是全部 大家都非常清楚自己的目的 只要在武林大会中表现得好 拿得好的名次 自己在门派中的地位 也同样会提升的 为了武林大会呢 每个门派都提前准备 上次的武林盟邀请赛 但是大家一起摸个底大会吧 能让不同门派之间的弟子 对彼此一些了解 而作为武林盟主呢 老货头又在武林大会的三天前 公布了一记猛料 除了心愿武林盟主巨额奖金之外 下边还特赦了许多奖项 前三名 每人五十万元 三到十名 每人十万 十到二十名 每人五万 二十名到三十名 每人一万 除了奖金之外 还有一些刀啊 剑啊 护具的东西 作为实时奖励 以及呢 一些比较实用的武功心法啊 秘籍 不仅如此 武林大会 还有一几家赞助商 什么冰箱空调 洗衣机 都会作为本届武林大会的奖品 怎么说呢 这是新时代的 接地气的武林大会啊 当然了 因为武林盟的私密性的赞助商 只能出钱 不允许观看 但他们依旧乐此不疲啊 因为武林盟里 卧虎藏龙 有许多大老板 企业家暗藏其中 你看不起的门派小喳喳 极有可能就是某家大公司老板 他们之所以加入武林盟 除了热爱 还有一些其他心思 比如说 把武林盟当成一个 发展社会关系的圈子 我都不用问 我就知道这次 如此丰富的奖金呢 必然来自于武林盟中 那些企业大佬了 除了盟主的五百万奖金之外 只要进入前二十的 都能获得奖金 我算了一下 这些就是两百六十万 算是五百万的盟主奖励 加起来七百多万 这肯定不是一个人出的 极有可能是几个金主 一起拿出来的 哎呦 说白了 这年头的武林大会 不像是武林小说那般纯粹了 但在我的印象里 武侠小说里的武林盟主 往往呢没啥好结局 因为反派通常比较屌 盟主都是第一个被干死的 毕竟大家读懂呢 秦贼先秦王的道理 所以只要在小说里 电影里 看到某个盟主被推荐出来 我就知道 这个盟主离他们领核范不远了 在这国泰明暗的第二十一世纪呢 武林盟就完全与小说里不同了 像诸如其他的什么什么协会组织似的 武林盟更像是一个将同胞众人 聚在自己一个渠道 大家凑一块 除了交流武学 也会顺手交流一下其他的技术 武林大会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动员了 但一直没有公布奖法制度 现在一一公布了 立刻引起了巨大反应了 看到奖励如此的丰厚 各大门派弟子是摩拳擦掌 很快 武林盟呢 也公布了第四届武林大会的名单 和铁秩序 当看到参赛门派 共有十个之多 所有人都显得懵逼啊 从六大派到十大门派 也不过就是两个月 除了原本的无机门 金刚门 寒光门 瞻一门 雪野门 天性门 增加了我的铁锤门 以及还有三个从未听过的门派 分别是虎煞门 奎花门 龟园门 最后这三个门派 肯定就是霍先生所说的 外界来参赛的队伍了 讲伐制度和铁秩序公布之后 五六市一片哗然 有看到奖金之后比较开心 有看到外来门派比较愤怒 也有看到规模变大之后 极度兴奋 一时间武林盟就炸开了锅了 尽管这霍先生早就让各大门派的掌门人 长老都去安抚自己门派中人 可他的手机就没停过 绝大部分人都对那个铁锤门没什么意见 但对外地那三个门派非常的排斥 在听说那三个门派是上级领导安排了之后 大家也就不多说了 没办法 谁都不是傻子 知道谁能得罪 谁不能得罪 敢大放厥词 别说是个人 连你门派对着兵不血 任的给你除了 你都不服了 不服你就解三呗 是不是 既然无法改变 只能去硬钢了 其实我还算淡定 反正我也不指望 我这铁锤门拿到什么名次 我唯一的任务就是把羽青子捧到武林盟主的位置 就在公布秩序这一天晚上 或现在让我去承迈了一个非常隐蔽的别墅招待 我和秦楚过去就发现那里有五人 我认出了无疾三仙 穿披衣皮裤留长发的疾风大法师雪臣子 雨上轮金飘逸帅气的羽青子 不动声色 不惊世人的萧阳子 每次看到雪臣子 我都会有一种天使与恶魔的错觉 原谅我至今都难以忘记的轰隆的红三轮 以那雪臣子那三个四的颤片 雨臣子是我见识过 剑法一流 长相一流 装逼一流 至于那个不动如山的萧阳子 我只见过一次 就是上次邀请赛看的 他并未出售 包括雪臣子上次也没出售 除了无疾三仙 我还看着一个端坐着 看起来七十多岁 古兽如柴的老者 这老者瘦小 头发发白 看起来有点营养不良 但那张眼睛却如孩童般明亮 看到他我心中一惊 武林盟啥时候有这样的大神呢 没得我发问 霍先生指着那青瘦老头 师兄啊 此人就是阿飞 之前是我霍尸太极拳门下 后来我嫌他老顶嘴 给他踢出去了 这小子自然在自己创造了铁锤门 对了 他跟小楚是恋人 说完 不等我翻白眼 他就向我接受 阿飞啊 这位是我师兄 常流水 也是无疾门的长老 这些年呢 师兄云游四海 到处拜访明师 一直不在无疑 昨天刚刚赶回来 还不快来行礼 我心中一动 原来此人便是无疑门长老 但看起来比霍先生又猛啊 你都把我踢出去了 你让我行个毛线的礼 拿亲亲关系压我呗 我一边笑 一边往前一步 不过一看长老爷子 先锋照顾 像个老神仙 我在心里忍不住 想过来拜一拜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第940章 感谢收听 第941章 新门派 公务也罢 实验也罢 这世上没有哪个人 不爱听好话的 这长流水 看到我面露喜色 原来你就是阿飞啊 早听说 你这么一号 能让我失地头疼的角色 近日一见 果然有意思 我很喜欢你 我活这么大 除了秦楚之外 还真没什么人说喜欢我 这还行有人喜欢我 还是个七八十岁老头 我有点不适应 霍先生对我的反应很满意 这小子 我师兄这人无拘无束 待人直爽 放荡不拒 说话 从来不看别人脸色 他说喜欢你 便真是喜欢你了 那这么说 那肯定比你这个老狐狸 要真实多了 你小子别得子 你就以为我没法置 你是吗 常流水拍着手 哎呦好急好急好急啊 这小子口无热烂 心之口快 我喜欢他 老爷子 咱俩大了 爷们就别喜欢来喜欢去的了 您应该说欣赏我才对 哦对对对对 那也无妨啊 我就喜欢你啊 哎 这么多年来 我没见过哪个年轻人 敢跟我师弟顶嘴他 老爷子 你是不是也跟他不爽了 没事我帮你嘴他 我对别的事呢 没什么感兴趣 唯独喜欢怼这个糟老头子 常流水一听完更高兴了 这会儿完全不是那般 病痒痒的样 喜笑颜开啊 哎呦好急了好急了 哎师弟啊 这么些年呢 是不是没人敢这么跟你说话呀 反正武林盟那帮小杂粹 看到你都得吓得叫亲爹似的 哎师兄啊 说话注意点 这贼小子本来就很难缠 你再交这几手 我以后更拿捏不了了 你别忘了师兄 我可是他未来老丈人啊 哎呦老丈人怎么来 跟老丈人就不能怼啊 哪门子的道理呢 你不让我教他 我偏教 不光教他 还得教他拽练功 哎 抽空你把你的菜鸡打一遍 我给你看看 得嘞 谢老爷子 您才算是武林前辈嘛 虽然只过了五分钟 但我们俩相亲是五年似的 说得好 我现在就教你 走走走出去练练练练练 哎师兄啊 正事没说呢 怎么急啥 你也未必能交得了 这什么蛋 我教不了他一个小崽子 你都教得了他 我教不了 我还真教不了他 我打不过他 不然我哪能这么被怼啊 我也是能打得过他 让他在我面前 要舞杨威 我早他妈大人挖的 抽他了 长流水再次打量我 真的假的 你咋不过他 不对啊 我没看出什么特别之处 阿飞 你打我一拳 让我看看你的实力 老爷子 您别听他吹 我在太极方面差得远呢 您充空了 真得教教我 我话这么说 他心里想 老爷子 我这一拳下去 你恐怕没机会揣测我的实力了 这长流水很故事 非得让我打一拳 他后天让给我使了个眼色 让我轻一点 我也就轻轻打了一拳 哪知道老爷子不依不饶 一定要让我发全力 于是我就打第二拳 这次长流水仍然不敢要兴 我只打出第三拳 这拳下去 长流水捂着肚子 弯着腰坐在椅子上 见他脸色煞白 冷汗直冒 或许是连忙过去扶他 师兄你怎么样了 我没事 我想拉西 你们先聊啊 回钱 长流水飞快的跑向卫生间 单看他剧痛之下 还能跑那么快 就知道这老爷子 功力有多高了 你怎么还真发力呢 臭小子 你看我不发力 显然对他不尊重 发了力 显然对厕所不尊重 你这个把握 这有点难呢 算了 反正我师兄 本来也不太正常 你要是不让他满意 他真能缠你一晚上 来来来 商量商量 这次武林大会的事 那几个人 怎么还没到呢 还谁啊 你们无济门中弟子啊 刚说完啊 就听到那边走廊 传来的一阵 吸索的脚步声 十几秒之后 我就看到三个人进来 分别是 湘西擅长古术的 蓝家后人蓝小兰 金陵擅长盗墓的 袁家后人 袁中后 淮南擅长机关术的 墨家 墨清书 一看到我蓝小兰 现在一喜 最后面露着温怒 用极其欲耳 动听的声音喊道 阿飞 这么些天 你也不请我们喝酒 太不低道了 哎 没办法 我们能跟头驴似的 别说喝酒 我连喝水都没空 倒是你们仨 这天做啥了 有没有做什么 见不人的勾当啊 蓝小兰翻了个白眼 我们能干啥坏事啊 最近只不过 就是走访了一下 你们五柳市的 一些民间高手 跟他们交流了一下而已 你是指六大门派 七 六大门派有啥好玩的嘛 都是小菜鸟 我们要找的是一些 跟我们志同道合的 隐士高手 或许是门间咳嗽一声 表示眼前 就有六大门派的人 说话得注意点 蓝小兰很机灵 立刻心领神辉 当然 我说的小菜鸟 是不包括 霍先生的无机门的 霍先生这边 一等一的高手 还是很多的 蓝小兰这么评价 一点不夸张 无论哪个门派呢 若是在毫无底线 经验的情况下 跟他对战 绝对没人能赢过他 经过蓝小兰 详细说了一下 我才知道 他们三人寻访的 都是一些 有着奇门异数的 民间高手 奇怪的是 我们从来没听说过 五柳市有这样的高手 他们却能找得到 隔行如隔山 一点都不差 霍先生没让我们聊太久 直接搬上了主题 这才把大家叫来 是讨论一下 武林大会的事 众所周知 现如今多了三个门派 分别是 虎沙门 葵花门 闺元门 他们都是 五柳市外的门派 本来我想 在这些武林大会中 全凭实力 挑选出一位新的盟主 可现在情况出变 在某些力量的扶持下 有外人加入 所以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他们 把盟主的位子夺了 否则对我们 整个武林盟 以及下一步的行动 不利 说到这儿 霍先生有意无意的 扫了我一眼 一向不怎么 延伸的莫青秋问道 慧先生 你们六大门派的纷争 需要我们 帮你们做什么吗 青秋啊 由于未知变数太多 我想让你们三位 加入阿飞的铁锤门 好了 以上就是 我为大家播讲的 第941章 感谢收听 第942章 打了个赌 听到霍先生 想让那三人 加入我铁锤帮 我颇为不解的 搞不清他要做什么 这又干啥呀 光明周大千是我呗 可我不仅是 我的疑惑 我发现他们三人 有点懵啊 心直口快的 蓝小蓝呢 霍先生 我们几个加入 你们五六市的门派 是不是不大合适啊 不用说别的 就我们几个人 这才艺 也不适合在 武林大会中亮相啊 到时候 我如果用古术 拿了武林盟主 那岂不是 要被你们武林盟的人 给群殴了呀 不 让你们加入铁锤门 有两个原因 一是咱们暂时 不知道那三个外来 门派蓝利 不知道他们擅长什么 本来呢 武林大会 也从来不限制武功 他们若是有些 邪魔外道的操作 你们正好可以克制 第二呢 是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要以武林盟为单位 你们不加入门派 到时候恐怕容易遭外人质疑 放心 你们只是暂时挂个名 大概是不会用你们出手的 嗯 行吧 既然是霍先生提议 我们招作便是了 哎 谢谢三位小友的配合啊 今年事发突然 扰乱了我们先前计划 我这也是没办法 才出此下策 正常情况 武林大会就严格按照 秩序程序进行便是了 但在这种时候 多方的混杂情况 我们必须要为武林盟的未来做打算 为吴柳氏守住武林盟主 是我的底线 坚决不能被外来门派夺走 否则吴柳氏呢 便会大乱 以我的年纪也大了 但是再继续做武林盟主呢 势必会隐惜人的愤怒 所以呢 这届武林大会 我打算 举荐我坐下的于清子 来做新的盟主 说到这儿 老霍朝伸手指向于清子 后者联盟站起来了 这事霍朝之前跟我提了 我也是不惊讶 无极门这几位肯定也是早就知道的 反倒蓝小兰他们目光中露出了一丝惊讶之色 蓝小兰上下打量于清子 眼泛投花啊 哇塞 霍先生 您的这个徒弟该不会是模特吧 又帅又有形 嗯 我好喜欢 帅哥 酒量如何呀 于清子似乎对这种评价早已习以为常 文言只微微欠身 笑了一下表示礼貌 哎呀 我第一次看了于清子这个时候 就觉得这人与常人不同啊 脸上的波澜不惊的样 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一些境界高深的大闲啊 这时候长流水解决问题从卫生间出来了 他没管蓝小蓝几人 只盯着我看 看得我心里有点发毛啊 长流水来到我的身前 一把呢握着我的手扎下马步 刚才敢说我拉肚子不算数来 那你再打我一掌 我就不信这些 卧槽 怎么还有你这种老头呢 老爷子 你要是想爱打 抽空咱打单链 我打你一宿都行 可这会儿您师弟正开会呢 咱是不是先把这会开完了 开他妈的会啊 这种暗箱操作大会不开也怕 那小阿飞再打我一掌 我是没想到一老头会固执到这个地步 可我不忍心再打他一掌 生怕给打出啥毛病来 我便对长流水都 老爷子 打我小 我爸妈就让我尊老阿佑 这一掌你打死我 我也不能排 您要是想教练一下 我们去那边 咱们队里那暗红色的原木桩子 打上一掌 立风高下 你确定 说要这么比 你可要输了 没关系 输给老前辈 我也不丢人 是吧 不过老爷子 你可得注意啊 我这人克老头 一般老头玩不过我 不信你问你师弟 我问他做毛 你克他 你不一定克我 你是爱是来睡毛头小子 从宫里想赢我不可能 老爷子 这么着 敢不敢打个赌 你说玩什么 这样 您要是赢了 我阿飞 从此听您调遣 让我往东 我绝不往西 让我偷狗 我绝不摸鸡 怎么样 好鸡了 我正常没人陪我玩的 您都不问问 如果我赢了怎么办 开玩笑 不过为了尊重你 一说呗 你要是赢了 先让老夫做点啥 我要是赢了 咱俩拜个靶子 你是大哥 我是小弟 你看咱样 长流水一愣 没等他说完呢 一旁霍先生先忙了 不行不行 师兄啊 你别人在蝴蝶里啊 这个猫吐小子 哪能跟你打这种赌啊 这小大飞啊 你是不是骨头痒了 放飞自我了 真以为我搞不定你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 我在您老面前 哪里还敢放飞自我 没关系 你要觉得这个赌不靠谱 对老爷子不利 那就不打这个赌 我这小辈 也不敢自鸣不凡 没点鼻数 是不是 这还差不多 这种赌哪能打呢 长流水一把 就把霍先生推一边去 滚滚滚 我跟人打赌 你干嘛跟人插闲会 跟你有啥关系 你不让我打 我骗你打 这个赌我咋定着啊 你呢 说为我师弟 对师兄这点能力 还不信任吗 师兄啊 我不是不信任 你是不知道 这小子什么来路 我 一边玩去 我管他什么来路 今天非赌不可 长流水固执 看他脸上的表情 好像谁都阻止不了了 那行啊 大伙也不开会了 都走出来了 然后有兴致的看我们 虽然不知道 那原装的什么材质 但能看出 能用作走廊的话 想必是一些 比较坚固的木材 长流水伸手 轻轻拍着拍 原装回头冲我道 我们知道啊 我先来 行 听您的 您先来 霍先生此时知道 说啥都晚了呀 绝望的站在那 随后有一种 充满威胁的眼神 看着我 似乎在说 你他妈要是敢赢 我就让你娶不着媳妇 长流水 站在原木装子平 手掌慢慢就提起了 我能感觉 他正在提气运气 只看他这个状态 我就可以看出 这老头内气水平 绝对在霍先生之上 不仅是霍先生 恐怕放眼 整个五柳都无人能及呀 很快长流水那一掌 轻飘飘的一拍 手掌与原柱相撞 没有一丝动静 外人或许看不出 但我知道这掌的力量 全部源于内气 一掌打完 众人脸上有些茫然 或许他们以为 这掌下去要石破天惊 奇怪的是 没有一丝波澜 这让大家不明有点失望 但伴随长流水 缓缓的抽回手掌 我听到现场 爆发出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 因为那颗圆柱之上 赫然出现一个 深入其中的手掌印 原来长流水的手掌 已经嵌入进去了 只不过距离较远 我们看不清 直到他抬起手掌 我们才看清 他已经嵌入了 一个手掌的厚度 好功夫啊 找你来找呗 等个认输吧 嘿嘿嘿嘿 长流水此刻 毫不掩饰自己的表情 哈哈大笑 一会儿就让你哭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第942章 感谢收听 第943章 打了个斗舞 我得承认啊 长流水老先生功力非常之深 深到连我都有些惊讶 我是经历了一些奇遇的 才获得充沛的那一切 和本不属于我的灵力 除非这些奇遇 即便是我在70岁的年纪 要想通过长流水 在这个境界也是困难的 在长流水退后之后 其他人凑上前 仔细观察那个手掌印 随后发出阵阵的惊叹 大家欣赏完长流水的手印呢 便急急看向了我 尤其是长流水 看着我的目光满是兴奋与喜悦 一个劲催我动手 我也不知道他为啥那么高兴 难不成真的是因为 他想跟我玩 我走到另一个园柱前边 看了看长流水 老爷子 那我就试一下啊 你看 我师弟刚才还说 你小子与他人不一样 这回怎么就装逼了呢 行 那我就闪一下 你们的太和金慧眼 来来来仔细看好啊 说完 我抬起右手 牵弄内气鱼手 随后像是小孩吵架似的 轻轻拍出一掌 打在那根柱子上 同长流水一样 我那一掌更是毫无动静 还没打蚊子响亮呢 打完之后 我立刻收回了手掌 背在了身后 众人连忙走上前 仔细观察了一下 霍先生先是一愣 阿飞 你这掌不行啊 一点模样没变 你看我师兄 直接砸进两公分 其他人伸手摸了摸 发现霍先生所言非虚 再次对长流水的掌法 表示了赞叹 长流水疑惑的 看了看我和霍先生 走上前摸了摸 小子你这掌力不行 我师弟是不是把你吹太猛了 或许吧 我输了就是了 霍先生终于松口气 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 事实证明 姜还是老的辣呀 徐阿飞 你以后呢 干脆给我师兄当徒弟得了 不用入门派那种 让他没事教你两手 得了 我不像某些人 我愿赌服输 这回可好啊 总有人陪我玩了 正当一群人满脸堆笑 想嘲讽我呢 突然走到那边 走过一个中年人 哎呦 几位 你们来我山庄游玩 我都欢迎 可是破坏山庄财物 就多少个人过意不去了 徐总 我差你这事吗 霍先生看了那中年男子一眼 哎呦 原来是霍先生 不好意思 光听服务员说 也不知道是谁 既然是霍先生 那就当我什么没说几位 该知识该呵呵 徐总 不必如此 损坏你们财 我认赔就是 就这柱子那手掌印 你说多少钱好了 算了坏事 刚才没认出来 你是我的错 您不客气 一码归一码 对不对 你理让我是我理让你 哪怕你一顿酒席 我都不客气呢 但是我既然我坏了 你的财物 意义就不一样了 说什么得赔给你 你直接看下损失 报给我 哎呦 这霍先生 你其实两个柱子没啥 若只是损伤 倒也是根本不够一句话 只有个柱子要换 所以不免 要多费一些精力和时间 就一个手掌印就得换 你这够凡尔赛的 哎呦 这一个柱子还是不放 不但不用换 看起来非常美观 只不过这一根 虽然没事 另一根可得换 不然从这走危险 啥意思 这柱子难道断了吗 竟然需要换 这不是没什么痕迹吗 哎呦 我现在您那边没问题 来来 您看一眼就知道了 货老头一货 随后跟着徐总呢 向外边走 他来到徐总那边 扭图看那一刻 整个人像是 一座雕像似的石画在那 其他人看到货先生面色异常 纷纷走了过来 当下所有人瞪大了眼睛 站在了原地 现场寂静如同医院里的太平间 尤其是长流水 一瞬间像苍老了十几岁 呆呆注射着柱子那一头 你们干啥呢 那边有地雷还是人头啊 我一边走 一边缓缓的看了过去 当我看清那景象 把我自己都吓一跳 我靠 柱子的另一侧 直接就破了一个手掌大小的洞 还木纹相连着 那块自内而外崩裂的木块 才没有掉下去 货先生深深呼出口气 伸出手来 才将那一大块 手掌大的木块抽出来 抽了两下没抽动 他稍一用力 就看到柱子孔处 突然就断裂了 哎快躲啊 我手机眼快 将最里边的徐总 一把脱了出来 其他人反应都不慢 瞬间就跳跃出来了 就在最后一个人闪躲 我出来之后 那个被我打中的柱子 上方的花架子 斜了一下 上方的花架花树 全部崩塌下来 嘎吱嘎吱落在地上 好在这走廊呢 分体结构 外侧的崩裂 并没引发里边的散塌 大部分走廊算是保住了 我看众人不说话 就想缓和一下氛围 哎徐总啊 你们这玩意不顾官呢 哪家公司给你们做的 这质量不行啊 你听我的 找他们在那儿呢 就说差点砸着顾客得没钱 就算不没钱 起码得给扇修上吗 是不是 哎呦兄弟 这玩意就是我自己弄的 用的都是最好的木材 当时我测试过了 三个大汉子 在上面来回晃 都没有问题 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霍先生深深看了我一眼 谁早就忙你呢 这走廊花架子 你该怎么修怎么修 修扇费算我呢 哎呦 别管他怎么塌的 总之没伤的人就好 人和安全 其他都不是事 霍先生这东西不用你管 我回头找人修 花不了几个钱啊 霍先生此刻的心思 没在这花架子 他冲取手一摆手 让他先去忙 徐总也会来事 打声招呼 就离开了 其实我也没想到 我这一掌会带出这个效果吗 我刚才看到那是木头桩子 材质很硬 便琢磨着尝试 试试自己的掌力 那掌只是凝结了一半的内气 都没有使灵力 他说使用我满城内气 恐怕真的给这走廊干舌了 又是一片沉寂过后 长流水一个像是看外星人的眼光看着我 你这是什么功夫 这叫隔山打小牛 小时候我家就在养牛 我在山上练出来的 其实呢 他主要的这玩意儿呢 质量不行 不禁打呀 质量行不行 我还不知道吗 我几十年功力也才打到那个程度 你这么年轻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隔山打牛也没这么打 这明明像是隔山轰炮啊 说吧 你小子是不是那裤裆的藏雷有邪术啊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第943章 感谢收听 第944章 个愣个的 我冲长陵水一袖 程老爷的 您是不知道小时候我家牛遭了多少罪啊 这隔山打牛才算炼成啊 臭小子 你当我是傻子了是吧 我放了20年 牛也没学会隔山打牛 那或许是因为你那时候呢 练别的神功了 比如说 吹牛逼大法 行了 罢了罢了罢了 不管你是什么邪门的功夫 输了就是输了 来来来 咱俩摆靶子来 我没想到长流水如此痛快 一时间都有些不适应了 好歹也是武林民宿啊 怎么对自己的面子地位毫不在意呢 哎师兄别闹啊 他凑条呢 打上了牙毛围的木头庄子来 你没你没说 书拜什么靶子呢 哎呀你解开你解开 我书没说自己不知道啊 你心里没说啊 咱们这些老东西不能因为面子挂不住 就得食盐呢 再说了 这有啥丢人的 不就差五十多岁吗 人家八二十多岁 老学者还能娶二来岁大姑娘呢 我七十多岁 为啥就不能高二十多岁拜榜 这啥道理 师兄啊 你跟别人拜我可管不着 你跟阿飞拜那不行啊 这小子是我未来姑娘 到时候你叫他老弟 再叫我师弟 我他妈怎么叫啊 这有啥吃亏 这有我不是你 我都不想你胖个蛋 我管他叫弟 他管你叫爹 我这不就是为了师兄的轻语着想吗 你俩虽然低调内敛 于是无争 可怎么着 也是无机门长老 跟他一个小辈拜马的成河体统 完全不是武林民宿的作风啊 哎呀 什么成河体统 我要他妈的什么体统 我自己就是我他妈自己的体统 武林民宿 民宿我牛鸟牛 不是拿出来炸的呼呼吓好人了吗 我只相信拳头 谁拳头硬谁牛逼 对不对 但是要谁都是民宿 扯那些虚的飘的 没用的跟一些地方官员 装个逼 摆个牌掌 比谁都会 让他们给老百姓干点事 就他妈抓瞎 多大的官 还不如滚回去卖地瓜呢 长流水 丝毫不在别人的眼光 左右看了看 随没了一般 这里也没有什么公案 也管他娘的呢 那心中有天地啊 何须上香 来来来 咱给那天地都拜一拜 这事就算成了呀 哎 老爷子 我仔细想想 咱还是作罢吧 不然我以后 去我老赵家 他都不管我犯了 而且我觉得 这种山庄式 饭店里结拜 有点古怪 那怕是说不到 老天爷的祝福 你这小子 怎么扭扭念念 管他什么山庄呢 只要今天有天地 厕所里一样 结拜来 快点磕头 念了几句啊 磕了完之后 我们就是一线兄弟了啊 霍先生此时 已经无力回天了 一脸忧愿的看着我 我139的智商脑瓜的 急速运转 老爷子 我跟你说实话 我不是不想拜 也不是挑地儿 我只是觉得 把自古流传下来的 结拜方式太庸俗 又是杀鸡又是杀血的 而且那套话术呢 都传了上千年 一点没心意啊 根本跟不上时代 我对其非常排斥 觉得有封建社会的 腐朽一风啊 啊 贤弟你说的对 那你说咱们怎么拜 你有没有新的结拜方式 我老长盛 能追溯潮流的人 你只要说 我就按你的来 什么烧香磕头都过时了 老爷子 我们现在年轻人 讲究的是志同道合 只要咱聊的来 聊的欢 聊的呱呱叫 那就没什么事 炫一瓶所解决不了的 炫一瓶 就是吹一瓶啤酒的意思 但现在的小年轻人 都喜欢吹一把 小炫风什么的 慢慢就形成时尚 许多小伙子 酒喝到胃 就当场结拜 就一个人炫一瓶 仪式感拉满 炫完之后 俩人就是同甘共苦的 好兄弟了 那还不简单呢 正好也省了那些细水的事 走走走 不就炫一个吗 你们年轻人的仪式来 随后我们来了里边 拿了两瓶啤酒 我弟给了长流水一瓶 来老爷子 那些话太俗道 咱啥也不说 都在酒里 哎行 今天大家做个见证 这瓶酒是炫完 我看阿飞就是异性兄弟了 作为吴柳氏 十大隐形 未公开的杰出青年 自然也不能比一个老头子差 我看他一仰不然就炫了 那我也来吧 就在我炫完酒 打了宝格的空闲里 就听到长流水激动到 从今日起 我和阿飞就是 同声共色的好兄弟 请各位祝福我们 不久童年童月童日圣诞 求童年童月童日子 谢谢 听到这话 我嘴里的酒格 差点化为倾盆大雨 妈的你说 好不容易折射出去的炮弹 最终还是打了我的 这下把我轰的呀 那是一个体无完肤啊 一旁的秦主 早就猜到我心中所想 敏着嘴儿奶奶乐 满脸的幸灾乐祸 长流水放完狠话 走过来揽着我的肩膀 贤弟呀 以后你的事呢 就是大哥的事 但凡用得着我的事 静往开口 大哥给你安排了个明明白白的 霍先生看起来有点绝望 他怒视了我一眼 悄悄冲我冲了一个中指 我立刻冲长流水道 大哥 有人骂我咋办 那得揍他呀 骂我的是你师弟的 什么 我师弟 罪家一腾 往死里走 好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播讲 那第944章 感谢收听 第945章 同生共死 当然了 长流水说的是放荡不计 不计法理的老头 但他可不是傻子 相反他聪明得很 只不过他懒得去演示 去坐坐 去讨好 去卑微 人一旦真实啊 在别人眼里就成傻子了 正如这个社会 聪明人不聪明 人也不笨 有些看起来精明的人 是因为他们将所有智慧 都用在了勾心斗角 和偷奸耍花生 真正到了战场 恐怕连刀都举不动 而有些看起来 唠唠实实 忠诚憨厚的人 却从来不愿意把精力 放在这些事上 他们更精于手头上的能力 上阵杀敌 还得看这种人 虽然最后 被长流水给闷了一棍 感受到的诅咒 但是能够与真实的人 拜法子 还是非常令人愉悦的 我在暗地里 冲着老天爷拜了拜 老天爷 我大哥说的 只能心一半 你好歹呢 给我九州妹一个面子 到时候你别让小弟 随我大哥走了啊 和头呢 直到这事无力回天 什么也没说 悄悄在擒住耳边 说了几句话 随后用手指头指着 我都不用问 一猜就是没安好心 没说好话 随着韭菜开始摆上桌 我们将话题 搬在了饭桌上 霍先生上菜的过程 又提到了 这次武林大会的注意事项 总体起来就是三点 一 不要轻视对手 尤其是对面那些 外来门派的时候 千万别流利 二 听他的安排 不要私下行动 因为这次武林大会 有领导观战 三 务必要让于清子 登上盟主的宝座 特意不讲 届时如果出了差错 于清子不能当盟主 那也坚决不能让 那三个门派的人 做盟主之位 我能感受 霍先生这次非常紧张 一方面 他为了武林盟 不敢与上面的人对抗 另一方面 他心里也是想 极为对抗 上面的一些指示 其中矛盾 也是一股压力的 从根本上来呢 这霍先生不是个好丈夫 但他绝对是个好父亲 我也希望 他会是个好岳父 可通过今天的保鲜栏分析 看来有点不现实了 随着第六个菜上桌 我们就开始喝 酒过餐巡 菜过五味 霍先生专门 给我提了几点要求 听他的意思 非必要时刻 不要让我出手的 只要是别人 能解决的问题 那我就完全可以 稳稳当当 当个透明人 霍先生讲到这的时候呢 我大哥尝尿嘴不乐意了 师弟 你说这话我不爱听 我贤弟实弟强气 为什么要受着呢 难道还怕别人 嫌咱武功高 哪门怎么造理啊 师兄 您心地纯粮 不识人间烟火 搞不清大家心里的算法 我这么跟你说啊 如果阿飞表现出了 绝对强横 强横的无人匹敌 那就是给武林盟 带来了灾祸 也给他自己 带来了灾祸呀 这有什么灾祸呢 这灾祸假的了 还是能干过我贤弟吗 师兄 在这武林盟 你的确是无敌 可现在的世界 不是纯粹的比拼拳头 阿飞如果强出大家太多 强到让所有人 都感觉无法超越 那就会让人绝望 那众人都知道 仅靠武力 永远拿不到武林盟主 无人能匹敌阿飞 到那时 救人会想 既然练功无法超越 就只能用其他方式 师兄 你想看到阿飞 被人打门棍 下黑手 挨黑枪吗 你这么一说 确实太强 也不好 对呀 到时候 不光武林盟的人 人心涣散 不好好练功 到时候也会给阿飞 带来一些 本不该属于他的灾祸 人心难测 当你永远不知道 下一枪 会是谁开的时候 那就太绝望了 当然 阿飞实力强 可以防住第一个 第二个 可第三个呢 他的人生 是不是显得有点忙啊 我去 一丝其恐啊 整得我都冒冷汗了 你这样的亲戚啊 你就算对我有意见 你不能通过这个方式 折磨我呀 所以我让你轻易 别出手啊 但是真要 必须你出手 你必须得访问好分寸 不是小事 明白吗 明白了 还有什么问题吗 能不能不去 不能 你要是不去 我就不接受你求婚 嘿 我又不是娶你 你接不接受 这有啥用啊 你曼徒阿姨没跟你说吗 虽然同意你俩好 但结婚又明媒正娶 订婚 结婚 你对中间流程一样不能少 你觉得这个程序 我能不参与吗 望着这个拿结婚来 打压我的卑鄙老丈人 我戏从底生 火冒三丈 好的梦主大人 听从您一切安排 哼 我突然看明白了 只要我一天不跟清楚结婚 他就威胁我一天 这糟老头子从不避尔啊 不过他讲的也是 非常的有道理啊 实际上咱家还要娶人家姑娘呢 蓝小兰那个酒梦子 喝到最后开始挑衅我们了 在我知道他的酒量 跟他的蛊虫有关之后 我就一直观察的 看看他到底以什么方式来下蛊 再让蛊虫吸收酒精 到后来我发现了 每个半小时就伸手进兜 再装住民嘴 把那兜里的东西放入嘴里 如此看来 那兜里的东西 定然就是他要用来解酒的蛊虫了 我悄悄对清楚道 媳妇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解掉他那辅助喝酒的蛊虫啊 有是有 不过没必要 兰兰自得其乐 你又何必拆穿台啊 那不行 他是自得其乐了 给我们折腾外了 你看看这小账的 像是要干倒所有山东大汉是他 我能惯着他吗 媳妇 你有什么解怠蛊虫的药 拿来我用呢 不行 你们自己的恩怨自己解决 我出手的话就不太好了 哎没关系 我一样有办法收拾他 你瞧着吧 我看清楚不愿意出手 端着酒杯坐在蓝小兰身边 来来 你要是不嫌弃 我前阵子没请你喝酒 今天哥就敞开着陪你喝 谁先起来 谁是狗那种 你看哪样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第945章 感谢收听 第946章 你是不是暗恋我 正常来讲 跟个女士拼酒显得有点欺负人 可蓝小兰飞他一般 她首先是挑衅的山东人 其次是挑衅山东男人 你可以说我们离不开大葱大蒜 你可以说我们电视台上 你的土子掉渣 但你只要说我们喝酒不行 那不好意思 绝对不服 听到我这般豪气 蓝小兰喜的 真的吗 嫂子不会生气啊 说完又看下了秦主 嫂子嫂子 可不是我要缠着阿飞喝的哦 是他要自己跟我喝的 可别怪我啊 秦主意味深长的笑了 我可管不了他 但是蓝蓝 你喝酒要有数啊 女孩子不能喝太多的 这些老爷们啊 都坏得很 放心吧 喝酒再谁也没怕过 尤其是男人 躺在我酒杯下的 比躺在我石榴裙下的还多呢 千 本来我看她是一介女流 还点儿顾忌 但在她说完这话之后 我就决定不能把她当女人了 蓝小兰很快跟我拼起来白酒 我什么也没说 她只要喝我就跟一个 一句废话没有 因为我之前就观察了 她上一次跟自己下股市的十分钟之前 按照之前的频率 再有二十分钟 她就要再次行动了 推杯换斩 蓝小兰依旧像以往似的 毫无醉意 我知道 只要不拿捏那个蛊虫 她就算喝一天都不在醉的 纵使有海量也敌不过 这个是开挂的 终于她接连喝了数杯白酒之后 蓝小兰的小手轻轻就摸向着兜 在她拿出来要急经放入嘴中的一瞬间 我非常巧合的打了一个震天雷的喷嚏 而我的左手在巨大的后座力之下 完全不受控制的往左边摆了一下 然后极其不小的打在她的手臂上 只听鸭的一声 蓝小兰吃疼 第一反应就是看向她斜后方 看来我阴谋得逞 她手里的东西被我打落了 我用纸巾擦了擦鼻子的 哎呀不好意思 有点感冒了 有点尴尬 我得赶紧喝我白酒去 来来来 陪哥走一 说着我不由分输 就跟蓝小兰碰杯 将酒端给了她 蓝小兰非常不自在地 用左手接了酒杯 右手要往兜里掏 我左手按着她的手臂 蓝蓝 你这杯酒怎么这么磨叽啊 不像你的风格啊 你不得拿出干翻全山东男人的气势来 蓝小兰性格娇满 哪惊得起我挑衅呢 小妹妹一挑小嘴被欲揭 蓝小兰嘛 谁怕谁啊 随后端起酒微影而尽 那杯酒喝完蓝小兰的心思 就一直在自己兜里了 我看她那只无处暗放的右手 故意问道 哎 蓝蓝 你这兜里是不是藏着什么宝贝啊 那老想摸两枪啊 啥好东西啊 拿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 我哪有啥宝贝啊 就是 就是 就是我们女人的东西呗 怎么 这你都要看啊 女性用品 那我就不看了 不过你还在饭桌上呢 那只手又不能老去碰个用品呢 是不是有点别扭 有点没礼貌啊 蓝小兰斜了我一眼 终于将手拿了出来 哎 行吧行吧 事可真多 我微微一笑 再次给她倒满了酒 刚开始还想给自己下骨的意识 可随着酒精占据了高地 蓝小兰思维就完全不受控制了 主导她意识的 就变成了酒精 在我密切的观照之下 蓝小兰开始拥有了 所有醉酒者的症状 开始大声笑 吹牛逼 瞪眼睛 要酒喝 十几分钟蓝小兰就壮烈的趴在桌子上 不想人湿了 我晃了晃蓝小兰的胳膊 看她毫无距异 才拿出手机拍了个照 各位今天做个见证啊 蓝小兰这是给自己喝趴下来 日后她要再吹牛 说倒在她酒杯下的男人 比她倒在她十路区下的男人还要多 就把这个照片发给她看啊 圆中厚度 嘿 安飞兄弟 你这怎么做到了 这些十日以来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蓝蓝被灌醉 以往都是她把别人灌趴下 论喝酒还得看你们呢 她为什么这么能喝你会不知道 哼 真不知道 她也不告诉我们 猴子 你取了个忠厚的名 个心仰的个名字不符 不过也难怪 金灵圆着吗 对不对 你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老兄心里比我还清楚吧 我 我不清楚 那我提醒你一下 我就问你一句啊 你是不是暗恋我呀 对 我 我 我性体像挺正常的 就算他不正常 也不能找你这么瘦的 怎么得找个肌肉猛男 既然你不暗恋我 你为啥大半夜 老跟着偷窥我呢 难不成你另有所谋 这 这兄弟 这 你 哎 袁忠厚听完这话 没再继续跟进 他抬头看了看其他人 垂下头低声道 但我告诉你 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一样 那行 那你先给我找个合理的理由 你最好现在组织一下语言 努力编一下 尽量别让我找出 有什么不妥的地儿 说着我站起身 先把那小罪鬼弄回去吧 走 我们送他回去吧 你们都是男人不方便 一直莫不作声的 莫清秋也站起来了 那我们也跟着回去就好了 我们几个在同一个酒店 好 那行 那你们几个先走 我跟师兄 还有他们几个聊一会儿啊 长流水一看 我要走 也要跟着我离开 被霍仙连哄带骗留下来了 我也算如释重负 和三大家族一起离开 到了山庄门口 碰上那山庄老板 老板 你们走廊那柱子 是用泡沫做的 要不就是一些低烈料做的 怎么不斤打呀 嘿 小兄弟 那是用上好的秋木所致啊 那木材密度极大 韧性极好 奇异不会变形了 乃是制作家具的上好材料 你竟说我那是劣质木材 我多远 行 再见啊 记得找里边那个略仙 年轻点的小老头赔钱 他不差钱啊 我们将蓝小蓝带回了酒店 把他送回了房间 男女有别我就没进去 秦主则是去里边安置您蓝小蓝 我刚点了一支烟 旁边房间的员中后就走了出来 我无聊了 俩大老爷们钻酒店 容易让人瞎想 有啥话在这说 也没人听 你怕啥呢 我的确是跟踪你了 只是没有想到你能发现我 发现你 要不是当时有他们两辆车 给我撞飞 我甚至都能把你抓住了 你信不信 阿飞 想抓我没那么容易 你能认出我来 算是你的本事 我懒得跟你争论这问题 你也别废话了 猴子 油皮放 别给憋坏心脏了 你别把那心脏憋坏了 说吧 你到底为什么跟踪我 好了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不讲的第 946章 感谢收听 第947章 三不踏验 我那些事也不知道跟踪你 我只想关注一下你的动态而已 别装了 你那也不是第一次跟踪我了 非得让我把你那户揭穿 你才死心 那好 我不跟你绕啊 早在你们几人在我碰面之前 其实你就身在无流了 对吧 我之前就感觉有人跟踪我 那人身法水平极高 在我知晓之后 就只有你原中后 不过你要是否认 那也无妨 行 那咱就长过来会 你猜的没错 我在与你碰面之前就在无流了 确实关注过你 没想到你那时候就注意到了 佩服佩服 啥时候还在给我装逼呢 什么事啊 你信不信你再给我十次 一样我能发现你 猴子 咱能不能扁持的没用的 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说你的目的何在 那非 其实我敢跟你这么了解 说明心里面没鬼 你说对不对 卧槽你怎么这么啰嗦的 你说不说啊 你不说我他还不乐意听着呢 兴得咋这么急 跟个小钢炮似的 唉 我跟踪你 只想看一下你的行踪 看看抓雨王墓会在哪里 可是我跟踪你那几次 你都没有离开无流 后来我就作罢 不再跟踪了 你是被我发现了 才不再跟踪的吧 抓雨王墓 看来你们果真是被 叶元那家伙忽悠来的 叶元 那是谁啊 没听说过 你没听说过就对了 你只要知道啊 你们之所以能过来 都是拜叶元所赐 说吧 他们忽悠你什么了 是说抓雨王墓 有什么宝贝了吗 我们对金财宝没兴趣 我只是听江湖中早已失传的 清空绝学 三部踏焰就藏在 抓雨王墓中 那才决定要一探究竟 我靠 光听着名字就觉得牛逼啊 大哥 你咋那么好忽悠呢 编个名你就把你引来了 不不不 那三部踏焰 自我起来就有奇妙的功法 相传有两千年前就有了 并非是随口胡舟 好好 我姑且先信你啊 蓝小兰 莫青秋呢 蓝小兰是为了一本 万古秘书的秘籍来的 据说是那本书 就能获得阳古之处成秘法 而莫青秋自然是为了 默结机关术的 相传有一本叫 宫山破水术的流传下来 但从未见过其痕迹 得了这个消息之后 我们三大家族一起联系河先生 这才齐聚一次的 你们难道就不好奇吗 为什么你们会在同一个时间 来到这呢 这不明摆着 把你们弄过来的吗 我们也想过 这事的确蹊跷 不过 对我们的吸引力 那几本秘籍太大 我们就算龙团虎穴 也得闯一闯 这只是我们一起行动的原因 我们四方合作 若是得到三部踏焰 别交给我 若是得到万古秘书 就交给兰来 若是得到公山破水术 就交给青秋 老霍头呢 他想得到什么呀 上当面听说 霍先生说 他没有接到过这样的消息 而且他自己无侮无求 一心只想念太极 我们三人商量好了 到时候若是发现 有内狗怪的秘籍 就交给霍先生 妈的 这老狗日子 当时是心机表 他说的 还有没有什么后招呢 是不是有其他高手隐藏 在暗流涌灯的 无流失呢 夜圆 这个老鼻灯 想得着 我突然生起了 一股不祥的预感 看我不说话 云中后拍了拍 我的肩膀 阿飞 你别生气 真的 我对你没恶意 对那些金银财宝 也不感兴趣 我们四大家族里 人都不欠钱 我们只是拿到一本 对自己家族 有利的秘籍罢了 猴子 你说的这些话 我可以信 也可以不信 我暂时可以选择相信你 但在后边的路上 你们若是做出一些 不靠谱的行为 我一样会把你们当敌人 今天我的议长 你看到了 你试想一下 那长若是拍在你身上 你们村里吃席的时候 会上几个胎 阿飞 你放心 我们听霍先生讲了 你带领武林盟高手 打对小鬼子的事 我们四大家族 都是响当当的 爱国护国之家 只要是有外敌来亲 我们四大家族 愿意手当其冲 第一个冲向敌人 行 咱们既然都交了底了 那就算是革命战友 马上你们要加入 我铁锤门 尽管是为了霍先生计划 暂时加入 但我希望你们也要配合我 别让我感受到 你们在拆我的台 那样我可能会想 看看你们金灵那边 吃席是几个菜 菜品味道怎么样 兄弟 革命战友 团结就是力量 就是那个 你放心吧 届时若是真发现 你们有所需要的武功秘籍 我一定分给你们 但是这也要看 你们之前的表现 比如之前做错事的 那我可就保证不了了 反正想要那秘籍的人多了 猴子你说对吧 秀呢 啊 不对 掌门请放心 我猴子绝对按照掌门的情势 绝对不会做出 有辱师门 有辱国门的事 那你该干啥干啥去吧 对了 蓝小蓝喝醉了 你们半夜可别浅金占便宜啊 不然我饶不了你 哎呦 我们有色心没色胆 谁敢找惹他们的 等于自杀 蓝蓝山上好像有给自己下的骨 据他说 如果有人胆敢占他便宜 那骨呢 便会自动钻进侵犯者的身体里 七天之内 会让侵犯者饱数折磨 变成一具干尸 死得比恐怖电影都惨 我靠 就这丫头谁敢娶啊 花音未落呢 清楚走了出来 他一边关门一边说 蓝蓝的骨 当然不会反噬自己了 所以你们这些男人啊 还是不要想着赚人便宜 万一碰上蓝蓝这么厉害的女孩啊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就是 猴子你可记好了 女人不能惹 容易死啊 蓝蓝没事了 那咱走 我给她喂了解酒药 床头柜也放了矿泉水 估计 在睡上两个小时 起来喝冰水就没事了 你说你也真是的 怎么就非得把蓝蓝给灌倒不行啊 喝醉了多难受啊 没办法 无论是谁啊 人总要为自己吹的牛逼付出代价 也得总在代价中快速成长 你没看出来吗 我这是给她拔苗助长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播讲的第947章 感谢收听 第948章 我来教你功夫 在秦主要力的加持下 蓝小蓝很快就行了 我们刚回到自己家 蓝小蓝就发了消息了 这回算你狠 阿飞你给我等着 我早晚要把你灌趴下 你弄起来算我是狗的那种 哼 我给她回了个笑点 行啊 你只要别找那些小虫帮忙 你随便喝呀 蓝小蓝这次没回 我呵呵一笑 呛小样 不收拾你一顿你就不知道 马王爷长着第三只眼 回去睡了一宿啊 四日早上五点钟 就被一阵敲门声给弄醒了 这七月五点虽然已经是天色大亮 可在这个时间点打扰别人睡觉 真是一阵非常没品的事 哎 这么没品的行为 只有叶寒和大灯这种货能办出来了 可是大灯被我发配到自己家别墅里去练流风步 叶寒他不会这么早的起来敲我窗 在我没打个招呼前提下来应该不会回来呀 估计老师身后打炮打饿了 还我去喝豆腐脑 我提上裤子 从卧室走出去 怒气冲冲冲冲门口喊 畅大爷 是不是想吃老子一记玄天宫啊 等我打开门 不仅他妈愣住了 外边是一个干巴小老头 他捋了自己的山羊胡笑了 贤弟啊 这个你醒了 这么大人大人 怎么有起床气呢 我瞅 长流水 我目光呆滞 站在那儿 搞不明白这些老头 为啥这么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了呢 长流水的目光突然直线下降 从我的脑子转移到我只穿的内裤的胯下 不仅发出一声赞叹 哎呦贤弟啊 年轻就是好啊 大清早就一度晴天 看起来甚为壮观 于兄自七十岁起就不能如此了 想起来也非常之怀念 我连忙拉过门去挡上点 露出了个脑袋 哎嘿嘿 大哥你有啥事啊 你要么这么早敲门 我还以为是那老生口呢 大哥你不要误会啊 我不是说你是老生口 我是说另一个人 没事 贤弟我来找你玩 我瞅大哥 你确定大清早五点去别人家玩吗 哎呦 一日不见如隔三七五啊 玉兄实在是太过想念于贤弟 激动的一宿没睡 谈着师弟要了你的地址才跑来的 大哥 我们昨天才认识 哎呀 两人只要志同道合心有灵气 相识片刻也是如相识百年 贤弟 不瞒你说呀 我一见你就觉得非常亲切 上辈子可能我们是两口子呀 弟哥 你弟妹还没起床呢 我就不请你进屋了 你先去楼下早餐摊那儿喝碗豆腐脑 我进去穿上衣服去找你行不行啊 哎呦 贤弟说啥是啥 玉兄在下边等你 你要快点啊 长流手术完脚下登登登登就走了 看他那个背影又完全不像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啊 我被他那几句话给闹得我的肚子都疼了 卫生间里蹲了好一会儿啊 这老头说话比老义还不靠谱呢 跟我扯上两口子了 那么喜书来回去穿衣服 秦主那睡眼惺忪坐下呢 迷迷糊糊问我是谁 大青老乔门 当听到是长流水呢 秦主继续躺了回去 用慵懒的声音笑着对我说 听我爸说呀 长老爷子非常的个性 性格就像个小孩一样 这次呀 可是够你喝一壶的了 女人最性感的时刻之一啊 便是在发出这种慵懒声线的时候 我裤子还没提完 就跑过去捧起他的脸 叭叭叭亲了好几十下 这给秦主亲的瞪到了眼睛 哎呀你真埋态 满脸都是口水 该谁让你这么狗魂的 要不是我大哥他媳妇等我合佛斗脑 说啥我就带你晨练一把 让你飞入酒消 那你来啊 哎呀我操你还敢挑衅我 你以为我给你闹呢 我做事要把裤子脱了 嘘嘘嘘别得瑟了 你赶紧去吧 老爷子都快八十了 别让人等着你 怎么跟头狼似的 好的没杨娘 等我挥他狼下去 换豆腐脑回来再收拾你 你滚 流氓 在秦主的娇和声 我呵呵一笑 穿着T恤走出了房门 好在呢 五点来一钟还算凉味 喝了个豆腐脑比较舒坦 这要是到了八点多 太阳悬挂 别说喝豆腐了 矿泉水都没多烫嘴啊 之所以没去利剑那吃呢 是因为长柳水还算不错熟悉 他又是心知口怪的 万一在利剑那说出一些不靠谱的话 显得有点尴尬 长柳水看见我过去了 连忙给我打招 哎呦这理由条豆腐脑还不赖 哎呀 原地一来快来尝一尝 大哥 您尽管吃 我在这呢都好几年了 跟老板都快成亲戚了 老板听我叫这老头大哥笑了 哎 阿飞 你背这么大 跟这位老大爷称大哥 我还没回呢 长柳水去接茬了 哎呀 啥亲戚不亲戚 我们俩是结拜兄弟 我是他人兄 他是我人弟 老板面色无外 哎呀 得了 反正阿辉是名的朋友 总是奇奇怪怪的 长柳水也不生气 哎呀 奇奇怪怪好啊 三俗四套不就没意思了吗 扎你的油条去吧 扎不好吃 我可不给钱呢 老板笑了笑不再说话 转个头干活去了 你别看长柳水干不瘦 饭量不小 喝了碗豆腦 干掉八根油条 比一般小伙子都能吃啊 我吃完擦了擦嘴 打了个宝格 哎 大哥 饭量可以啊 平时你也这么能吃 那当然了呀 这玩意还用装吗 我们赶身练功销 厉害的时候 十几根那都是小意思 就那小笼包 一顿最少来两笼 那你这等于白吃了 你看你的身边 吃起来风风火火的 吃完一点的营养不良 咋不长肉呢 你不也一样不长肉吗 咱俩能一样吗 我这婚时上下都是腱子肉 你是皮包骨头了 而且我年轻力壮的 一天到晚也闲不住 消耗比较重 而肯定还长不了肉 不过据说男人都是结婚以后 才发福的 我以为呢 我为了不发福 到现在都没领证了 咋不一样呢 闲力你消耗重 鱼兄消耗也很大呀 鱼兄每天要练五个小时以上的功 吃又少照样消耗 说到练功 鱼兄来找你 你知道有何贵干吗 你不是来找玩的吗 你又不幼稚 咱俩有啥好玩的 我是来教你功夫的 行行行 我幼稚 大哥你确定你想教我功夫 那当然了 我常流水 从来不玩虚的 那你想教我点啥呢 废话 当然是菜籍了 别的我也不会教你 我听我师弟说的你一些经历 才明白你昨天为什么能打出 惊天动地气鬼神的一场 可是吧 即便你内气如此之屌 在拳头礼法上面依旧不行 我们不用内气 只用肉身力量 你敢不敢跟我打一场呢 那有啥不敢的 来 好了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播讲的第948章 去之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分解 第949章 神宁之力 大哥 你医保交了多少年 欺满了吗 咋着 你住这么确信 我打不过你 倒也不是 我只是感觉您都快八十了 万一再伤了筋骨 那就麻烦了 有医保在医院里躺几个月 倒也无碍 贤弟啊 你也太瞧不起你大哥了 走走走走走 今天于兄让你尝尝 什么叫做宝照未老 什么叫做一束梨花压海糖 那啥这个词让你用的啊 人家那写老头取娇妻 那才叫一束梨花压海糖呢 管他玩啥时候用的 于兄只要表达的就是老当义壮的意思 走走走 找地儿琢磨琢磨 付了钱带着长久水 去了东边的沿河公园 我之前在那练过工 知道那地方有几处偏僻的角落 非常适合 到了公园呢 最南端有一块草坪 还算平整 到了地儿我就找了个树枝 默不作声呢 将那几块卫生纸挑了出去 长流水看了之后好奇了 咋的有人在这里拉屎吗 你看地儿有屎吗 没有 我知道了 有女人过来尿尿 女人尿尿是需要指的 大哥你懂的可真多呀 我将那树枝扔在一边 你就没想过 那边几十米就是公厕 为啥要顶着被蚊子咬屁股的风险 来这尿尿呢 也是啊 这不太合理 那这些卫生纸是干嘛用着呢 擦鼻涕用的 来不大哥 这问题对你来说有代沟 你就别研究了 哎呀 现在年轻人身体真是太差了 这七月的小天也感冒 感冒就感冒 还得来河边吹风 岂不越吹越流鼻涕 难怪地上有那么多卫生纸啊 长流水一边惋惜一边做出来热身运动 大哥咱们怎么比 你说规则 没规则 用拳脚都行 但是只要用身体力量 不能用内气啊 我内气水平比你差很多 打不过你 跟你若玩指板身体 那你恐怕不行 行 就依你 来吧 简单热武身 站在了草坪中央 长流水也站在了我的对面 右掌在前 左掌在后 与霍先生的站姿并无区别 唯有意显媚一下自己在霍尸太极拳上的造诣 脚下两个大摆钟向前 身体就送出去了 撞向长流水的肩膀 我这一下没敢发太发力 因为我实在搞不清楚他什么水平啊 三秒过后 我就非常庆幸自己没有发全力 因为我惊奇的发现 在我撞到他肩膀的一瞬间 他的肩膀剑如同雾一般 让我撞了个空 整个身体也往那个方向冲了出去 与此同时啊 也不见这大哥有什么动作 我的左胯就被人撞了一下 猛被扑了出去 得亏我没发全力 不然这一下我真收不住 我脚去连忙扑出去三四步才稳住了根界 我扭过头惊讶的看着长流水 兄弟啊 你跟我师弟学的太急也倒是不错 但练的太少 领悟的也太少 来再来 行 大哥 我刚才那是怕你受伤 没敢使全力 既然大哥这么屌 那我就不客气了 来 接招 来来来 尽管使全力 长流水是满是从容和自信 我这次不再试探了 直接与他展开了近身搏斗 有了上次我与陈成峰比拼的经验 我知道 与这等太极高手比拼呢 一定要时刻留余地 否则很容易被他一招致死 于是我便也展开了太极的缠丝力 与长流水拧在了一起 俩人如同两带贴在一起的不倒翁 你来我收 你收我进 但我总感觉他的身体像一张纸片子似的 让我永远无法找到着力点 只能跟随他的力量去走 还不错 学了两年就大达这个境界了 也算是万里挑逸的恋物奇才 不过也就仅仅如此 现在照我了 我此时正用腰往的身上靠呢 听到所言心里一惊 难道他还没开始吗 这个念头刚刚缠身 我就突然觉得自己腰下一紧 像是被人用撬棍给顶了 脚下没有根 紧接着长流水轻描淡写的反鼠一撑 我便直接横飞摔了个狗吃屎啊 若是用内气 长流水肯定撑不过我 可在完全靠肉体机能的前提下 我像一个玩偶似的 被这么一个干巴兽老头就直接摔出去了 我操大哥 你可以啊 我怎么没看你发力呢 你怎么就给我打飞了呢 一有太极 始生两意 两意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五行八卦有多少力量 太极便有多少 贤弟 太极可不仅仅是一门拳法 一门武功 其中的玄通让人受用众生 你是不是以为自己的太极拳练的也可以啊 但是你给我碰一块像个小孩子 对不对啊 不行 刚才那肯定是巧了 咱们再来 好 我就喜欢你贤弟这副拽拽的样子啊 三分钟之后我又被扔出去了 我终于灰涂涂脸坐地上了 乖乖望着眼前的看起来干疆一个小老头 贤弟怎么样 爽不爽啊 我站起了身 拍了拍身上的杂草灰尘正正的 啥玩儿 大哥 我们都感觉你现在没骨头之呢 完全找不到着力点呢 那肯定啊 我若是让你寻着着力点 岂不是就能打我了 太极就是如此 你不是强壮吗 你不是力量大吗 你再强壤也得总要力量着陆 才能打出伤害吧 我那偏偏就不让你有力量安处 并且最终能为我所用 然后变成甩出你自己的力量 我听霍先生对我讲过 太极拳的四个阶段 最强的就是第四阶段 神宁之力 莫非大哥已经达到神宁之力的境界 贤弟还知道神宁之力啊 哎 不过我要告诉你 我虽然已经在第三阶段的棉花里沉溅已久 可始终没能突破 获得第四阶段的神宁之力啊 大哥意思说 我输给的还是你的棉花里 没错 我现在达到了随处可作棉花的境界 也就是说 无论你想怎么打 都会打在一团棉花上 完全不做痕迹 但神宁之力乃是接触化解力道的江河 接触就是并发力量的湖海 那是一种随心所欲般的存在 我现在啊 只能让自己的身体各处化解力道 却不能做到随处都能禀发力量 更加不能随心所欲 想达到神宁之力 必须是那种万中无一的恋恶奇才 我这辈子啊 没戏 其实啊 古往今来也无几人能做到 我们所熟悉的也就只有武当派开山祖师 张三丰 张真人了 哎 大哥 我前阵子曾经跟一个太极高手干过一家 他应该也是达到了棉花地的境界 看起来比你差多了 先帝有所不知啊 太极之道波大精深 即便是这棉花里也要分出许多个等级 比如说 有些人在腰间练出来了 有些人在手臂练出来了 人体构造复杂 自然要分为许多的等级了呀 哦 我明白了 也就是说大哥你浑身上下都是软软的 如同棉花一样对吧 对 哎哎不对不对不对 有一个地方到啥时候都不能软的像棉花是这样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第949章 感谢收听 第950章 有洁境可走吗 长流水笑嘻嘻的问我 天地啥样 大哥功力啥样 还行 有点牛逼 大哥你这么厉害 你怎么让慧先生做盟主呢 他应该干不过你才对 哎呀 那盟主有啥可做的呀 妈这天天一堆破事 还得带一堆傻子玩 我才懒得住呢 有那时间 老夫游山玩水 寻找一些隐士高手过招 岂不快灾呀 沿途万一有什么艳遇呢 那就更快灾了 我说大哥你可以啊 这岁数你还盼着艳遇呢 咋的 看不起我们老年人呢 哪个告诉你爱情 只能在年轻人身上发生啊 黄昏恋那也是恋 再说你看你大哥的记者这心态 难道不找老太太稀罕吗 赵 你肯定赵啊 老太太就稀罕你这种 又帅气又会吹牛逼的呀 嘿嘿嘿 哎呀 先弟呀 我果然没看错你呀 你这是啥话都敢说 连我师弟都不敢这么评价我 好急了呀 就在去年 我去了丽江古城 凤凰古城 双廊古镇 西唐古镇 城珠 秦里 乌镇 哎哎大哥大哥 如果我没记错 你去这几个地方 好像都是著名的艳遇高发地 你确定是出去游山玩水 便往高手的 我怎么看你出去寻欢作乐的呢 隐于民间的高手 那是无处不在呀 既然无处不在说明这些地方也有 我为啥不能去呢 两不耽误啊 一边寻访高手 一边碰艳遇 大哥 您在这些地方找到几个高手 零 那你遇到了多少老太太 七个 卧槽 那不还是去循环作乐了吗 我本来以为大哥你很单纯的 没想到你还是情场老手啊 之前换你一生老身后也不亏啊 贤弟啊 我都快八十了 啥事没经历过呀 当然了 我心性还是很单纯的 就是身体里不算很单纯 都是把年纪了 我当然要及时行乐了 不然等他们进棺材了 我想行乐 就只能找阎王爷乐呵乐呵了 难以想象啊 人到七八十岁 竟然还可以寻欢作乐 啥了贤弟 你鄙视我 不是 大哥 真心的羡慕 哎呀 男人嘛 男人就是要骚起来 啥时候都要如此 贤弟 不过你也不要误会呀 我不是烂玩的 每一个老太太 我都付出真心 大哥玩的可是爱情啊 大哥 你玩的老太太 啊 不对 你玩的爱情 人家老伴都同意吗 贤弟 于兄可不是那样的人啊 我找的都是老伴 已经挂了的 独屈老太太 我这种心地善良的老头 怎么会破坏别人家庭 哎 你这扎品不错啊 你还知道有底线 你不像那个老生苦 毫无扎品可言 啥叫扎品 扎男品质 简称扎品 有些扎男呢 只和和一些单身女性 算是有点扎品 但有一些扎男的 不管单身与否 也不管人家是不是有家庭啊 上去就祸祸 这种就是毫无扎品的可言啊 贤弟 你这是在骂我扎男 长流手认真想了想 没等我说话都会笑了 嘿嘿呀 扎男就扎男吧呀 在你们年轻人的字典里 扎男不都快成报义词了吗 对不对 那他妈是在扎男字典里 大哥 你不用解释了 你要是不扎 你怎么会一年跟七个老太太谈恋爱呢 难道你这一年就拥有了七段爱情吗 那咋着 不知道我们老年人经历差 记忆力差吗 我们的爱情来的快 他妈忘的也很快呀 我倒是没事 但有些老太太就容易忘啊 在凤凰古城 邂逅了一个非常有气质的老太太 第一天我俩相谈甚婚 她都请我吃血糕了 可第二天一见面 她又把我忘了 后来我才知道 她有老年见忘症 那怎么办呢 再换个老太太 那没有 再追一次 她是忘了我是谁 但是我知道自己喜欢啥样呢 第二天我又追上了 但到了第三天 她又把我忘了 就这样 我反反复复追了十几天 每天追一次 每次都能追上 你别说爱他妈 挺有意思的 后来在我亲了他一口之后 完成任务就离开了 大哥 你就只亲了一口 不然呢 也没什么 就是大哥 你就是这么循环作乐的吗 废话 不然还能咋呢 都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 还能跟你们年轻一样 翻圆覆雨的在床上鼓掠吗 那不能够了 我倒是行 可老太太们折腾不动了 万一搞不出人命来 我如何对得起他们的儿女子孙呢 听到这儿 茶流水又笑了笑 贤弟啊 你有所不知啊 所以这岁数大了 人的欲望就越来越低了 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 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身体欲望了 当然 有些老头还是很亢奋的 但是我这种练太极衣的 早就将欲望摁在了脚底下 不然我的身体哪能这么屌 所以你追求的 当真实爱情 那还有假吗 我跟老太太们 也仅限于牵牵小手 亲亲小脸 最后走的时候拥抱一下 那大哥你的境界当真是高啊 小弟只能仰望啊 佩服 佩服啊 贤弟啊 你还小啊 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 就明白什么才是我们此生 最值得追求的了 是老太太呀 一个不够得亲一个呀 你看你还年轻啊 算了算了 不了这些 聊太极啊 怎么样 想不想获得我这种棉花力呀 那当然了 只不过这晚上也不能硬速成啊 他们不是说这个练太极 十年不出门 练到你这个棉花力 怎么也得三五十年吧 在不同人眼里的确实 但是我告诉你啊 我五十岁才开始练太极 那您不过二十年了 是啊 不然我怎么会跟你老丈人 成为师兄弟呢 说起来师弟比我练的太极 还久一些 他之前有过基础 而我零基础 在那之前我都没练过 我一琢磨也对啊 霍老头刚六十岁 长流水都快八十了 俩人年龄跨度确实有点大呀 本以为长流水学的时间要远远长 就霍先生 没想到恰恰相反 我眼珠转了一圈 大哥 你的意思是莫非练太极 有捷径可走 贤弟 一看你就是万里挑一的练武器材 脑子转的也这么快 没错 世间万物都有捷径可走 这么厉害 我咋不信呢 我是万里挑一 我没察觉着有捷径 你是咋发现的 因为俞兄是十万里挑一 比你多一个零 大哥你别说牛逼 你是不是有捷径你得教教我才知道 来来来 贤弟我先让你感受一下棉花力啊 我将信将一将手递给他 他一边拉过去随后屈指在我双臂双腰啊 还有对侧双腿连着点了十几处位置 我点的这些位置你都记住了吗 马马虎虎 能记得差不多了 咋了大哥 点虚大法 长流水四周看了 敢突然拉着我来到旁边的小树林 一块大石头上 伸手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来 用笔画了个小人 依次在小人身上点了十几个点 我盯进一看 那就是刚才在我身上点出的那些 随后他又掏出一个小尺子来 在那些连接上 有的是两个点呢 连一条线 有的是三个点四个点 就这个画画的我似曾相识啊 那不是中学物理的力学图展示吗 我愣在那问呢 大哥 你在练太极之前到底是干啥的呀 中学高级物理老师 带过奥数班那种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第950章 感谢各位的收听 第951章 物理学之道 在看到长流水熟练的画出那些力学图的时候 我就隐约一种奇妙的感觉 我这大哥之所以这么牛逼 凭借着就可能是物理学 果不其然啊 长流水练武之前竟然是一个高级的中学物理教师 我并没对他说这个身份产生怀疑 只在世界观的一个碰巧创机之下 让我有一些愣神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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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老师都是我们过去的身份了 现在我只是一个醉情于山水 痴情于太极的逍遥客罢了 当然了 也是你的好大哥呀 不好意思 大哥 有点入戏 不过你这么高的教学水平不去传道授业 岂不是有点趋财了呀 唉 教了大半辈子书啊 早就教腻了呀 而且我只要不下去 年轻教师永远就上不来 我下去了他们才好施展卷鸟啊 再说了 教物理那活啊 我柳师能找出几百个做到的 可是能把太极跟物理联合一起 并用所突破的 可能只我一个了 众人皆可为之事 搞起来没有鸡毛意思 一于胸将做别人做不到的 做别人做不了的事 行 大哥 你装起逼里 比网上那些剑盘家里也多了 那就说明 你当时是先发明了太极物理 互有联动 再去辞职 对不对 那是当然了 一个人某个兴趣点的灭亡 肯定是因为其他的兴趣点的崛起啊 太极就是我当时的兴趣崛起所带 自从接触太极 我才感觉啊 自己毕生之所学终于有了永无之地啊 贤弟 蒋镇呢 我是从那一天起才重新活过来的 先前的五十多年呢 我都已经死了 大哥 你是打算教我哲学呢 还是打算教我太极 不好意思 跑题了 来来来 下面我给你讲解一下这几十个力道 啊 几十个力道啊 对啊 这些个点呢 是我要传授给你的每一个阶段的内容 这几十个点呢 通过组合 还有排序 可以组成几十种力道 每种力道都可以控制不同的位置 进行收缩或者外放啊 你看啊 这四个点连起来 就形成了杠杆之力 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四两拨千斤 其实四两拨千斤呢 就是杠杆原理啊 这几个杠杆啊 区别就是动力啊 动手臂啊 阻力啊 阻力臂的组合问题啊 你看啊 假设你的手肘到手腕距离是L1 手肘到肩膀的距离是L2 要想形成杠杆力 是不是要满足 听到这儿 我彻底就傻了呀 我感觉长流水对自己的总结不到位 他并没有从物理中走出来 也没有从老师中走出来 他现在给我的感觉 明明就是我的物理老师啊 好在我中学物理足够好 怎么着也是班级里边 学霸级的存在 听起来没那么费劲 非但如此 反倒越听越有意思 听到后边 我甚至开始跟他们产生激烈的交流 我原本以为太极只是太极 物理只是物理呢 却不曾想到这两者之间 还有如此的玄妙的关联呢 长流水的李洛们的一蹴 太极那些巧妙的力道 其实都可以通过物理学来进行解释 而物理学的弘扬之道 太极也可以包容 王晓了说啊 这些技巧的杠杆原理 符合太极的章持之道 王大了说 那些量子学 阿因斯坦相对论 也完全符合太极哲学 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 吉凶生大业 可以说呢 太极容纳了宇宙万物之理 不知不觉 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 我们连午饭都没吃 竟也毫无饥饿之感 一方面是因为早餐吃的有多了 另一方面是我们绝大数时间 都在趴在石头上面画线 写公事 直到傍晚呢 秦楚打电话 我才意识到过去一天了 当时我就想啊 高中的时候 如果有这样的物理老师 我怎么着也能在物理学奥赛中 拿了小排排 被保送清北呀 我告诉清楚 正学物理呢 暂时先不回去了 让他自己呢 找小伙子来 他们吃点饭 我和大哥在深入探讨一些物理学 白天探讨的都是理论 尚且未经实践 所以晚上就实战了 我和长流水刚开始对练 动作还有些缓慢 可随着我们俩人越练越熟 越练越熟 你还真别说啊 以前练太极 满脑子都是什么天南日月太极 现在练起来满脑子 都是物理工事啊 就这样 我们连续打了三四个小时 直到晚上九点 结束这一天的训练 好在我中途跑去买了几瓶水 和一包回地上 垫满了一点 不然这天气 打着几小时容易脱水啊 这时候和长流水的体能差距 就表现出来了 我虽然未动内气 可体内内气和灵气 却在自动被动的给予我保护 它就不行了 长流水的身体 在这个年龄段 绝对是天花板的存在 可如此一天 也累着面色发黄啊 我微微于笑 让长流水坐在树下石头上 大哥 你帮我练功 我帮你恢复一下元气 哎呦 贤弟还有这种本事啊 我虽然呢 也跟一些研究气道的专家 交流过 可他们只能传给我一些 养心心法 并不能以人之气 为自己复元气啊 我没说话 伸手在长流水的大锥穴上 瞬间启动我的大脊部长 在手掌发烫的同时 我的内气 缓缓的推了过去 糖流水 瞪大了双眼 惊讶道 贤弟 真乃 牛逼人也 哎 你是怎么做到的啊 你刚才把手掌 放在我大锥上 就如同有爱条 放在那儿 但这感觉 比爱条舒服得多 最关键是 只有这几分钟 就将我耗寸的元气恢复了 我此刻感觉 体内气血充盈 就像是 深度睡了一夜呀 大哥 实不相瞒 此乃我家传绝学 大吉巴掌 是一种可以传气的掌法 以后大哥要是熬夜 可以来找我 分分钟帮你恢复元气 但是频率可能不太高 形成习惯对你不利 贤弟 我说什么也得对着 你这大吉巴掌 不是大吉巴掌 来 再砸两个小时 大哥 今天到头结束 我得找我女朋友去了 你也去找你的老太太吧 哎呀 这大晚上的老太太们能睡觉了 她们不能熬夜呀 我这岁数六七点 就准备睡觉了 那去找年轻妹子呀 红粉 骷髅 红颜 活水呀 于兄还想多活两年 哎呀 罢了罢了 这也不早了 一起吃个晚饭吧 吃完饭我去往爸上网 啊 上网 大哥你上网去刷抗日剧吗 刷什么抗日剧 当然是玩英雄联盟了 我说大哥 你是认真的吗 当然了贤弟 我小炮贼猛 把把飞 马上就要上钻石了 我其实并不喜欢玩游戏的 只是要靠游戏来维持 我的反应能力和专注力呀 大哥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我现在的感受 就送你俩子 是真的吗 牛逼呀 都没有你不会的是吧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第951章 感谢收听 第952章 武杀 人啊 无论到了多大年纪 都应该保持一颗年轻有力的心态 越是走上岁数呢 就越不应该向同龄人看齐 等我老了呀 就要追随本心 活着通透 坚决不能做人云一云的糟老头子 中国式老人是这样的 有些人明明想去打个球啊 可看他差不多的老人都在下象棋遛狗 那也就下象棋遛狗了 明明想穿黑衣连衣裙 看到林家老太太都在穿碎花绸缎衣 便也穿上他们的衣裳 明明想跟年轻人一样打个游戏 可看身边老人都得练着 那么养气功啊 跳个广场舞啊 也就随他们去了 不知不觉中啊 这些人便在水波逐流中老去了 人的身体老化并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 心都老了 和长流水呢 交了我一天物理 请他吃顿饭还是有必要的 我给秦主打了电话 学问他要不要一起啊 毕竟把他练在家也一天了 秦主说正好 他跟小火柴也是刚准备吃饭 二双还是炒菜 让我们赶紧过去吗 我也没客气 和长流水直接来到二双和丽姐 合作起那个烟火人家 赶到的时候呢 二双炒好的四个菜 看到我的出现 他非常高兴的跑出来跟我打招呼 师傅你来了 这位老人家是 难不成是您师傅 我施工 放你骂的屁 我是他大哥 你这老汤怎么还骂人呢 我想骂就骂 怎么别说是你了 就你师傅我都能骂 如何骂不得你 二双气的一瞪眼 偏偏又不敢怎么着 手里拿着个大勺 比比哗哗的 要不是看年纪大 我一大掌勺给你弄脑瓜 你敲个大刀 祝你啊 跟你仨大勺 你能敲掉我一根头发 我都算你厉害 二双你有点不服气 师傅 他到底什么人 这么羞张 你想试试吗 不想 他这么大年纪 万一把他打伤了 再讹我个轻家万肯 本来我就没什么家产 再被他讹底下 我这日子还没法过来 没关系 为师给你打宝票 真打出问题来 为师给你兜着 你就能往死里削他 师傅 你别管一下 他能扛住我一拳吗 你试试 不行 我不敢 一旁的秦主发话了 二双 你尽管是 师母发话呢 肯定靠谱 我相信师母 我靠你小子开始嘚瑟了 连我的话都不信了 师傅 相对我而言 我就让师母坑靠谱 二双将大勺放进了厨房 调整完这老爷子 我再继续炒菜啊 长流水站在那儿呢 一脸的云淡风轻啊 对二双视若无睹 二双虽然减肥成功 可毕竟那体格在那摆着呢 是个标准的山东大汉 那全都跟一只碗似的 看到长流水 这他毫不在意 二双有情提示 老爷子 我可来了啊 来吧来吧 小鸡仔 练完赶紧针大勺去 别耽误你爷爷吃饭 二双生气归生气 他面对个老头也不敢发全力 试探性的伸手 摁着长流水的肩 二双看似愣头愣脑的 实则非常聪明 他没有选择正常的格斗套路 只想按住眼前老头 让老头自己认输 可在绝对实力面前呢 什么方式都是徒劳的 过了十几秒 二双就被长流水 单手摁在这椅子上 动腾不了了 长流水面不改色 二双气喘吁吁 冷汗之流 一旁的历劫 看到连忙走上前目录担忧 大爷 二双有眼不识泰山 您快放了他吧 再这样下去 他要昏过去了呀 长流群 二双的并未过节 只是借题发挥一下 此刻听到有人劝 随即松开了手 小鸡蛋啊 下次见到你长爷爷 可别乱说话 听着没 这我也没说啥 是你老三人就骂人呐 还酱嘴 这一下吓得二双 连忙往厨房里跑 不再跟这怪老头掰去了 我故意挑选二双去跟长流水 比试 目的就让二双知道 江湖中千万不能以貌取人 就算这种兽骨灵巡 看起来风一刮就倒下小老头 都有可能具备秒杀他的实力 这个小插卷呢 还让我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小惊喜 那就是理解了二双的态度啊 刚才的上前维护二双 替二双说话 像极了一个女人对老公维护的样 二双那人呢 心比较大 尽管被老头收拾一顿也没计较 反倒是给长流水单独煮了个冬瓜排骨汤 长流水的二双也是刮目相看 品尝了几口二双的菜啊 老爷子大好一高兴 行啊小鸡仔啊 打架不太行 朝菜不来呀 以后你长爷爷就是你的固定客户了 行啊长爷爷 您啥时候来都行 刚才我以为您闹着玩呢 谁知道您真是我师父的几倍大哥 不过我叫他师父 叫您爷爷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有他妈什么不合适的 你师父的老丈人还是我师弟呢 长流水不懈怒 不要拘泥那些狗屁的礼法 没有意思啊 咱搁论搁着啊 这芹菜炒得也倍儿鲜了 我跟你们说呀 就越是这样的青菜 才最能看出一个厨师的功底呀 呀哈 长爷爷是行业 费他妈话 你长爷爷去跟大厨交流厨艺的时候 你爹还穿开装裤呢 来来来 那我敬您一杯 您再多说我两句 二双一脸的求知欲 看得出这小子现在真的爱上了这份行业 或者说他是因为爱上历姐 从而爱上这个行业的 长流水呢 四处游山满水 方便九州 自然呢 也是品尝到了各地美食 此刻聊起这些菜戏也是如数家珍 二双在一旁听的是分外起劲 甚至搬着凳子坐过来 让我靠边靠口 挤在长流水旁边 自那天之后呢 长流水只要在五柳市 就把二双的烟火人家 当成自家的火房 而他每次来呢 也会把这之前听到的长流水的美食 详细的给二双讲解一遍 这俩人一个爱说 一个爱听 倒也真正成了忘年交了 二双后边的成功 也得益于长流水的帮助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值得肯定的是啊 二双手艺得到大家的认可 大家吃的是非常好啊 晚上吃完饭呢 长流水果真去了网吧 我本以为他在吹牛逼呢 过了半小时后 悄悄去网吧扫了一眼 当我看到老头屏幕上出现 喷塌Q的时候 我就惊得张大的嘴巴啊 我他妈只有在玩人机的时候 才拿过五柳 想来真是惭愧啊 长流水拿到五柳之后 队友们立刻发出一连串的溜溜溜啊 我看到长流水熟练的 在频道上打了一行字 最后坐下机操勿扰 爷爷就是这么凋 我兄弟与点嚣张 还自行爷爷 小鼻仔的 你们以为爷爷在这吹牛逼呢 你们见了我真没喊爷爷 嘿 瞧你那臭手拿五柳就装 随后长流水跟队友就开喷呐 刚拿着五柳之后被罢没了 最后被人磨拳了 输掉那一盘 气着长流水猛立拍桌子 王管 来五罐红牛 老子他妈今天要上钻石 要不上去我就上天 那一刻 我看到王管脸都下白了呀 好嘞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第952章 感谢收听 第953章 答应我一件事 长流水直到被我拖出网吧 也还在骂刚才那键盘里边那几个小鼻仔子 说他们经理之八目光短浅啥也不是 哎 大哥 你八十岁高龄的钻石排位晋级赛中他武杀 放眼全国只有大哥你一人 别说他们那些人 就连贤弟我都不是亲眼看着也不相信呢 贤弟啊 我就爱听你诚心诚意说实话啊 我不喜欢别人吹捧我 也不喜欢别人骂我 那是 咱哥俩都实在人 你家在哪 我送你回出去 两足定神 明天还得教我学物理 加太极权呢 贤弟啊 家里饮水机里都涨形态了 没法跟你泡茶了 喝盆水啊 我连孔带骗呢 才将长流水送回他家 他住的是个老旧小区 一进他家就感觉充实着一股孤独的气息啊 我接过了水 无意看了一眼 去年 大哥 你买一箱宽泉水是不是得喝一年 一箱 我去年买两瓶 当时喝半瓶 给你剩下的是那瓶 我靠 那我还是别喝了 我怕肚子里长青苔啊 大哥 看起来你是不常回的呀 四十岁就跟媳妇离婚了 一对儿女成年了 女儿远嫁湖南 十年回了一次 儿子车祸去世了 此生不得见 我又长年在外 这家回不回来有啥意思 每年只有在清明和春节回来一趟 给我儿子捎手枕 在家里睡一觉 妈的每次睡觉都会都涂脸的 嘿嘿嘿嘿 这几句话 倒进了一个男人的悲苦与孤独 然而说这话的男人 却是一个潇洒的整日 游山满水 方便九州 一年找七个老太太的逍遥客 我终于明白 长流水之所以潇洒 是因为孤独 或许每个看起来无比潇洒的人 都很孤独吧 长流水现在最盼望的是 她的前妻能够联系她 她想把这房子留给了前妻 这房子老了点 但身居黄金地段 未来拆迁 最少能补贴个两三百万 听到这儿我特别诧异 因为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大哥 你为什么把房子留给前妻 而不是留给远家的女儿呢 前妻嫁的那个人呢 老实八交没啥能的 我女儿嫁的那边比较富裕 在国企身居要职 不用我担心 那你为啥不去联系前妻呢 她主动联系我才行 我才不会主动联系她 而且早就没有联系方式了 我后来悄悄去看过一次 人家搬家了 找不着了 我明白了 大哥您就死挺着面子 对不对 这都多少年了 有啥放不下来 你既然想给人家房子 就别摆着脸 摆来摆去 怕是没机会摆给人家看 那什么意思 您今年快八十了 那您前妻也这岁数 到了古西之间 都说不准明天 能不能看见光景了 你这绕来绕去的 有啥意思 长六手听闻我言 陷入沉思 大哥我先说 你弟妹还在家等着呢 贤弟 你大哥我一辈子没股好家里 你别学大哥 好好对地妹 好听大哥的 你好好睡着 明天公园见 继续研究物理 与太极之道的关系 没问题 明日早见 一夜无话 第二天 长六水非常手实的 出现在了冰河公园 一看到他略微发黑的眼圈 我就知道了 这一宿恐怕没怎么睡好 我让长六水坐地上 给他灌了两分钟的内气 长六水一脸的愧疚 贤弟对不住啊 怎么整得像开工资 在干活似的 大哥不必可见 小弟啥都缺 就是不缺内气 等我以后混不下去了 我就摆摊卖内气 一分钟一百块 估计还能发家致富 奔小康呢 来开始 第二天 我们俩练的就熟练多了 长六水在检查了 我第一天作业之后 我大为惊奇 他发现我熟练的掌握了 几十个力道点 这在他的事实观里 是非常艰难的 其实啊 以我目前的状态来讲啊 睡觉完全是浪费时间 我的内气灵气太充裕了 随随便便就都补上之前的消顺 可是不睡觉呢 就显得我特别不像个人类 我之所以还坚持每天躺在床上 完成那项史诗级任务 完全是为了把自己当个人 我起床离开时 秦楚在沉睡 我在他脸上轻轻一吻 跑去了公园 在长流水发现 我的接受能力强的令人发指之后 非常兴奋的又给我画了二十几个点 又给我讲解将近的六十种力道 虽然很繁足 但有了昨天经验 我吸收起来变很快 几乎到了下午五点 我就将第二天的内容全部搞定 有了昨天经验 这次我背了一些吃喝 中午也没回去 五点多 完成了日常任务 长流水擦了把汗 不可思议啊 你这学的也太快了 你知道我领悟这些力道 足足花了我十几年 而你就两天就悟走了 你太他妈神奇了 大哥 你原来是不是没想到 会教他这个进度 别说进度了 我本来只想让你感受一下 我是物理学太极 顶多入个门 哪能成想 你直接一步登天 两天毕业了 大哥 我可是新时代文武双全 五六市隐形杰出十大青年 这么说 大哥你没有 可教我的了 还有 只是那是我毕生所无之道 我那等啥呢 开始呗 不不不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第953章 感谢收听 第954章 找前期 我一听说让我答应他个条件 大哥 需要我帮你做上 尽管说 常流水呢 扭捏了片刻 迟迟没开口 哎 怎么扭捏上了大哥 咱俩之间你还要遮掩吗 你想说啥你就直说 小弟虽然钱不多 但嫁不如你弟没有钱 前弟不是钱的事 其实我想让你 想让你 想让你帮我找前妻 再把他带过来 我想把房子送给他 你说的对 到这岁数过一天少一天 于兄不能遗憾的带进棺材里 就这事 那还不简单 你不就是找不到他搬家搬哪去了吗 对我来说不是难事 这会我专心 你把你前妻姓名年龄告诉我 再给我看看照片 保证给你带过来 此话长着小事一桩 照片带没带 带了带了带了 长流水早就准备好了 从皮牙子里边 找着一张泛黄的老实黑白照 这是我们的合照 离婚时候吵的 我记得是1987年 那年代照相也不容易 我们结婚的时候 农村里没照相机 没能留下念想 离婚我就提起照相馆里照一照 他呢叫黎广美 比我小一点 今天大概75 原来住四平村搬走就找不着了 根据这个信息好找吗 40来岁还挺精神 有点渣男之相 行 这会我接了 我现在去找他 正确在明早之前找着他 不耽误你明天给我授课 行那也别急 你不急我急啊 后天就补认大会 开会前一堆破事处理 咱哥俩呢 恐怕不好碰之间 所以现在把他找过来 大哥 我也不陪你吃饭了 这么马上该吃晚饭了吗 你直接找我徒弟那吃饭 记我上 小弟去给你找大嫂子了 说完 我不再管长流水 开着车找人去了 按理说啊 有真实的姓名 年龄和照片 在一个村子里找人 应该不是男生 可我到了四平村 那个城中村时间室 问了几个人 都表示没听过 后来我就找了几个 与长流水年纪相仿的 终于我老奶奶 就认出李光美了 她说李光美改嫁 嫁给了刘牧家 但刘牧家也是村里的外星人 住了没几年就搬走了 她好像去一个家具厂做工 夫妻俩在家具厂里做工 那年代呢 都是石木贴皮家具 男的给人做工 女的给人用纱纸打磨抛光 俩人没干多久 一起搬出去了 从那之后 鸟无音讯 哎年久了 老奶奶也记不起 当初家具厂的名字 这我就犯了 男的 你坏了 牛逼睡大发了 这片地方 在二十多年前 或许有家具厂 现在如今早就把它开了 我坐在马路牙子上 点了支烟 一边抽 一边向四周环视 就在我要放弃的时候 忽然发现 斜队角落里 有一个不齐尔的理发店 上面写着阿湘理发 那门盘还是老式的石木牌子 一看就有些年头 我连忙跑过去了 发现呢 理发师是个四十多岁阿姨 在让阿姨简单的 修了修头之后 我就问她 知不知道这边有个家具厂 她说记得 叫新石家具厂 因为即便后来被拆了 她这理发店却没抓 找了一家底商 坚持下来了 一直到现在 家具厂老板 还是会经常过这理发 那老板也不愿意多等 所以每次来理发 都提前打电话 如果理发店忙 她就晚会再来 我非常激动的 向那个要了那王老板的电话 听闻我是来找亲亲的 阿姨非常痛快 把王老板的电话给我了 离开理发店 我便打过电话 想了半天才接 王老板你好 我爸妈以前进会时 在您家家具厂订过家具 小伙子 我们可不是重视为修 再说我们家 不搞家具都二十多年了 王老板您别误会 家具质量很好 到现在我们家还用 我就向您打听一个人 当初在你们厂里边上班 有个刘木匠 和李广美两口子 您还记得吗 连续不上了 找到有点事 我家亲姐 因为我们这都是木匠 你说那刘宪柱他们两口子吧 女的不是改嫁给刘宪柱的吗 哎呦 王老板您记忆力惊人啊 这都能记住 那我问一下 您知不知道刘宪柱 他老家是哪个镇的 哪个村的 或者说有没有电话 没有 他在我们这是 1996年到1999年左右 只有我们那些 当老板子有手机 一部手机进一万 他作机好 也肯定有过 但早就忘了 现在谁家用作机呀 不过正您 你说的 我记忆力比较好 我记得他是南边昌离镇 留下村的 那村里还有我家亲姐 所以就记住了 其他我就不清楚了 感谢 祝我老板生意兴隆 顺便问一下 我老板现在做什么行当呢 当然还是卖家具 小伙子结婚了吗 你爸妈结婚都找我 你结婚买家具也得找我呀 文化传承 我去 老板你刚才不是说 不搞家具二十多年了 是啊 现在不是家具厂了 是家具店的 老板的笑容里 充满了阴谋得逞的样 根据他刚接电话的 第一反应来看 王老板肯定是 为十个多年的顾客 要求售后修理过 生怕有人找售后 行吧 我也不跟他扯了 驱车直奔 五十里外的留家村 到了那都晚上九点多 好得天热 一群十七八岁 小年轻在广场的路灯下 打牌呢 这村也没有多大 规模也非常好 大概是我开着 宾利的缘故 年轻人呢 大多认识品牌 听说我要找一个亲戚 表现得比较热情 可热情归热情 到刘宪祝 活得现在也得七十多了 根本搞不清 老一辈人真实性命 一个小伙子 直接带我去他们家了 门口有爷爷正摇着山子 仰望天空在乘凉 听说刘宪祝那名后 他叼着眼问了一下 刘宪祝 是不是那个刘牧江 哎对对对 就是他 哎 早死好几年了 那时候刘牧江 一天喝二斤酒 有一天喝多 非要去丧闻 掉球底 严死了 啊 死了 那老伴呢 是不是叫李光美啊 那他现在还住 这个村的吗 你到底是不是 他家亲戚 问我这个问题干啥 我们这亲戚 断了好多年了 所以并不知道 他们家的情况 爷爷 到底咋了 哎呀 他老伴李光美 死的比他还早一年 不然他哪能 天天那么个喝法 他那一天晚上 喝多了 就是给他老伴 去上闻 才淹死的呀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不讲的第954章 感谢收听 第955章 上坟 人生总是充满了一阵唏嘘和遗憾 有些遗憾是暂时的 有些遗憾 只是一生的 当我听到刘牧将李光美双双去世 我的心在一瞬间沉了 我知道 那是我替长流水所表达的遗憾 老人随后又告诉我 刘牧将好像没有生理能力 李光美一改嫁之后 俩人再没有自私 只听说李光美在前方那儿 留下了一儿一女 老两口相扶了一生 虽然亲贫却从不伴罪 几年前 李光美得了肺癌去世 刘牧将开始酗酒 每天喝三顿 加起来要两斤 每次喝多就哭 他想他老伴 刘牧将走的那一天是大年三十儿 别人都在家吃年夜饭 看春晚 他独自在家喝了一斤酒 拎着火纸 还有烧鸡 去给老伴上坟 老伴的坟就在石桥对面 就在他经过石桥时 不知怎么就摔下去了 那是个暖冬 桥下水并没有结冰 可不及腰身的水 却把他淹死了 村里人都说 可能是他老伴 看他一个人太可怜 把他给带走了 因为到了大年初一 把他捞上了 他的脸还挂着笑 但是有小孩明明听见 他是哭着去上坟的 刘牧将一喝多就想老伴 一想老伴就哭 听了这个故事 我内心受到了极大的触动 看我愣神 老人劝我 孩子 不用这样的 人总要吃的 我就是每天想着 今晚能不能活过去 明日老伴能不能看着我大孙子 我死后他能哭成啥样呢 一旁的小伙子责观 爷 你又说这些 多不激烈 让我爸听见又说你 就你那身体 咱能活一百 小脸你整个屁 越这样我才活越活得急 对对对 你说都对 我对不起对不起吗 我倔老头 人哪 越是怕屎就越痛苦 就是越想着自己明天就要屎了 就会快乐 老爷子 此话怎讲 只有想着自己马上就要屎了 才会把最好的一面留给眼前的人呢 对不对 谢谢您老爷子 祝您长命百岁 那我问一下 那刘牧匠老两口的坟在哪 那坟地只有一棵松树 就长在刘牧匠两口的坟后面 你过去就能看见 谢谢您 老人发出爽朗的笑容 那笑容中充满着这死亡的鄙视 许久之后 每每四级老人的话 我都觉得一种深入灵魂的智慧 我自然没有等第二天才上坟 来都来了 人是没法帮着常使友是带走了 但总得帮大哥烧点纸吧 上煮箱啊 村里的超市就在广场边 我过去买了四刀火纸 两口香两盒烟 超市里有几个人磕着瓜子呢 买火纸要出去 我听到他们抖鼓 最近咱们村子里 怎么来了这么多外人呢 还都奇奇怪怪的 前几天那一伙 一个个五大三粗凶手恶煞的 看着就不像好人 每天还早起来村东头的树林里练功 真不知道是干啥的 嗨一马 你万一在那里干啥呀 咱村里那些被厂子搞着那么多闲置房 人家给房租就行 不怕你不打你 你怕酒啊 听到这我多了个心眼 回身问他们那群人具体情况 但那几人好像把我当成坏人 又闭口不言了 经过了小广场 之前那些小蕾的小伙 看到我 连忙冲我嘻嘻笑着打招呼 想起刚才这事 我把小蕾叫到一边 兄弟 刚才听超市 说你们村里来了一拨外来户 怎么回事 那不都是那边的牛奶厂造的吗 这两年里 那个市里照常引租 一家什么牛奶厂 建在我们村北边三公里 然后那厂里就在市里帮助下 穿了我们一部分空地 建了一片职工宿舍 但那牛奶厂效益太差 两年就黄了 拍屁又走人了 却留下了一片职工宿舍 市里就告诉我们村干部 那些流传土地的钱也不给了 让我们自己进入那些宿舍楼 对外出租 自负盈亏 村干部也没办法 天天对外招租呗 但这地儿偏 谁也不肯来 只有在附近呢 打工的外乡人 才在这租房 可这几年企业都难搞 大部分人都倒闭了 就没有什么人租了 不过最近来了 二三十个人都住下来了 听口音不是本地的 具体哪儿的不知道 人家也没说 也不爱跟我们说话 大体情况就是这样 那他们早上会起来练功吗 哎哎对对对 他们很早就起床 去葱东河杨树林 悄悄练功 那里耕地少 我们很少过去 但大哥你知道 村就在那地儿 那村东头有人放个屁 村西头都能听得见 他们自己觉得隐蔽 哪能逃得过我们的眼睛 那他们练的什么功 你见过吗 哎巧了 我昨天早上去套兔子陷阱 就刚路过 也不知道练的啥 看见一群人 在那树点里互相对打 奇怪的是一方玩命打 另一方也不还手 就在这不声不响的硬挺 后来他们发觉 有人在看 就立刻回去了 行兄弟 谢谢你 你玩去吧 我去我亲戚凡人看看 大哥 大晚上呢 你别去了 那片坟地很邪的 我小时候去那抓枝头 那都看到鬼了 那给我活都吓掉了 找人给我叫两天活 我才会回来 签证又听我妈说 有时候晚上去抓蝎子 在那坟地后边 山上看到鬼了 没事 我爸的硬 鬼见了我都跑 你玩你了吧 谢谢你兄弟 最后在小伙子 担忧目光中 我离开了村子 驶向他们所说的石桥 隔老远呢 在远光灯照射下 我就看到了前方的石桥 和石桥对面的一片 仓皇的坟地 坟地再往后 是一片树林 下车仔细看了看 树林在山脚下 那座山上 在月华之下 散发着淡淡的青灰 让我心中不仅一动 没想到这里 还是个灵气富裕的地方 我带着火纸 香烟走向了石桥 在石桥下边 看了一眼 不禁有些皱眉 这地儿就是个小水沟子 怎么能淹死人呢 据那老人所说 也不过是骑腰水 正常情况下 是不会淹死的 但刘牧将是在醉酒 情况下 那就不好说了 之前我听说 有人欢酒 在家里边浴缸都淹死的 酒这东西 是决定偶然 事件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这人呢 胆本来也比较大 去一些漆黑森林的地方 也不至于下了 屁股尿流的 但当我跨着那座石桥 就突然觉得 脚下一股阴风啊 自脚额的往上转 煞尸间浑尘起立身的 鸡皮疙瘩 我操 真有点邪性啊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 播讲的第955章 感谢收听 第956章 是人是鬼 随着一股阴气 从脚底下窜上小腿 又沿着小腿 莲绕人生 将我整个身体包围 我在西越的天气里 立刻感受来自12月的问候 我连忙逗了逗脚 探着脑袋 往下求了一眼 老爷子 老太太 你们别找我 我来给你们送钱 毛主席是说了 对待朋友 要给予春天般的温暖 对待敌人 才要打断他们的狗腿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忙你们的 待会算是收拾钱就行了 别说 倒过几句 还真挺有效 立刻觉得脚下 没那么阴风阵阵 松了口气 继续往前走吧 拿出手电 往那坟地里 照了一圈 刚找到老爷子 说的那棵松树 手电突然就 啪就黑了 接着就罢工了 无论如何也都亮了 关键是个掉链 信不回就给你 冲上三提三叶 给你个狗人冲爆炸了 我骂骂骂 将手电收进兜里 索性连手机的手电 也打不开了 接着月光 往那棵松树走 其实今天是阴历十四 接近月圆形线的月光 也是足够用的 只是在这阴森的坟地里 惨白的月光 扑在眼前 让人更加绝的恐惧了 我视力行业一直在提声 关掉手电之后 适应了一会儿 清晰的看到了 脚线乱石和土块 四周看了一圈 看到此处大的小小 接近二十多个坟头 冷风吹过了前方的树林 发出沙拉沙拉的声响 然后是我在鲁王木 跟那雪狮汗拔交过手 在这氛围也不禁有点发慌 深吸口气 走到那棵松树前面的坟头前 蹲下来开始点燃烧纸 两位都有打扰 还望见两 李奶奶你好 我是长流水的异地 虽然看起来有点不像 但却是没有半句细缘 我那大哥对你有所牵挂 想把房子送给你 却没想到你已经离开了 既然如此 我只能给大哥带一点念想 我看见这坟头上的小白花挺漂亮 我给他带回一朵去 让他了却心愿 您带在边儿呢 好好跟刘大爷过日子 念到完 我将几捆香点燃 插在这坟前 又从兜里摸出三只香烟引燃了 插上完之后 我将坟头一朵小白花 带着土丘下来了 就在此刻 我发现我身后 传了一阵诡异的歇药 吓得我连忙将小白花塞兜里 迅速回身 一回头浑身打了个机灵 就在我身后七八米的地儿 不知何时出了一个狗路的人影 他弯着腰 站在那儿 一动不动的看着我 事实上我也看不清他的眼睛 但从他站的方便来看 应该是盯着我看的 看身形应该是个老太太 我浑身鸡皮疙的 唬啊就窜起来了 喂 你事人事鬼 事人就坑一声 事鬼就放个地 没回音 也没屁声 可他依旧站在那儿 是不是李奶奶 我跟您说啊 我是您前夫的异地啊 我刚才经过自我介绍了 你也算是我前大嫂 你这会儿是不是过来收钱呢 就是收钱你就过来 吃热乎赶紧存银行 那个你们 那个名副银行效率还行吧 我一边说 一边往旁边闪几步 事实上过来收钱 我的直觉很准 在我让开之后 他果然慢慢往坟头靠 我的小心脏随着 他一步步的行走着 跟着一阵阵跳动 那李老太太 升前脚肯定不太好 走起路来 怎么一瘸一拐的 还挺慢 十米距离 足足走了一分钟 老太太的坟前 垂着脑子看了会儿 手上没有任何 收钱的动作 我心向好奇 李奶奶 你怎么着 先签少啊 还怎么着 这时候我距离 只有他三四米 非常的近 就在我琢磨的 为啥不收钱 他突然抬着头 一瞬间给我吓得 连忙后退了好几步 并大吼一声 卧槽 我从没见过 那么恐怖的一张脸 好像是只有半边脸 左边额头凹陷了下去 左边的眼睛 像是被人捏扁了 鼻子只剩半只 嘴唇上翻 露出了森森的白尺 那半张脸 还有一道又深又长的疤痕 从眉毛直接干到下巴 说实话就这形象 去代言植物大剑僵尸 都不用化妆啊 我此时此刻很想对他说 大姐你出来下这一行 你能不能换个形象 你简直不给人活路啊 可画到嘴边我就变成 李奶奶你要钱钱少 我再去给你买点烧的 老太太那双幽冷的眼睛望着我 准确的说 是他的一点三只眼睛 幽冷的望着我 看得我浑身发毛 膀胱翻涌 我一款情况不对 直接抽出灵力注入全身 以防止他要攻击我 我怕的是源于人类对于 未知鬼怪的天生畏惧 这要他跟我打 我还真不怕他呀 但他并没进攻我呀 在经过了几十秒的审视之后 他忽然低着头 拧着转身离开了 我看他一步一步 慢慢走向另一个坟头 然后伸手在坟前摸索了几下 拿出一团事物塞进了嘴里 我定睛一看 他手里拿的是一个鸡蛋和一个苹果 此刻的他还能在往嘴里塞呢 看着模样狼吞虎咽的 卧槽 鬼也饿吗 有影啊 难道这不是鬼 但只要不看他的脸 他对我没伤害 嘿 这大晚上你在这装身弄我干什么呢 你心里有一锤子把你敲河里下 他再次的抬起了头 我还是难以自控的看下了他脸 实际上再次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这次他终于说话了 没想到声音倒也没那么声人 只是普通的老玉洞就 年轻人 我只是饿了 来找点吃的 老奶奶 你是哪个村哪个寨的 哪有到坟内里找吃的了 没人管 没人问的丑老太婆 不这么着吃的 我早就饿死了 你 您这脸咋弄的 实话实话 这么大半夜出现 你容易把人吓死啊 小时候被熊瞎子给拍的 捡了条命回来 却也变成了半边脸的怪物 还不如当初被熊瞎子给吃了呢 这 这山人还能有狗熊呢 不能吧 据我所知 熊啊通常喜欢在海拔较高的山林里 这种地方不应该有啊 六七十年前 山上什么没有啊 老太太吃了一个鸡蛋 像是掖着了又啃了两口苹果啊 而且 我们这座翠峰山上 很是邪性 山上经常有稀奇古怪的动物出现 联想到之前看到那朦胧在山上的淡淡清灰 我有理由相信 这翠峰山并不简单啊 就在我抬头望向这座山的时候 忽然看到山上闪过了一个光点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颇奖的第956章 感谢收听 第957章 白虎 月黑风高 三更半夜 这荒郊野岭之下呢 你是更愿意遇到人 还是更愿意遇到鬼呢 我们第一反应该是人 但你若是能仔细的思考几分钟 或许会换个答案 在那种氛围里猛鬼出现的 或许只是吓得你换条裤子 但若是出现的是人 可能会让你换个脑袋呀 这丑陋的老太太刚才在我面前出现 着实把我吓一跳 毕竟她长得太过一惊悚 完全叠加了恐怖片和战争片的精髓 听说老太太说 这山中曾经有黑熊 我的注意力啊 便被分散到山上去了 抬头看到山中有一个光亮闪过 我的眼睛循着的光亮一望 可我盯了看了十几秒 却再没发现了 这山漠不是有人承包了 有人在山中居住吗 想到这我一边望着那翠风山一边嘟囔 哎老奶奶 这山上是不是有人承包下来养鸡呀 刚才我看到山上有人啊 那丑老太太没回答 回应我的只有越来越响的呼呼的风声 哎老奶奶 你难道不 我回头看 我刚想再问去 惊奇的发现那老太太没了 在这原来出现的地方 只有一个不知名的坟头 哎 人来 去哪了 我第一过的往四周找 可看了好几圈也没见任何的人影 明明他就在我眼前 明明他走起路来非常艰难 为何会在这短短的十几秒内消失不见了呢 莫非他不是人吗 想到这儿我他们浑身一哆嗦 再也不敢做停留了 撒腿就跑啊 刚跑出去几步眼睛 忽然闪过一道白影 紧接着我便看到前方的石桥上赫然出现了一只白色的狐狸 他如一只成年金毛犬般长短 非常的漂亮 尤其是那又长又粗的尾巴 在月灰之下散发着淡淡的光泽 看到这只白狐我停在了原地 啊 你说植物草 这是什么玩意儿 为啥在桥上蹲着呢 我回头看了一眼 确实没有啥东西过来啊 便继续往前走 谁知那狐狸根本不怕我 没有丝毫要躲开的意思 站桥头直直看着我 我倒是不怕他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出现 着实有点诡异啊 我从地上捡几块石头指着他喊 小狐狸啊 我不管你是不是想勾引我啊 你最好赶紧离离离离离离啊 否则我一下给你脑袋给你把个哭涂 我阿飞满身正气 浑石是胆 曾有这几经经那几诱惑 不怕你们这些狐狸硬啊 不信你就变成个漂亮妹子 你试试我的抗性啊 那白狐听了我的话仍然没离去 他前腿弓 脑袋往下垂了一下又抬起来 我刚下拿石头打他 就看他突然又垂下脑袋再次抬起来 如此几次之后 他抬头认真看着我 我举起手中的石头 停着在空中 这个动作像在给我磕头一样 我知道啊 这明年有不能惹的五大仙家 分别是胡黄白柳灰 黄仙自然是众所周知最神秘的物种 黄鼠狼啊黄大仙 这些年里边关于黄大仙的小说的满天飞 白仙呢指的是刺猬 老百姓呢认为白仙是吉祥物 可以防病尽财 百姓口中许多关于白老太太为人治病的传说 柳仙呢便是蛇了 关于蛇的传说就更多了 单单是一部白蛇传 就承载了无数中国人的童年 胡黄白柳灰中最后的灰仙 就是人人喊打的老鼠 虽然这玩意招人恨 可他在很多传说里也是变幻莫测的 非常聪明的 在古代也被人当作有灵性的动物 只不过到了现代成了下水道的代言人 此刻呈现在我面前的 便是这民间五大仙中的领军人物 胡仙 关键还是一只漂亮的白虎 作为古装玄幻影视剧里的经典 白虎一直都是稳坐仙女宝座的第一名角色 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呢 有一种看到了低之热巴的感觉 在她连续的几次座椅 我扔到了石头缓缓的问道 大姐 啥意思 渴了还是饿了 又又又或者说你有事想求啊 听到这呢 白狐狸突然站起来了 往我这边走了过来 我站那没动 她并没有在我身边停留 而是绕过了我 往我身后的树林走去 我心想她可能就是无聊了 下身溜达溜达 就准备离去 可那只白狐走着走着 忽然转过头了 再次冲我座椅 又在原地转两圈 看那样子现在等我 我也起了好奇心了 毕竟长那么大 没跟狐狸这么玩过 之前在仙人故呢 我所遇到的蛙胸 就算是一只比较有灵性的家伙了 只不过蛙胸只会咕哗咕哗的叫 在与人交流的技术方面呢 相对于比较担保 眼前这只白狐就不同了 它明显更会与人交流 肢体动作也比较丰富 我试探性的 往白狐的方向走了几步 它果然继续往前请走 并且没走几步 都得回头看看 我是否跟上了 就这样 我跟着那只白狐 走走停停的 穿过那片树林 往山里走 它刚开始 没走五六步 就得回头看看 后来就是十几步 再到后来呢 确认我跟着它之后 就一口气走出十几米 再回头看望 我一边跟着它走 我一边心里边盘算 卧槽 几个意思啊 它就只想让我怎么帮它呢 算了 反正都跟了这么远了 也不差这几步 只是我万万没想到 我这一根就半小时过去了 这他妈翠风山 与仙人固不一样 或许没有仙人固呢 群山峻岭的 但这山上的植被繁多 鸟兽也多 这么看来绝对是个灵气富裕 修炼玄天宫的好地儿 得亏我身体好 爬个山翻个沟 不在话下 这要是旁人 哪能在这山中 保持如此之快的速度呢 你人再厉害 也难得追得上野兽呢 大概呢 爬到这翠风山四分之三的地方 那白狐就停了 不再继续往上爬了 而是往另一个方向行进 这一次 他再次像刚才一样 走出几步就等等我 此处山林交错 从树木丛生 道路崎岖 一不小心就得跟丢了 如此又走了大概十几分钟 那只白狐引我 走到一个低矮的山洞前 刚走到门口啊 我就闻到了一股 动物持有的骚气 他看我跟上去了 直接钻进去了 看来这是引我到他家呀 我第一次来 空着手还显得没礼貌 带着这种杂念 我也呼着口气 来都来了 空不空手 也得进去看看呢 这洞中还有月光钻入 能看个大概 我用手机照着前行的几十米 在经过一个转弯弯之后 终于看到了他 顷刻间我就傻在那了 因为那不是只有他 还有他们呢 好了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播讲的第957章 感谢收听 第958章 白狐第二篇 能看到一只传说中既有灵性的白狐 让我倍感惊讶 却不曾想自己还能看到一群呢 在看他们第一眼的瞬间 我就在想 今晚要么是我疯了 要么是他们疯了 我这哪里是一只白狐结缘 这他妈分明是捅了狐狸窝了呀 呈现在我眼前 大的小小不一的五只白狐 除了刚才下山叫我那只大一点 其他四只都得小上两号 如果刚才大一些的白狐 是成年的金毛犬 另外的四只则像贵宾呢 看起来这四只小狐 应该是那只白狐的孩子 我震惊过后 正敲了敲自己那脑袋 让自己缓过神呢 干啥呀 这是要脱姑吗 这是啊 我正想着跟他焦虑一下 到底让他怎么帮他呢 忽然听到里边传来一声 嗷嗷嗷的动静 听起来带有强烈的警惕性和攻击性 我用手键往里边一照 赫然发现那里边躺了一只 更大号的白狐 那只白狐的大小超出了 我对他们这个物种体型的认知范轴 它不像是一只狐狸 更像是一头驴啊 只不过呢 这只白狐看起来没那么妙 它侧卧的地上 只有脑袋抬起来 嘴里不断的发出嗷嗷嗷的叫声 这那么的大呀 我由衷发出了一声感叹 仔细看了他的身体状况 我可以肯定他必然受伤了 否则此刻应该站起来扑向我的 就他这个体型 绝必能瞬间秒杀一个成年人 我试探性往前走两步 也不管他能不能听得懂 嘿 那大家伙 你是不是受伤了呀 说来也奇怪 在看到我靠近 听了我说话之后 那只大白狐便不再发出警惕的声明了 取而代之是满眼的柔和 他可能不会说话 但眼神骗不了人 与此同时呢 先前那只白狐也带着小狐狸们走了过去 在大狐身边轻轻的依偎着 两只白狐耳中的摩擦 像接了一对恋人 这么来分析 这就有可能是一家子 大一点的是爸爸 小一点的是妈妈 下边是狐狸宝宝 可为啥得找人帮忙呢 正常情况下 他们应该具备一些自救能力啊 看到他对我没恶意 我缓缓的问道 哎 狐兄你先别咬我啊 我来看看你的伤势如何 不过你们找我也没用 我媳妇总一说是不假 可我不懂啊 不过眼下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我的靠近并没让他产生恐惧和戒备 相反 他干脑脑袋也放在了地上 彻底的握了下来 似乎告诉我 兄弟你尽管来吧 我比我老婆还温柔呢 转瞬之间做出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表现成我很惊讶 就连人类在表情管理都没这么熟练呢 我虽然疑惑可以没心思多考虑 毕竟我还是有把握来应对突发情况呢 他如果故意诱敌深入借机咬我 那他基本上就宣告自己的死期了 一直我走在他跟前蹲下来 他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攻击前兆 只是微微转头看着我 那眼神温柔的都不像话了 完全像他看一位老朋友啊 我伸出手在他身上轻轻摸了两下 狐兄啊 你先别冲动啊 我来看看你的伤势 你如果冲动呢 我怕我也会忍不住冲动 到时候恐怕对你不利 这只大狐狸似乎听懂了我的话 伸出舌头舔了两下 一旁的母狐狸就趴在他的脑袋旁边 让他把脑袋枕在自己的大腿根上 两只白狐恩爱状态 恐怕要献杀很多人呢 离得近了我才发现 这只公狐身上没有那种特殊的骚气 相反 他身上似乎有一点奇异的香气 我小心地翻了一下他的皮毛 并没发现伤口 四肢脚也没有被捕树夹夹着我 哎 狐兄啊 你到底是咋的了 你身上没有伤口啊 你别动 我给你翻身看看啊 我将他另外一边翻了过来 仔细查看了一遍 依旧没有看到伤口啊 那他这是咋的了 难不成是内伤 经过两遍检查 我对这只狐狸彻底放下心来了 我使劲将他扶起来 狐兄啊 我没看到你身上有伤势 你自己试试能不能站起来啊 这公狐狸听懂我的话 努力顺着我的力量站起来了 让我欣慰的是 在我的助力下 他果然能站起来 可很快 他四条腿就开始哆嗦 再一次贪软在地 然后发出嗷嗷嗷的声音 听起来愤外的悲悯啊 我虽然不懂动物的身体 但看他这个状态 就像是人类极度无力时 所表现出来的 这只公狐要么是受了内伤 要么虚脱到了极致 可究竟是什么情况呢 思来想去 我打开了百度 这百度是个好东西 搜索一下动物 如果受了内伤 会有什么症状 立刻弹出一大堆 我仔细筛选了一下 看到说的最多的一条是 如果动物受了内伤 会出现内出血情况 这个状况会具体表现出 排泄物质上 看到这儿 我打开手电 在他身上仔细搜索 但并没发现排泄物 我掀开他的尾巴 仔细观察一下 他用来排泄的器官 在他附近的皮毛上 也没有发现任何血迹 这么看来或许不是内伤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他虚脱了 但作为一只狐狸 啥情况会让他虚脱成这样呢 而且纵然是虚脱 歇个一两天应该没问题呀 也不是预先 现在这样站不起来呀 我在脑中思索了一番 忽然间脑中的智慧小灯泡就亮了 对呀 人在耗损过重 注意些内气 就能帮助他恢复 那狐狸通为哺乳动物 是不是也应该有这样的疗效呢 想到这儿 我施展了大脊巴掌 轻轻摁在了功夫的小腹上 刚往里边灌输了几分内气 那功狐狸的眼睛猛的瞪大 对谁给我吓一跳 我感觉他要咬我 但在我看到没有下一步的动作之后 我才放下心里 后边经过我观察他的表情啊 发现他应该是突然间舒服了之后 才会有那个状态呢 我持续给他注入了几分内气 他的精神看起来也毫了许多 可就在这时 我突然感觉到 他体内穿过了一道极为奇特的温暖气息 那种气息我太熟了呀 那是我从聚灵珠内所吸收的灵气 才会特有的特点呢 开始我还以为自己感知错了呢 便又仔细感知了一下 很快我又感受到那股奇特的气息 我无比震惊的看见那只公狐狸 发现他也正在望着我 一瞬间眼前一片朦胧 似乎与他建立起了神石之境 朦胧之中我眼前出现了一片混沌 周围满是雾气 雾气之中站着一个白色的人影 只是我无论如何也看不清他的脸 我非常的清醒 伸手挥了挥眼前的雾问道 是不是狐兄啊 那白衣人垂头道 正是赖西亚 感谢仙人 求仙人救我 卧槽 狐兄 仙人 我不是什么仙人呢 我哥们有时候叫我贱人呢 这个狐兄啊 到底咋回事啊 你抬起头来跟我说话 白衣人抬起头顿时给我惊了 卧槽 这事件竟有如此的美男 就是说话有点不利索 我此刻已经无法用文字来形容他的相貌了 这简直就是叶涵和雨情子的二合一板 要言有言 要气有气 要威有威 要力有力啊 狐兄 你还得低下头吧 你长得有点变态 我扛不住啊 仙人 何出此言 有何扛不住 我怕我自己取向扛不住啊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不讲的第958章 感谢收听 第959章 士灵邪功 狐兄 你还是转过脸去吧 你这么着影响我三观呢 遵律 狐兄 你发生了什么事 刚才我在你身体内感受了一丝灵气 就知道你不是一般的狐狸 莫非你修炼成妖 仙人 我的确是一直修炼了近百年的白狐 只不过距离成妖尚且伤远 但是我现在消瘦大难 再晚一步 我的百年修为恐怕又毁于一旦 咋的了 你被竞争对手发现了 你被他揍了 非夜 不算是竞争对手 我以他无言不仇 他只是为了剥夺我的修为 强行抓住我 以邪术抢了我的内弹 恐怕现如今已经在吸收 若再晚 我的修为将复之一炬 你是说 有其他生物夺着你的内弹 我倒听说过也接触过 只是从来没想过 那玩意还能抢呢 不是只有死的时候 才能把那玩意吐出来吗 正说来还行 每一种生物治理的内弹 都是根据自己的特性所联化 其他生物就算夺走 也不能吸收 可以有一种士林宫的邪术 可以抢夺 吞噬其他生物的内弹 但是我在几千年前 听一位前来修行的道长说 那士林邪宫失传百年 自北宋时就不再有人练习 却不曾想 现在会有人会让法术 你是说 只要学了士林邪功 就可以通过 抢夺其他生灵的内力 或者灵力 来为自己助行 我操这么做 岂不是伤天害理啊 但凡可以吸收灵气的生物 无疑不是开始修行的精怪 那么强取豪夺 比强盗还不如呢 给你们内弹抢走了 你们还能活吗 那是强盗加杀人犯的存在啊 仙人 请您救我 帮我夺回内弹 听说 你先说我去哪帮你夺回内弹 还有 你怎么知道我可以帮你 万有打不过的呢 他此刻还在这吹风山上 他从我内弹后 本来也要杀掉我 下条出现一条白蛇 他便去追那白蛇 我用最后一时力气逃走 回到洞里 本以为自己驶入一条 却发现 山下灵气冲天 一看便有仙人出现 我便让夫人下山一试 看看能否求仙人救我一命 还望仙人不要责怪 我出现时 你能看到山下灵气冲天 那你能看到别的生物能看到吗 不会 只有我才能察觉 你说我出现时 你以为是夺你内担的 难不成那是个人 而非动物 仙人所言极是 那的确是人 只有人类才能练成那士灵邪功 也只有人类才有这种心思 对不起仙人 我不是有意冒犯 妈的 没关系 我以这种人为耻 特意不要脸了 这跟他们抢劫杀人有啥区别 那人此刻在哪 仙人原路返回 再看到一块大圆石石停下 往上继续情绕 快到山顶之时 便会看到一处隐秘在草丛之中的山洞 那人便在山洞之中 翠峰山上灵气充裕 他想要吞噬炼花内丹 也需要在这山洞中完成 所以他现在定然在那修炼 还望仙人帮我夺活内丹 救我性命 他日我若能得到 一定报答仙人 讲的你别害我仙人 我也不杀仙人 跟那家伙一样 都是人类 不过你放心 这会我接了 不为别的 我他妈就看不惯这种 持强领弱的 杀人害命的 够贼 那家伙既然是个人类 怎能干得过你这种 修行百年的白狐呢 实不相瞒 那人极具灵力 我根本不是来的罪手 我走 也拥有灵力 难不成是那个魔王级别呢 那看来还碰着硬茶的了 我到底能不能打过他呀 别回去把我抽筋八五了 再把我灵力夺了去 白鹰鹰鹰看我不说话 请先救我 我们一家老小感激不尽 定去世效忠仙人 别别别 你长得这么帅 随便给人下跪 在此等着啊 我就揍那个狗日的 多谢仙人 此时我精疲力尽 甚至不能与仙人多沟通 盼望仙人救我于水火之中 说完这话 白鹰鹰鹰的身形越来越模糊 随后 如一团泡影缓缓消失 接着我眼前这片虚空 也如泡沫般炸裂 瞬间我再次回到山洞 等回过神才发现 自己上前用大脊巴掌 对着白鹰鹰书松内气 而白狐深深看了我一眼 缓缓的闭上眼 似乎昏过去了 我试探一下 还有呼吸 看来是用最后的精神 立于我达成了神石的 算是托梦于我了 狐妹子 你在这陪你对象 我上去看看 那到底什么货 如此的嚣张 我没读说话 冲着母狐狸 教了一句离开了山洞 他说那个大原石不难找 我沿途往上行走 没一会儿去 发现在草木之中的山洞 我悄悄走了进去 没敢开灯 全凭我超凡的视力 和动力的月光来辨认一下 我快走两步 在走过一个拐角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个此生 让我难忘的画面 一个高大的男人 正骑在一条水桶 搬白色的蟒蛇身上 他左手按着白蛇七寸 右手则做了一个指角 正按在他的脑袋上 他的右手隐隐散着一团黑气 似乎有妖气流绕 而那条白蛇痛苦的翻过了身体 我刚才所能听到的石块撞击声 便是他的身体翻动之间 撞到旁边男人的石块 所发出来的 而我当看清那人长相之时 不仅实话当场 真是冤家路窄 是那狗日的夜缘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地 959章 感谢收听 第960章 你想杀我 这世界真的小啊 居然能在这碰着这个老阴币 他差点害死了我们所有人 那条白蛇很快停止了扭动 夜缘将白蛇的脑袋翻了过来 那只隐隐发黑的手 仿佛像吸尘器似的 从白蛇张开的口中 取出一颗葡萄大小的 泛着白色光芒的事物 夜缘从身上掏出一个黑色的瓶子 将那东西收了起来 又盖好了三 这一切发生了极快 我压根没想到 那条白蛇 顷刻之间就被打败了 那葡萄大小的白色事物 不用想 定身的白蛇的内担 夜缘收好内担 冷笑一声 突然跳向那条白蛇 一记手刀切向了白蛇七寸 白蛇痛苦的扭曲之下 再无声息 他低下了身子 张口就咬向白蛇的脖颈 像是以野兽一般大力的在喝那白蛇的血 这一幕吓得我不轻啊 我知道夜缘的轨迹多端 老奸俱华的 为他目的不做手段 无论如何他有多坏 那总得像个人 此时他完全不像人类 把我都惊呆了 一时间我没有跳出去骂他 正正的看着眼前的一切 直到夜缘感知到我的存在 猛的回过头 在我看到他满身鲜血的脸 心中有如被垂击一般 恍然惊醒 不仅是我 夜缘都吓了一跳 脑袋都把上方的洞壁 伸出一块石头给撞断了 他捂着脑袋 后退了几步 满脸的惊恐 我伸下了一口气 声色俱力 指的预言又骂 老狗 是什么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你能打到第八重点 原来你是 靠抢夺这些零售的内单来完成 你这不仅仅丧心病狂 你是逆天而行 你要糟天谴 你信不信改天打雷下雨 他没有雷都把你劈死啊 我猜夜缘此刻的心率足有二百 好一会儿他掏出手帕 擦掉脸上的血迹 你 阿肥 你是人是鬼 废他妈话 老子要是鬼 早把你带走了 你吸那么多内单也就罢了 你还要他的命 喝他的血 你他妈真是亲受不如 阿肥 没想到你这小东西还没死 命可真大 这么激动做什么 不过是一条蛇罢了 我就算弄不死他 他也活不下去 让他死之前为我做做贡献 有什么不好 你可不知道 这种白蛇之血 可是人间的大补药 比什么人身路容强太多 因之可去除百病 你别逼一逼了 我不跟你亲手抬抗 你要是个人 我跟你讲道理 你要不是人 我就把你打成狗 来 我他妈早就带你算账了 今天咱做个了断 就凭你 上次你被被我打死 给你捡回一条小命 你不夹着尾巴 挥溜溜做人 还敢向我挑衅 你莫不是不知道 我叶家玄天公的厉害 叶元这会儿 适应了我的存在 搓了搓手 他动了杀心 也不奇怪 在这荒山野岭了 杀人就跟载机 走的时候扔臭衫 到什么时候被人发现 而且足以叶元的能耐 绝对有办法 让我的尸骨无存 我没动 你自己没毅力和能力 去按照正常规律 练玄天公 反倒利用这种 翻门邪道 来摄取零售内担 从而达成自己的目的 你这种行为 与那种杀人约会的强盗 有何区别 看来叶成也告诉你 玄天公的练法了 那你应该知道 若是中规中矩 恐怕再连一百年 也达不到我现在的境界 我叶元不会浪费 那么多时间 去做那么无聊的事情 既然有速成的法门 我为何不用 有车不走 我用脚走 哼 我可不像叶成 做那样的傻子 所以你知道自己不行 知道自己无能 就得练着势灵邪功 专门去偷别人 去抢别人 用别人的财富 填充自己的腰包 阿飞 我知道你这小王八 高得伶牙俐齿 小言善变 我不想跟你拜什么用的 我只告诉你一句话 这是聪明之举 你举个筋 承认自己不行和无能 没啥了不起的 你这不还叫聪明吗 就按你的脑回路 诗人走你的聪明之路的话 人类距离灭亡也不远了 还上啥班啊 挣啥钱呢 没有的就去偷 偷不着继续抢 抢完了不过也就是说 把人杀了 你他妈一百多岁了 能活成小偷 强盗杀人犯 真是你们业界的精英啊 我估计你们业界 几千年来都没出过 你这种不入流的玩意儿吧 阿飞 你这张嘴就只能说说了 希望你记住你刚才的话 因为那是你的临终遗言 下去之后 记得跟阎王爷去抬杠 看他惯不惯着你 就凭你想杀我 哼 这会知道怕了 这些都被你看到的 那你以为我会留着 你告诉叶诚 原来你还怕别人知道 我以为你不要脸呢 留着你这样破嘴 跟阎王说去吧 叶元最后一个字 回门没落呢 双掌就开始扭曲 周围的空间 以无比凶运的灵力 向我袭来 这老东西果然狠辣 出手即是打算要我的命 他现在打着的 大概是第七冲天的功力 在叶元看来 我在他眼里就如同小鸡仔 他知道我什么实力 恐怕跟他儿子都没得打 别说第七冲天了 即便是第六冲天 我可能都扛不住 他用第七冲天来干 我算是手拿把签了 遗憾的是 他大概不懂一句话 识别三日 将刮目相看 叶元要第七冲天 向我献礼 作为尊老爱幼的年轻人 我当然以众礼相应了 我的第八冲天 就开始走起来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 播讲的第九百六十章 感谢收听 第九百六十一章 做个交易好不好 人生这辈子 总会在各种障碍上摔跟头 但有一种摔法 绝对是最疼的 那便是自己给自己挖的坑 什么时候给自己挖的坑 一是自负 二是装逼 三是轻敌 这三个关键的时刻 在我将叶元打飞那一刻 我猜他一定是闻到挖的问号 我是谁 我在哪 眼前这个小闭眼子 是不是带了雷管 不管我为什么 凭什么 总之我们俩人相撞 就是叶元像一串烂泥似的 呼呼就飞出去了 重重的拍在了身后的洞壁上 玄天宫之间的互相对抗 每差一级 那是天差地别 他用的是第七种 那相当于二年级的学生 做一年级的题目 我用的是第八种 叶元就算被我打死 也不会相信 我在短短一个月内 已经从一个没练过 玄天宫的人 变成一个拥有 第八重境界的爵士高手 纵然是业界的那种变态体质 要练到第八重 得至少一百二十年 而我 只他妈用了一周 单论这个成绩 我已经算是 极度无解的存在 可如果分析下过程 就很容易看出 我现在的成绩 并非是我自身努力所得 借助了极大的外力 这所谓 边外力量只有一份 那便是聚零出 那颗吸收 两千多年的日月精华的宝石 我虽然只吸收了 其中一部分 但也足够我笑江湖了 我微微一笑 叶元此时震惊 大过于痛苦 即便被拍在墙壁上 那脸上依旧保持着 不可视信的神色 不 不可能 这绝不能 这一场梦 我将两只手 附在身后 叶元 本来我看你长挺帅的 不想喷你 可你老东西实在不像个人类 畜生做的事 你是一样没落下 禽兽不如 你也是丧尽天良 总之 你有一个精忠报国的叶家人 变成一个道德沦丧 丧心病狂的变态 侮辱变态了 叶元此时努力绷着嘴 可是还是没有绷住 猛的一咳嗽 重重喘了一口气 吐着一滴的血 你 你怎么可能学会圆天宫 又怎么可能在短短时间 达到第八重 爱因斯坦说过 人总装逼 天诛地灭 你就是装得太狠 老天爷看不惯 派我来收拾你 不可能 不可能 老非你跟我一样 练了失灵功 否则不能大胜速成 但即便练了失灵功 也不可能在一个月内 达到第八重 你怎么会的 哎 一看你这老头子 平时就不玩游戏 知不知道游戏里的 辅助功能叫外挂 实话告诉你 我 就是天选之子 咋样的天选之子 就是上天选定了 开外挂的孩子 你一个普通玩家 你天赋再好 花钱再多 你也干不过外挂 明白吗 我不管你们做到的 总之我熟悉 你不用在这家行行的 要杀要狂 一听尊便 我这一掌多狠 我是知道的 可以说我在瞬间 就打出自己十成功力 若不是夜间人身体素质变态 再加上他本身 达到第八重 他立刻就被我排进棺子了 我也不怕他偷袭 走到他身前蹲了下去 你爱怕不怕 我管不着 我问你一句 你之前多走那只白狐那单呢 你不是冲着我来的 而是为了那只小狐狸 废话 你脸他妈那么大 我冲你来 我他妈知道你在哪 我这是不小心碰着了 碰到那只白狐 受他嘱托 先来讨要那单呢 刚才碰到你 你说的你挺大了 人呢 也是不要脸 这些可爱的小动物 那单都抢 抢完还得杀掉人家 你但凡有点夜间的经验 不是就干这事吧 难道夜间不要你 你这骨子里就坏 坏得自己让他们恶心你 赶紧别废话 那单呢 交出来 阿飞 你不用装到他们暗然 你是不是想 独自吞掉他们的那单 我他妈吞个屁 我又不会你的氏灵工 我哪里有屁用 你别装了 玄天工来以支撑的基础 就是天地日月之灵器 这种灵器获取的只有两种 一种是牺牲 另一种是外物转化 你绝对懂得一些 类似于氏灵工的功法 否则你不可能达到 现在的情节 看到你这么无知 我就放心了 你现在自身难保 就别猜测我的经历了 你只要知道 即便是你能发挥出权力 我也不怕你 现在我只跟你沟通一点事 那就是你立马 妈溜把那白虎内单交出来 不然我不介意再给你来一张 虽然我没兴趣杀人 可是不代表我没有兴趣练功 有你这种高手当陪练 那是再好不过了 我也顺便增加一下 自己玄天工的熟练度 说实话 我虽境界高 可是熟练度不够 现在拿你练练手 简直合适不过了 阿飞 咱们做个交易好不好 卧槽 你哪来底气跟我做交易 我现在想捏死你就跟捏死一只小鸡仔似的 你听没听说过 这是让没有永恒的敌人 我叫你石林空 祝你快速提升熏天空 你放我离开 随后我们可以合作 把其他人搞定 我们两人一统江湖共享殿下 怎么样 到时候殿下无邻 尽手听我二人调签 要对我们顶礼膜白 你我二人要风得风 腰欲特虚 岂不快在 叶元以为我动了心 不要以为叶长是什么好东西 他之所以这样 全是有自己的死心 叶家在他手里 必然要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只有让我成为叶家的主宰 才能让叶家再次立于武林之殿 乃至全国之殿 叶元 你有没有想过 我是如何这么短时间内 到达现在这个境界的 我不需要你的石林邪功 一样可以快速提升玄天空 那我干啥要跟你合作呢 学那些丧尽天良的邪功呢 实不相瞒 我以后还想生个完整健康的娃娃呢 这要跟你学了 岂不是要被天咒人怨 说我生儿子没屁眼呢 对啊 我问你个事啊 你儿子身上不缺器官吧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第961章 感谢收听 第962章 胡凶 叶元的心理承受能力还是极强的 这点 从他给我单方面对线来看 就能看成被我骂成这样还没骂娘 要么是修养极高 要么天生变态 很明显 他不属于修养极高那一类的 他终于清醒地意识到 我完全不需要他的石林邪功 就可以提升自己的玄天空 但他并没死心 阿飞 即便你脸上玄天空 但没人帮你 你一样不会站在武林之天 你要知道这年都不是完全凭武力的 脑子也很重要 你只要跟我合作 才能真正站在你人生最巅峰 我啥时候说我要站在人生巅峰了 你想要的未必就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未必你所需求的 就比如我这个要点逼脸 而你呢 好像跟我意见有点不同 这事实上 从来没人可以真正的拒绝命和力 那些看起来淡泊命里的都是装的 他们那是争夺命里失败之后 才自己淡泊命里的 含着于事无诚的都是装的 他们都是承不过别人 才宣告自己于事无诚的 你说的没错 非常棒 很有道理 我赞他 所以 你抢走人家的那一单放哪了 这一次叶元盯着我看了好久 终于没再继续说话 我一拍脑门 操我真傻 我还问你干啥 肯定在你身上 你抢人家 我再抢你 不过分吧 我伸手往那怀里掏 现在叶元被我攻击了 必然受到重创 他没有跟我抗衡的实力 果然我从叶元兜里 摸了几个黑色的小瓶 就想看到刚才那一样 我心中一击 正要掏呢 叶元突然从衣服下方 直接撕出了衣兜 随后抓着那几个黑色小瓶 就扔出去 我大骂一声 老狗逆掌拍在他的胸口 他顿时就站不起身 我这样也防止他捡那 那单小瓶的时候 他会借机逃跑 好在几个小瓶不是玻璃材质 并没摔坏 我飞身越起 将他们捡了起 共有四个 看了看 除了白狐和白蛇 叶元还干掉了其他两只灵兽 看到这我气氛不已 人家开个灵智容易嘛 怎么知道都得几十年的功夫 你是又杀又寡 还他妈不管埋 雷咋不劈死你呢 我捡起小瓶 放入怀里满腔怒火 回头正要揍他呢 就惊奇的发现 原本叶元做的地儿 空空如也 我迅速跑过去 看看那里是不是有 其他洞口 经过一查 那个位置周围 并没什么藏身之地 我正正的站在那 一元是没受伤 悄无声气的逃跑 是能做到的 但他现在被我重创 在我毫不成况的下 离开此地 绝无可能 可叶元 却却实实从我眼前 消失了 只有一种可能性 可以解释 那就是除了月圆之外 还有别人在此地 趁我离开之际 带走了月圆 我从记住这个 煽动意识 就一直盯着他 没有助理 有其他人呢 我追出洞口 往下边看 就见山林遮蔽 月光安静 哪里能看得见 半分人影呢 妈的 没能抓住 这个机会 废掉他 后边只想找 这个机会就难了 此番在夜圆 轻敌的情况下 被我重创 他日若是恢复过来 同为第八中天 硬碰硬 还不一定怎么着呢 看来我还是心慈手软了 我果然还是 他妈太善良了 算了 人家已经跑了 怨天游人 没什么用 我先把那一单 还给那只白狐 想到这儿 我先是跑回洞里 确定那条白蛇 彻底死了 我念的是阿弥陀佛 算是给他做了 一个简单的超度 随后回了白狐的洞里 发现那只公狐狸 虚弱都快睁开眼了 看到我的出现 他勉强把眼睛瞪大 里边散发着急切的渴望 我一股脑 将那黑色小瓶 放在他眼前 狐兄都在这儿了 我也不知道哪个是你的 你应该能挑出来吧 那公狐狸 牢牢锁定 其中一个小瓶 他非常激动 且吃力的探出前爪 想要那个小瓶抓过去 来我来助你啊 我扒开那个筛子 将瓶口 放在了公狐狸的嘴巴 一股淡淡的白色烟雾 从里边涌出 涌入了白狐的嘴中 轻刻间 那只公狐狸 就像吃了 类似于酒转浑浑丹 精神突然就焕发 猛的就站起来了 只见他瞬间变了个样 四条腿刚剑如牛 整只狐身散发着 一种迷人的雄性魅力 我从来没想过 一只野兽精神 可以他妈这么帅 我看他容光焕发 显然是活过来了 旁边那只母狐 看他老公起走一声 高兴的连连献上了热吻 小狐狸不停在他们身前打转 这一点 他就比我们人类强多了 大部分人当着孩子的面 是不愿意羞恩爱的 能救这一命 我也非常高兴 好了 狐兄 你快跟你老婆孩子 去继续过那 没胸没肖子小字子 不过我跟你说 下次别跟人解除了 不是所有人 都像我这么崭新人厚的 就刚才多你那单那个货 别说是你 就是我们人类都斗不过他 比狐狸还狡猾呢 那只公狐狸 在这个状态下 无法与我对话 他温柔的看着我 冲我磕了三个头 我连忙把他扶起来 没想到他又在我脸上蹭了蹭 虽然很舒服 但连想到这是一只公狐狸 我用袖子擦了他 那个狐兄 咱们都是兄弟 别整那么暧昧 行了我要走了 你有老婆孩子这守着 我家里有媳妇等着我了 再见狐兄 狐兄虽然用前爪拍来拍 地上的几个小瓶 那一次让我带着 我不耐 得了狐兄 都留给你修炼用吧 我用不上了 哥们身上不缺这东西 狐兄显然听懂了我的话 他摇了摇头 坚持让我带上 我也想起之前 与他焦虑的时候 他告诉我 不同物种的内单 是不能兼容的 想必其他生灵内单 他有无法吸收 那这三颗内单 也别浪费 我将他们揣进兜里 龚虎呢 一直把我送到半山 要是我拍了拍了脑袋 好了狐兄 宋军千日 终续一别 别再往下边走了 就离人类太近了 你回去看孩子 记住啊 以后远离人类 赶紧搬家 别在这住了啊 到了山下 回到那座石桥之上的时候 我又回头看了一眼 那片坟地 和后边远处的翠风山 无论是那诡异的老太太 还是白虎 似乎都跟做梦似的 眼前的坟地里 已经没有丑老太太身影了 只剩下了呼呼而过的 清风和无边的夜色呀 我打开了车门 坐上去 打着火 打开远光东 习惯性 往后视镜看了一眼 就看到副驾驶 多了一个人 那个半边脸的老太太 正冲着我诡异的笑呢 哎呦我操你谁 好了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播讲的第 962章 感谢收听 第963章 虎煞门 如果非得让我跟广大司机提供一个合理化的建议 我想告诉他们 晚上尤其在深夜 一定要先打开副驾驶和后排座上看一眼 说不定就有不速之客 在这静静的等着你呢 老太太这一下没把我魂都吓飞了呀 我颤诚微微往主驾驶走了几步 望着老太太喊道 你是人是鬼啊 能不能别这么玩啊 给他给点钱走行不行 我啊 你个造的头子要去这 其他没干过什么原事啊 你怨恶太多 这有主 你要找谁找谁去啊 不好意思啊 小伙子 我太饿了 我看你车上有饼干 就上来拿了 我 我没锁车吗 那您拿了就走吧 你坐着瞎我干啥呀 瞎我人上瘾呢 好玩啊 小伙子 我刚才崴脚了 想麻烦你送我回家 所以就没有下车 到这会儿我这心里宽松了一点 我适当性的蹭上车 伸手碰了他的胳膊 感觉到食物和温暖 我才无奈的 哎呦 奶奶啊 你有啥事你就说 别这么瞧摸摸的出现 你吓死个人哪 这 谁送你 您家在哪 你让我送哪去啊 我给你指着路走 你顺着我指的方向走就行了 我做了几次深呼吸 将心率调整好 然后开车离开此地 一路沿着老太太所指的方向走 到达村东头一边住宅区 那里与村里的瓦房不同 盖着都是四四方方的大院 好像像之前听那个小伙子提了 牛呆厂宿舍楼 到这我想着一个问题 不对啊 您不是说自己没家 四处流浪 这会怎么又有家了呢 家是没有的 但总要有个睡觉的地方啊 这里面呢 有很多空房子 我随便住 好了小伙子 谢谢你 我走了 哎 等等 我在工具箱里翻出二百块钱来 连身上的七十多方一挤递给他 拿着啊 坟头空饼没那么及时 吃不上饭就去村里面买点吃的 老太太牵上一下还是拿着了 临走前对我难难的 小伙子啊 你是个好人 愿老天保佑你 一生平安 行行行 谢谢你啊 我走了啊 不过见你大晚上别轻易在别人出现啊 容易发生命案啊 哎 我一想此地不宜久留啊 我看老太太走远了 一脚油门我就窜出去了 这要拐弯呢 忽然撇到那边院子后边的树林里 就有人隐影窜动 大眼一看 不下十人 我立刻想起那小伙子告诉我 说他们早上出去晨练 难不成就那伙吗 但结果今晚我的运气成分的话 说是白鬼夜宴 我都信哪 我本来是帮大哥找个人 结果人没找到 碰了一堆邪乎事啊 本来不想晚 可这该死的好奇心 在我体内蠢蠢欲动 我乡车停的又远又隐蔽 放下心我就绕回来了 在这附近停车容易打草惊蛇 我偷摸摸摸摸的那片树林中心呢 以我现在的功力 只要不被他们发现 他们这不可能有所察觉 距离他们只有十几米地 我的亭上 爬上了树 坐在一个树岔上 我看着那伙人 这群家伙是人不是鬼 而且我怀疑他们 这是这次来参加武林大会 并且其他外来的三个门派之一呢 我现在听力极强 能大概听清楚他们交谈内容 他们不是本地的 听口音距离屋柳不远的是 继承试人 之所以好辨认 是因为继承试人 大多呢 分不出姿 呲 丝 和知吃诗 你让他们说一段 四十四十十 那段绕口令 比上他们哭成一场还难呢 这些人的确在练功 约莫有二十人 有十个人呢 跟树对抗 有十个人呢 分成两组的对抗 与树对抗呢 在树盖上绑好了 自制的白色垫子 听那动静 垫子之中 似乎有一些 杀石之类的硬户 他们以肉身之躯 撞进了一些粗大的杨树 竟将那些大树 镇的是花枝烂颤呢 发出阵阵有节奏的 啪啪啪的声响啊 哎呀 可了不得了呀 这等练完我听说过 河北那边有练八级拳的 便是常年的树林里 与树为伴 以树为敌 以树为友 跟大树对抗的差不多 再去撞人 一般是真扛不住的 我有那段棋域 就曾经被八级拳高手 赵甲用铁山高撞了一次 那跟车祸现场似的 我吵 除了这些哼哈撞树的 另外那十个分组对抗的 十人分成两组 奇怪的是一组在进攻 另一组就不还手 只是硬扛 每扛一下 嘴里都大喝一声 我觉得这也是 他们外边树林里 离练功的原因呢 这树林中风吹树叶响 基本能掩盖住 他们嘴里的动静 不得不说 他们这个练法 非常急剧冲击地 我蹲树叉上 能感觉一股蛮力 又令人兴奋的气息啊 荷尔蒙飘荡在这片树林之中 男人的阳刚之美 在这里呢 体现了淋漓尽致 连我对着缠他妈的身子 我操今晚这是咋的了 换了换脑袋 驱赶那些不必要的想法 正在我瞎起不想的 这些人开始休息起来了 有俩人对话 引起了我的注意 其中一个说 吴师兄 后天就要上阵 你觉得咱们这次怎么样 放心吧 吴师弟 就五六四这些个虾兵戏将 能伤到咱们的瘾 我调查了 能对咱们有威胁 就那么七个倍 咱们这个三个门派 表面上是竞争对手 实际都是一条线上的人 我们这次的唯一目的 就是拿下武林盟主 所以一定要好好练功 千万别给师父丢脸 别给胡萨门丢脸 放心吧 大师兄 我不会给师父丢脸的 听到这我心头一震 不由的端坐起来了 这帮人果然是那外来的 三大门派之一的胡萨门 让我震惊的是 这三大门派都合盟啊 那对我们武林盟来说 可是一种灾难 我们本土武林盟里 有霍先生统筹管理 不会出现门派合盟的情况 但对于外来门派 他就非常无力了 看来这帮外来货 是势在必得 一定要拿下武林盟主了 眼前的胡萨门 明显是那种 非常依赖抗击打能力的门派 不知道另外的葵花门 和闺元门 是什么样特性的呢 正在我私衬呢 忽然听到那边 武师弟接了一个电话 大师兄 葵花门那兄弟来了 看那样子有四相伤 那你回去一趟 行了 那你们在那练啊 我去去就回 记住了 别偷懒 给咱们胡萨门 增天增彩 大师兄放心 我们一定拿下 这次武林大会的盟主 心中暗麻烦 有老子在 你们谁他妈都门戏 然后悄悄从树上滑下来去 准备去听的这帮孙子 有什么阴谋诡计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第963章 感谢收听 第964章 和蒙 最让人类感觉恐惧的东西 不是豺狼虎豹 而是未知啊 一旦未知变成现实 即便是他再厉害 他在你心中有了定位 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躲就是了 我悄无声息跟着虎煞门的大师兄走进了院子 他直接从后门走了进来 并没关门 想必如此呢 非常放心 不过作为一名绝世的高手 走门显得我太无能了 而且我也不知道他后门里边什么情况 那院墙也不高 顶多两米 我轻松翻了上去 大眼往里扫了一眼 发现院子里没人 也没狗 这样我就放下心了 无声地跳了进去 由于他们的人都在外面练功啊 这院子里都安静了许多 我寻着灯 找到那个虎煞门大师兄和葵花门的人 交流的房间 但房门紧闭 里边的声音又浅 我在外边也听不清对话 观察了一下四周 我打开了隔壁房间的门 潜入进去了 这是一个二人间宿舍 一进进闻着一股酸臭的腐朽气息 我走到墙壁处 轻轻摸了摸 果然不是砖石结构的墙体 那就好盘多了 我从房间里找了个刷牙用的杯子 贴在了耳朵上 另一端顶在了墙上 立刻就听到那边说话的动静了 虎煞门的大师兄说 放心吧 李凡兄弟 到时候咱们合物相配合 先打进杰撒拳 想办法再帮助归原门的掌门 拿下的盟主 李凡总 掌龙大哥 你说咱们师父怎么想的 为什么要让归原门的掌门去当盟主 无论是我师父还是你师父 哪个不途党一遍的存在 哎呀兄弟 这事就不是咱俩能过问的了 师父他们这么安排 自然有他们的道理 我偷偷给你偷个底啊 据说归原门的掌门承诺了 只要他们拿下武力盟主 会将那五百万的奖金 全都交给我们两派 其他的分文不取 真的吗 我操难怪了 我们三个门派若是不合盟 对抗他们七大门派 可能非常困难 但只要我们合力 那就非常有把握了 对了 听说他们第七门派 叫什么铁锤门 是刚刚成立的 不知道这铁锤门 什么来了 嗨 你就听那名 那也是不入流的 估计是哪个铁匠铺里的 扎兜搞出来 不然怎么能叫他妈铁锤门呢 对不对 听到他俩的笑声 我真想直接翻墙 把他来干翻 正当我继续监听 忽然听到外边有人走了进来 手已经放在了门把手上 做出拧的动作 我连忙矮下身子 趴在地上的同时 整个身体有如一只盘虫一般 回到了床底下 好在他们这是高脚床 不然真没地多 来人好像是负责后勤的 走进了往桌上 放了一件东西之后又走了 我听他走远从床底要爬出来了 看来此地不宜久留还是车吗 我不再偷听他们说话 悄悄打开了一条缝 看到四下无人就走了出去 正准备原路返回呢 从墙上翻回去 忽然听到一阵熙熙攘攘的动静 那些人练完从后门走回来了 我按骂一下 卧槽你们这帮孙子练功不努力呀 大师兄刚回来 你们就什么跑回来了 骂归骂躲还是躲的 我第一时间反应赶紧找个地方藏 我正要退回屋内 撇到房边屋子 门把手动了一下 现在张龙和李凡要走出来了 如此一来 我要是退会被他们发现 要是跑会碰上那些练功的兄弟 根本无法进退 瞬间我往四周看了一圈 发动最大马力 将自己的身体的油门一踩到底 猛的冲向南侧院前下的房间 那里应该是有窗户的 我只要不被他们发现就可以了 我有如一道东北风 用自己最快的速度 冲向南边的房间 可能我自己觉得像东北风 就带那么眼的 不是那么人为的 我刚破进了房间 听到外边人喊 哎 刚才那咋玩啊 怎么像一只疯狗 窜进南屋了 你大爷 老子这么飘逸的身法 你说老子像疯狗 这修辞的手法 让我很难受啊 可是根据当前的环境而言 又不能跑出去跟他们争辩 我只能按摩一声蠢笛 才能寻找他们的窗户 可是我一看就傻眼了 我万一这个房间里 根本没窗户 这下我就懵了 算起半天 没把这窗户算进去 外边有人喊 哎 不走哪来疯狗 别再咬人 走走走 进去把他捉住 正好咱们也几个开个婚 明天用个狗肉汤啊 当个私私大会了 哎 对对对对 直接打死 估计是村里的狗边上在溜了啊 其实他们打这些人呢 我倒是毫无压力 关键真要打起来 我就算暴露目标 他们的三大门派 也势必会谨慎呢 那样对我们整个武林盟不利 我私下一望 偏偏着房间里 只有一张破旧的床垫 根本无处藏身 我心痛凋起 一正琢磨的是 一下子冲出去 还是把他们全干翻呢 我身后突然有人拍了我一巴掌 我一回头又吓死我半条命啊 又是那半被脸的老太太 那丑老太太 依旧是七分诡异 三分慈祥 她不等我说话 伸手冲我 出了一个虚的工作 嘘 小伙子 来 躲在我身后 你记住 千万别出声 我此时也顾不及问 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明明刚来这房间里 只有一张床垫 空无一人 开门声想一下 当下也容不得我多想 我暗家老太太说的 藏在她的身后 反正被发现 大不了就是揍她们一顿 打扫惊蛇呗 随那扇门被开一开 进来打狗的十几个人 疯狂而至 哎 那狗呢 哎老三 拿棍子去小路看看 别用手啊 别用咬着 伴随一阵 熙熙所所的动静 听到有人喊 奇了怪了 二十岁我这里没有 咱们看花眼了吗 不是疯狗是猫吗 我就愣在那儿 我猜这啥行走啊 演戏呢这是 我们俩大活人 站在只有三十平米的小屋里 他他们看不见 我睁开眼 往他们那边一看 发现他们来来回回走着 就是不往我们这边来 哎呦 估计是有拿了野猫 他们开门从脚底又溜走了 不然没理由找不着 哎呀我怕事嘛 算了 早就走了 回去睡觉吧 等他们都陆续离开 我才回过神的 对身前的老太太问 奶奶 这咋回事 我听那个小伙子 他们怎么看不见我呢 半边脸的 瞅老太太喝喝一笑 可能是他们眼神不好 行了 小伙子 你快走吧 别耽误我睡觉 你就在这房间里住 嗯 对呀 这间屋里清静 可是 我转过身 悄悄走到门前 指了指外边 这院子里那么多人 你怎么睡的 再说 他们不管你 我话说了一半 回头发现空无一人啊 哪里还有那丑老太太的身影啊 刚才发生的一切 就像做梦似的 额操 我就说今晚不敢出门啊 我只觉得浑身 八两 赶紧打开了门 也不管院子里有没有人呢 用最快的速度 扑向了墙上 翻了过去 院墙那边 传来了一个声音 哎 那只猫好像刚跳出去 你看我说没头远吧 刚才指定藏门后了 那猫可真大 跑得还怎么挺快啊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不讲的第九百六十四张 感谢收听 第九百六十五张 狐狸精 我迅速开车往回走啊 再也不敢迟疑啊 一路火花带闪电 离开了村庄 奔下了市区啊 这天晚上给我整的啊 可谓是心力憔悴啊 要不是哥们足够坚挺 光在那半边连了老太太 就把我带走的啊 我想起那只白虎 我心中不由一沉啊 夜圆的老狗 日的真是丧尽天良 练了那士灵邪功 这种容易生儿子没屁眼的 邪门邪术 靠掠夺一些灵兽 给带来自己助力寻天功 之前夜圆只是第六中天 现在第八中天了 这两中天可是需要耗费 近百年的时间努力做到的 可想而知 他这些年里杀掉了多少灵兽啊 回了五柳 凌晨两点了 我估计长流水睡了 我便没再联系了 先回家了 离开五柳 我曾给秦楚发了一条消息 告诉我有点事要做 让他先睡 不必等我 秦楚没多位 让我自己小心 我打开了房门 发现秦楚正在那看书呢 根本没睡 看我回来他称怪的 我还以为 您要到天明才回来呢 这还没结婚 你就不归宿了 那等结了婚 感觉日子淡了 岂不是要彻夜不回来 我笑着将那剩余 几个黑色的小瓶放桌上 走到秦楚旁边 在他脸上作了一口 咋的 还没结婚 那就成小怨妇了 那以后不得天天念紧箍咒啊 秦楚脸色一变一皱眉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还能干啥去了 帮大哥找大嫂去了 不对 是前大嫂 是去找大嫂了 还是去找大姐了呀 啥意思 媳妇 怎么听起来阴阳怪气了 你最近是不是给小火柴 熏跳了成那个柴火妞了 咱可是仙女不能那么足 满身的香水味 还不让人问一句了 香水味 没有啊 我今晚出了八盆 那就是爬山打架呀 你自己吻就知道了 嗨 我知道了 媳妇你别生气 你听我解释 这是狐狸精神神的味 秦楚先是一愣 随后的伸手在茶底上摸了一把 紧接着便抽出两根银针 直接扎我大腿上 给我腾得二二六 哎呀我操 你怎么连句话都不说 你直接扇手了呢 杜仲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九州味 又是一派之主 所以就开始嚣张起来了 我哪里嚣张了 那你的有那个胆啊 自己都说那是狐狸精身上的味道了 你真的我好欺负呀 哎呀姑奶奶 你能不能听我说完 那狐狸精神神的味不假 可那是公狐狸啊 你见鬼呢 金主不要分手要扎我 真的是公狐狸 我给你看看这是啥 我我的大腿闪一边 剩下的三个黑色小瓶 拿着扎底上 看看看这是啥 怎么了 这是那狐狸精送给你的 金主根本就不看 做事要扎我 这里边都是翠翠风山上灵兽的内弹 我在那碰到一只修行百年的白狐 他们的内弹被夜员的老狗日给抢了 我就帮他夺回内弹 我身身的味就是那只白狐的 你要是不相信 那家伙可大了 跟头小驴子似的 我没骗你 我骗你一寒不讨死 金主这才安静了一笑 认真看了我半生 收起了银针 坐下来说道 好 讲讲你的故事 我看你变得合不合理 我早就说过嘛 我们家媳妇是个聪明漂亮的女人 平时呢 轻易不会表现出来 她肯定是在经过分析我面部表情之后 觉得我没撒谎 我重新坐了回来 指着大腿 陪着笑 媳妇 先把真真拔了吧 你自己不会拔呀 这媳妇预测的神迹 我哪里敢随意轻易的乱动呢 清楚白了我一眼 好了 开始你的表演吧 伸手将两根银针拔了下来 当下我便将我如何找到刘家村 如何在上坟的时候碰到了白胡 后来如何在翠风山碰到了夜园 帮白胡夺下那一单 详细讲了一遍 看到不过瘾呢 我又将后边发生在树林里 看到虎煞门练功 还有那半边老太太脸的事 都详细说了说了 妖哥 虽然我很愿意相信你 可是你的这经历 也太离奇了吧 都能写个中篇悬疑小说了 没办法 我也很想让自己正常 可事实如此 但老天并不想让我正常 我不耐力摇了摇头 其实自打擒除 换我妖哥那刻起 我就表明他是信任我的 毕竟我总是经历一些 稀奇谷外的事 他也知道我在仙人故里边 与各种零售打架 败靶子的经历 你不信我有证据 什么证据 人证还是物证 难道你要去找业员 来跟我们当面对质 那老狗日子被我重创 且得谢两天 最近是不会抛到路脸了 我伸手指向楼下的方向 有行车记录仪 我今晚的行动 行车记录仪 可以给出真实的诡计 对了 那半边老太太 在车上还跟我说话呢 肯定录下来了 我只怎么下去 把那个内存卡取上来 说着往楼下跑 想看行车记录仪 还用再走下楼吗 怎么着 你的意思是让我 从楼的窗户上跳啊 我那是最新款的行车记录仪 只要通了电 手机就可以看 车就在楼下没多远 我远程遥控打开车 再用手机看就行了 我操 黑科技啊 那都是我的董哥的活 我这没研究过 你查一下 我说啥得洗清我的冤屈 秦主下这远程打开的车 随后在手机上调试了一番 果然看到行车记录仪上的共享录像 于是我便指录像 轻轻揪着秦主的耳朵 让他看看我嘴里说的是 记录仪录下的是不是一致的 到这时候秦主就知道自己有点理亏了 只是让我轻点揪他耳朵 其实对前边的录像我没什么兴趣 我就想看看那半边老太太的画面 现在坟头车就熄火了 然后打着火 行车记录仪就动了 到了那一段我甚至都忘记揪耳朵了 认真地盯着屏幕 在车门开启之前录像的时候 一切都是我从山下下车之后开始 我记得当时我上车刚打着火 准备倒车就发现那老太太了 当时吓得我大叫一声卧槽呢 伴随着关门声几秒之后 确实听到我当时由于被吓了半死 是高喊的卧槽 但再往后 就只有我一个人说话 没有第二个声音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第965章 感谢收听 第966章 玩花火 不管你信与不信 有些东西就在那 不声不响 稳如泰山 我们这个世界里的许多专家 一直在致力于非自然现象解释 然而那些蹩脚乏味的礼物 和强加于上的科技 让我觉得那些现象反而更真实了 可是就在那行车记录仪的例如像里 我并没听到那半边老太太的声音 那使得我有些发懵 我让其赌后退了几步 反复听了几遍 后来一直听到送她回家为止 我都一直是自言自语 完全没有第二个声音 我彻底傻眼了 完全不理解眼前的一切 卧槽 难不成都是我一个人的异乡啊 哎 媳妇 你不信眼见不一定为实 耳听也不一定为虚吧 哦 你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吗 没有了 但是你得信我 当时我旁边真的做了一个老太太 她脸长得非常清新脱足 我给你画一个 我说着要找笔 好了 不用找了 我相信你 女人都是表里不一 口是心非 不行 我非得给你画一个 行了 姚哥 我都说我信你了 这些事我都能理解 我又不是无神论者 一个人的语气是骗不了人的 你这些对话呀 明显是有其他人在场 所以 我相信你是碰到什么脏东西了 媳妇果然是聪慧过人 善解人意啊 你心里恐怕不是这么想的吧 你肯定是在想 你这个女人上来不分青红皂白的 就要扎我 真是不可理喻 是不是 怎 怎么会呢 碰到这种事 任何一个女人自己动动手 不然就违背人性了 清楚微微一笑 只是查几声那黑色三个小瓶 照你这么说 这里面存放的 就是那山中生灵的内单了 没错 你是不是觉得 现在科研修宪小说的事 觉得非常不真实啊 常人可能会不相信 但我们不会 道家的内单数 跟我们的中医 都是有相同理论的 就比如说在皇帝内经里面 有一些关于 提窃天地 把握阴阳 呼吸精气 独立守神 肌肉若依 移精变气的说法 移精变气 我靠啊你这么说 我们老爷们 偶尔春梦一下 还是能化气的 真不害臊 我说的是移动的仪 不是遗产的仪 这个移精变气 也就是 后世道家内单 学里面的炼精化气 道家内单数 就是以人的身体为顶路 修炼精气神 而在体内结丹 达成催炼身体 甚至成仙的目的 哎媳妇你说这世上真有人可以修炼成仙吗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成了仙的你也看不到 既然是看不到 听不到 触不到 那就一切就有可能了 真也罢 假也罢 总之是看不到的 那你等于白说 你跟我的理解也差不多呀 之前在你爹那个书店里打工 他也跟我讲了许多什么佛家知道什么的理论 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 他说道家来讲 神能入定则得静 使得三分五分静 十分定 能则十分静 常定则常静 神静定则气 亦皆定 气归神为一 修道者的修行要走过五个步骤 一 助击 二 炼化气 三 炼气化神 四 炼神化虚 五 炼虚化道 哎 正常情报来讲 第一步就已经非常难了 因为人的根基在肾 肾气充足 身体自然强劲 修道链单者也是想住击 就必须要下决心 不使得自己的精气外溢 否则 地乎不必 真气不惧 内担难成这个击字 就很难住了 但是我把我自己挂在这条路上分析的话 我似乎已经跨过了前三个阶段了 教哥 你这种就相当于说是玩游戏开了作弊器一样 虽然获得了强大的内气跟灵力 可是在思想和根基方面 跟那些修道者差距还是很大的 所以你也不需要拿自己的精力去跟修道者相比 他们或许打不过你 可是在处世智慧还有天地哲学方面 是要远超于你的 清楚摇了头给予了否定 哎 你这境界一看就比你爸高 的确 我或者只是一种凌驾于常人的力量 而非智慧 不过咱好像扯远了 不是正在研究这些灵兽的内单吗 对着你说这些动物怎么就那么聪明呢 人类修道者才懂的东西 他怎么会懂呢 还修炼的那么好 动不动就修个百百十年的 也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可以修行的呀 我听了人说这世上万千的生物 能够修行者不过一二 可想而知这概率到底有多低了 动物想要修行就必须要获得灵智 只有开了灵智才具备修行的条件 既然开始吸纳天地灵气 但是灵气可不是那么好开的 必须要有一定的机缘跟条件 它们的大部分机缘都来自于我们人类 毕竟我们才是这个世界上 智慧等级最高的生物吗 对对对 那个胡兄就说了 好像他也跟着修道者交流过 还有在仙人固的时候 我碰到过一些修行的生灵 但是仙人固与其他山都不同 他虽然不是那种看起来灵气 和充裕的山峰 却因为曾子曾在那里求学悟道 有了圣人之力的加持 才让那里诸多生物踏上了修行之路 那种开灵智的方式 想更持久一些 也更有利一些 曾老爷的就是狠 单单在读读书讲讲道 就让周围的生物都开了灵智了 是啊 耀哥 你不是还说 曾子在里面 有留的很多蚊子痕迹吗 那些蚊子其实也具有极强的力量 时间久了 那个地方自然是灵气满满的修行圣地了 无怪乎连一只青蛙都可以开启灵智了 嘿嘿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想我那妈熊了 那可是与我有过生死之交的兄弟 好了 媳妇不提这个了 你就说咱这几个内单怎么处理呢 这种内单非常特别 它其实应该都是气态 但是在出本体的时候 为了保护其消散 就会形成自主保护层 耀哥 你之前不是吸收过两颗内单吗 想必这其中的力量都是极为充沛的 要不然你再拿去吸收了吧 我不需要 这些动物的内单在剥离协计之后 我只能用混元化脊弓将它们炼化为内气 可是我现在内气都拉满了 灵力都像无穷无尽了 再吸收这玩意就像吃完火锅 再去吃方便面似的 食之无味 气之可惜 别人做梦都无法企及的东西 到你这里啊 确实一脸嫌弃了 听清楚这么一说我脑中灵光异显 既然如此 不如你来吸收它们吗 这样你也可以提升好几个打瓷呢 不行 这种内单往往都邪气很重 我可扛不住 而且我也不喜欢自己的身体里面 有其他物种的气息 总觉得有些怪怪的 对对对对 你的身体里只能有我的东西 我扎死你啊 你什么时候都忘不了耍流氓 我不光耍流氓 我还要让你身体感受一下 外来物种满满当当的感觉呢 说的话我要铺上去了 哎呀 你浑身臭死了 先去洗澡 你刚才不是说还是我香来的吗 香那也是你呼胸的味道 你要带着它的味道来吗 卧槽 颜值用力 我这去洗澡 妞儿啊 等哥回来带你飞乳营销啊 臭流氓 那我就去床上等着了 不 时代在进步 社会在发展 我们作为年轻人要紧随时代潮流 今晚换个地方 在沙发上 出去一趟回来就要玩花火 哼 你说 你刚才出去还干什么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第966章 感谢收听 第967章 练功去 人哪 有时候就不能多说话 言多必失 沉默是今 多听老祖闹的准备错 哎 其实自秦楚复活以来 无论是我的心态转变 还是林小夕出血的因素 随着这一连串的事件发生 我和秦楚之间悄然发生了许多的改变 这些变化具体表现在秦楚对我的态度上 其实在秦楚死掉之前 一直是一个冷面冰霜的高冷少女存在的 在对峙除了我以外的任何人 她总是毫无感情波澜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也不会像别的女孩一样瞒不讲理 争风吃醋 胡搅蛮缠 她可太完美了呀 哎 那天晚上呢 气氛轰通的那么好 我和秦楚之间自然免不了进行一番亲密的缠斗 此处省略了三十多套动作和八万余字的文学描述 睡觉呢就接近了四点 结果五点多呢 长流水就打电话了 他非常诚恳的对我道 贤弟怎么不来练功呢 大哥 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你不是让我帮你办那事儿在教我吗 贤弟 于兄琢磨了一夜 绝对不应该用那事儿来绑架你 一码贵嘛 那事儿等武林大会过后我自己去找他吧 人生啊 得自己去面对呀 我揉着眼睛坐起来 短暂的思考我对他说 大哥 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到 看来我没有睡老娘的命啊 我自嘲地笑了笑 拿起清楚那只揽住我的洁白手臂 又往身上拉拉拉 他的宝毯盖在他的肩膀上 随后在这唇边一吻 正在起床呢 被他一把揽着脖子 搂在他的胸前 感受那片温暖与柔软我笑了 你咋醒了呢 累那样不得睡个懒嬌 你别诱惑我啊 我现在还有苦力活要干哪 就诱惑你 怎么着吧 你不是老吹嘘自己厉害吗 来啊 挑衅我是不是啊 你难道不知道我从小就专制各种不熟啊 说来就来啊 知道错了 你快走吧 你大哥还等着你呢 考虑到还有个近八十岁了 老哥哥在河边等我呢 我还是明金收兵吧 往他屁股上拍一把 去 秀样 你就嘚死啊 我回来再给你大战八百回饿 赶到公园的老地方 长流水在那已经练功了 看到我这出现长流水欣喜的 贤迪来了 来来来来 今天就把我毕生所学传授于你 当然传授给你的也是理论 至于练到什么程度靠你自己 大哥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啊 我找着钱大扫了 但是吧 但是什么呀 长流水没想到我真的去找 并且还真找着了 我把手放进兜里 掏出那朵白色的带着坟头土的小花 递给了长流水 大哥 小弟没法将他人带回来了 只能带回来这个了 长流水正在了那儿 愣了好一会儿 缓缓伸出了双手 再触碰到那条小花的一刹那 我看他的手掌微微颤抖着 长流水将那小花捧在手心 安静又详细的端详着 我没有打扰他 后退了几步坐在地上 顺势从草地揪起了一根狗尾巴草 塞进嘴里 跳望着河面 没等我躲到岚海了 看到长流水捧着那条小花 走出脚下这片草地 走到旁边的花坛中 他找到花坛边上 一小片长是喜人的野花丛 伸手在那儿挖了个坑 将那小花种了下去 又仔细填刃土 静静的蹲在那儿 我掏出三支烟点上 走过去递给了长流水 大哥 没带纸箱 就上三支烟吧 谢谢贤弟啊 一眨眼的功夫 就找不到那只白花是他了 哎 果然老了 大哥 不要难过 生者如斯 逊者已 哎 你能如此惦念 前大嫂想必他感知得到 贤弟别劝我 我早就看透这人实现了许多事了 我与他生前没有来往 死后更无关联 送他房子 只是我的一点执念罢了 我知道 再给他一次选择 他依旧会离开我 因为我不值得一个女人 如此真心对待呀 我本来是准备了三千字来劝劝你 不过我看没必要了 大哥 你只要能放下 那就一切都好 放下了 放下了 几十年前 是表面上放下 现如今 是真的放下了 走吧 贤弟 练功去 我走在他身后 看他的轻轻抬起了手 眼角的方向揉搓两下 嘴里嘟囔着 今天的风太大了 有点迷眼了 唉 此刻的河面 平静的像一幅画 此处也没有半分的黄沙 人生海海 山山而穿 或许在每个人的心底 都会有一点遗憾吧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不讲的第九百六十七章 感谢收听 第九百六十八章 牛顿太极拳 长流水口中所说的毕生所悟 便是牛顿力学 太极之道 与几何学融合之后 得出的那套体系 长流水先跟我讲了一通复杂的理论 比如说嘛 质点呢 作用点呢 关系点呢 能量和质量 守恒啊 还有依存呢 最关键的是 他还夹杂了一些更为直观的几何方法 将数学力学巧妙的融合 达成这么一套太极的体系啊 他将这些知识 融汇在一起 竟然研究出了一套新的拳架 你要知道 在前两天 他交给我都是一些受力啊 泄力啊 发力的技巧 没有一套像是霍射太极之 行云一路 那样的套路 第三天 他才把自创的拳架套路交给了我 他为之取名为牛顿太极拳 听到牛顿太极拳 这个牛逼中又略带清新的名字 我完全都呆住了 贤侄啊 你我虽是异性兄弟 但在我眼里 你也是我徒弟般的存在 谨记 我的这套牛顿太极拳 乃是以牛顿力学为基础 以太极之道为融合 夹杂部分异学 几何学 天文学 研究出成功的拳法 算是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成果 大哥 这么说我们的祖师爷都是牛顿了 也可以这么说 哎 他可别的不敢说 这绝对是武林中第一位 以牛顿为祖师的门派 还不能这么说 我没有开宗礼派 唯一就是无极门里的老二 大哥 就您这理论全法 完全可以吊打我未来老丈人 可你对那些名利看的比较大 贤弟 那你可太小看你老丈人了 我师弟那个人可没那么简单 他可是深藏不露的高手 嗨 他那几把刷子 我又不是没见过 欺负欺负普通高手就行了 跟顶尖高手他不行 师弟的功力 我就不过多跟你解释了 未来你定能解释到 来 我们开始 来来来 让我接受一下 祖师爷牛顿的洗礼 我俩练了一天 我说大哥你先休息一会儿 我再总结一下上午的内容 对了 我刚才叫来外卖 一会儿就送过来了 行 不等就问我 于兄先喝口水 长流水拿起矿泉水 走向那片小野花 随后蹲在那一动不动 仿佛是睡着了 我自顾自练起了这套牛顿太极拳 你别说啊 这套另类的拳法 果然包罗万象 其中加大了许多 我不明白的理论 但正所谓 疏读百变 奇异自见 在我连组打了几遍 终于从尚无所物的一些窍门贯穿 在此后的时间 我便觉得这套牛顿太极拳 太牛逼 太有意思 太玄妙了 外卖小哥呢 过来送饭之后 表示自己很少接触一些野外的订单 尤其这种野外的两个男的订单 看着他目光中那个狐疑呢 吃饭的时候我告我长流水 我的徒弟们打算呢 让我在交集的时候 以备战第二天 要举行的武林大会 问问长流水意见如何 长流水非常大气的表示 正好他在这 顺便可以指点指点 我心中大喜啊 吃完饭给秦海洋他们打电话 赶紧让他们过来 我跟长流水就展开了实战演练 两点半左右呢 我的铁锤师兄弟 开着两辆豪车就赶了过来 这七月的晌午啊 到处都是桑拿房 这十几个人刚跑到草地上 还没练功呢 就大汗淋漓了 我向他们接受了旁边的长流水 告诉他这老头是我大哥 今天下午让我大哥来 对他们进行点拨 秦海洋的家伙 一直是刺的头啊 眼前看了个八十来岁 老头要指点嘛 脸上露出了不屑 妹夫 不不 师父 咱们师兄来 就是想提升一把 这大热天跑这不容易 你让一个老人家知道我们 是不是有点太小瞧 我们师兄弟了 我知道秦海洋肯定想说老头 而不是老人 出于我的面子 没直接说出口 他这个神态和心态 我非常理解 二十万之前就吃过这个回忆 为了把他们的偏见干掉 我笑了笑 来来来 海洋海帆 你们两兄弟最为代表 跟我大哥来一场 无论你们采用什么招式 你只要能把我大哥摁在地上 就算我输 我晚上请你们所有人撸串 咋样 真是师父 你没开玩笑 当然 为师可是非常严肃的人 哥 铁工具都要请撸串 这会儿得接啊 秦海帆凑在秦海洋身边小声道 行 师父 这都我们认了 我们要是赢了 你可要请我们师兄弟撸串 管宝 那你们要是输了呢 我们要是输了 直接找人开个烧烤摊 专门给你们二人服务 咋样 够不够狠 说的清晴 有地儿支摊吗 有 你不是让我给你们找到了门派根据地吗 我们找到了 正好 就在根据地那一边开个烧烤挣钱 一边搞门派练功 一举两得 那多呆劲 听到这我愣了 这他们果然是我徒弟啊 脑灰路真是清奇啊 好了 以上就是我大家播讲的第968章 感谢收听 第969章 点播点播 这哥俩不服 刚开始跟长流水交手时 还生怕伤得了人家 不敢发力 但在秦海洋被一招甩出去三米之后 他们终于意识了一个问题 眼前这老头可能不怎么好欺负了 形成这种意识 他们才逐渐认真 与此同时啊 长流水也不跟他们闹着玩 从他们目光中流出的惊奇来看 似乎呢 也有些出乎意料 并且表达了对他们二人极大的兴趣 这就表明我的杜处 萧萧宫还是有点亮点的 以长流水超凡的实战能力 想赢他们两人自然简单 可他们似乎不想那么快结束 一直打到那哥俩气喘吁吁 这勤家两兄弟坐地上 哈汝汝一下 不一会儿 草皮都湿一片 而长流水只是刚湿透的上半片的衣服 单从这消耗 就知道长流水的牛顿太极权 有多么的高超啊 以最小的消耗达成最大的效果 这种能力放在哪儿 都是独树一致的 兄弟二人接连干了两瓶农夫山泉 又坐了会儿才缓过劲 秦海洋反复打量长流水 忍不住的问 大爷 能不能问一下 您多大岁数了 我还记不太清 大概78 也可能79 我的天 跟我爷一边大了头 请问 你如何在岁数 保持那么强壮的体壮呢 我们这些经常吃不要的都不行 哎 打起来先须自身硬 回头问问你们师父就知道了 我不是体能比你们好 我是消耗比你们低 你们百公里要十个油 我要一个油 同样加一块钱油 我比你们跑得远多了 明白了吗 哎 大爷 哎 不对 爷爷 这本身太强了 能不能教教我们 哎 别叫我爷爷 你他妈再给我送走了 叫我长大爷吧 既然是我贤弟的徒儿 那就是我的徒儿 自然你点拨点拨了 对了 你们慢慢练了什么功啊 我瞅着有点意思 看起来混杂无比 但却衔接得很好 其中还有自己的理解 牛逼大哥 这都能看出来 这套功法是小弟 我自己创造的 杜楚逍遥功 其中包含了九九八十一种 武功心法的精髓 无论面对哪门哪派 都可以从人的应对办法 难怪啊 贤弟 我给你一个愿意啊 你下一步要去遭流经 全法路数越简单 效果越严重 太复杂 练起来麻烦 用起来也辛苦 我没那个能耐 不过以大哥 您的造伙 干起这活 肯定得心应手 等武林大会比完了 您就在我那住着 顺便帮我去遭流经一下 怎么样 没问题 对那那烧烤汤 是不是真的管宝 你放心 毫无问题 一个月你要不碰十斤 算我们失败 那天晚上收工之后 我看到个个满足的神情 我终于明白过来了 他真是太孤独了 无极门里有霍先生在 不需要他做太多事 霍先生忙起来像个白领似的 也无瑕顾及他 也没什么朋友 他就只好游山往水 叛老太太 这回呢 我给他送了这十几个小家伙 让他开心够呛 教得很认真 在碰到我这些 吊儿郎当 有点小变态的人的时候呢 他内心里就如同小朋友 碰到了玩伴 顿时起了兴趣 要与我外把子 爱屋即屋啊 他对我这些徒弟 同样的喜爱 整个下午他都没头懒 一直点不我那十个徒弟 他们在那练 我则去旁边的草地里呢 自己练那套牛顿太极 原来这世间万物 只要有利的地方 就离不开物理 物理学才是万公之足啊 古希腊物理学 阿基米德说过 给我一支点 我可以翘起整个地球啊 这话不是神牛逼啊 因为在我身上 那就非常有的笑话 等我们练完功 已然是晚上八点慢了 我们十二个人 喝的足足八香水 草地都是湿漉漉的 大部分都是我们的汗水 秦海洋秦海凡 他们对力道也有所了解 被长流水点拨 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一定要请他们吃饭 吃饭去哪 自然去二双的烟火人家了 也算是 这十人第一次 见到自己的二师兄 这饭店虽然没开业呢 但是已经急于尝试的人 坐在里边了 我数了数四座 估计都是附近的 丽姐和二双正着 我朝天忙着呢 二双听说 这些开着路虎吃饭的人 都是自己失地 又惊又喜 下不着要刻铺当上了 秦界众兄弟虽有钱 但却没有看不起二双 非常场面的称呼 二双为二师兄 二双受生若惊 赶忙让大家坐好 他别的没法展示 只能展示厨艺了 这大小天 我们练了一下午的功 也没洗澡 此刻都浑身燥热 就直接搬两张桌子 去外边了 十几个精壮大小伙子 光的榜的 吃着饭的场面也很拉风 眼得路人纷纷侧目 毕竟忙着 给我们端盘子 笑着问 兄弟 屋里开着空调多凉快呀 怎么到外头来吃了 外头有蚊子呀 哎呀 我们这些人把人受害 人多嗓门大 影响其他个人不好 我们在外边痛快 再说在外边凉快 在扎堆吃饭 显得有人气 还能给你们招客人 我们缺啥自己拿就行 你甭管我们 服务里边的顾客就行 行 阿飞兄弟 你们随意吧 我去给你们 点上几根蚊香 随后历姐 给我们上了几道小菜 让我们先喝点啤酒 连文忙活起来了 二酸炒菜也确实快 里边外边两不误 十几个菜 半个多小时就整出来了 我在刚做饭店 就给秦楚打电话 让他下来吃饭 这铁锤师兄弟 看似我的足利 实责都是我大舅哥 小舅子 秦楚跟他们 要比较熟就多了 都不是外人 我们也没客气 直接就喝上了 我正要给秦楚打过去呢 他电话倒先打过来了 我接起来电话 咋的 还没过门呢 就不好意思 见娘娘人了 你再回来 我这些大舅哥 小舅哥 可得以为我念了你呢 电话那头 响起了秦楚 焦急的声音 耀哥 你现在能回来吗 小白误实了 其中一瓶内单 昏死过去了 啊 好了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播讲的第969章 感谢收听 第970章 霍霍小鬼子 有些东西是没法强求 不是你的 拿起来没用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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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机能呢 显著提高 身上带着剧毒 被他咬一口啊 跟被黑曼巴咬一口 没啥差别 此刻听到秦楚说的 务实那单 我第一反应是 那家伙绝对不是务实的 在白龙山上 小白那里混了最少十几年了 虽然没我开启灵智 但接受了灵气的侵染 所以他看起来 要比寻常生物更灵活 也更懂事 正好二栓也忙完了 我这二栓呢 陪着长久水他们 试用地喝酒 我找理由呢 先跑回去 走进家门呢 这晚上跟咱们人类学道相通 你别给扎眉了 学道不通 但治病的原理总是一样的 他误实了内单 肯定像你之前那般 轻漫腻乱了 姚哥 你快看看怎么办 小白此刻就像死了似的 身体软塌塌的 只有胸口还在起伏地跳 我记得我当初 不小心吃掉两颗内单之后 身体也出现许多症状 后来知道那个症状 都是内单的邪气所致 靠阅书用纯阳之气驱散的 我才慢慢电话的 但是我是我 小白是小白 我们也不知道这家伙 是不是跟我一样 现在被其他的邪物所侵袭 不同的物种之间 就像是不同的电脑配置一样 大概率是无法兼容的 小白吃了之后 先是像发了风一样 上蹿下跳得折腾了好一会儿 嘴里还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然后就直挺挺地躺在那了 我怕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就职 小白恐怕是挺不过去的 按照我之前的经验来看的话 只能是要靠夜书的 纯阳之气帮他取散 才有可能让他度过难关 可夜书仍在酒店里闭关呢 尚未出了 这条道行不通 实在不行只能求我来试试了 我虽然没夜书 那个变态的体质 所炼化出来的纯阳之气 可毕竟也是灵力贯身呢 姐只能这样了 行不行 试试再说吧 总比让小白等死强啊 你还信不过我 等着吧 如果成功了 就去给小白买个笼子 如果失败了 也去给他买个笼子 姚哥 你这思维 是不是有点混乱了 哎不混乱 活过来呢 这家伙肯定是生龙活虎 用笼子呢 困他几天 如果死了 笼子接着就给他当棺材了 都什么时候了 还开玩笑 先救小白吧 我微微一笑 运起了大脊巴掌 开始呢 感受这小家伙里边的情况 哎因为那身体里边很小 我很容易就找到 那颗内单的汇聚处了 这感知吓我一跳 只觉那颗内单里的气息 正在疯狂的往外涌 看那样已经控制了 小白的身体 玩到一声不好啊 这小白偷嘴 吃的小朋友里的内单 但那些内单 哪个不是修炼了 几十年的老妖怪 哪是你一只 十几岁小雪雕 能招下来住的呢 内单之中 有着本能的一些意识 也就是邪气 一经进入的雪雕体内 立刻就像翻身 上马当主人 想反噬 我尝试性往里 注入了一点灵力 看看有没有效果 但我感觉 他们对我灵力畏惧 只是我再次惯入了几分 果然 在现如今 我的强大灵力之下 那点邪气 像老鼠见了猫 立刻玩命的逃窜 不一会儿就被我一网打尽 直接化作臭屁 从小白的身体里逼着出来 由于力度过猛 小白的身体啊 被后座力啊 绷得都起空了 要不是被我捏着脖 估计就掉地下了 不过这一下 差点被把它捏死啊 小白的四肢都哆嗦了 在驱砍里边的邪气之后 剩下的便是一些内单之气 那些气气 本来就是灵兽 吸收天地灵气所炼化 如果人吃了 那么还要经过人的电话 但如果是动物吃了 需不需要电话 也不清楚 我没想到这么快 就驱散小白体内的邪气了 我记得之前夜长 帮我驱散的时候 费了很大的功夫呢 我想这大概 跟内单的本体修为有关呢 那时候我吞掉的 可是两个大豹子的内单 现在小白吞掉的 应该是个小怪的内单 所以在难度上 有很大差别 看到我将小白 放桌上清楚问 可以了吗 那必须的 我啥能呢 那他怎么还没醒啊 这还不简单 我伸手往小白脑袋上 弹了个脑 小白果然疼的 就爬起来了 绕着自己尾巴转两圈 看到屈指的是我 立马正牙舞爪 表示愤怒 哎 小东西 要不是老子就你 你这会儿都凉了 没凉心的 你知吧 我根本不怕他 小白早就跟我交过手 知道我百毒不侵 奈何不了我 所以呢 从来也不招惹我 我让亲厨找了个笼子 把小白呢 关了进去 我担心那小家伙 肚子里的内单 会让他发生一些变化 这些变化 恐怕是他自己都遭受不住 将他控制起来比较好 搞定了呢 我和秦主在下楼吃饭 赶过去 他们已经喝了四五瓶了 考虑的第二天 要召开五瓶大会 我决定让他们少喝点 每个人不能超过一箱 二川喝了两瓶啤酒之后 又去赶忙招呼客人 丽姐也一直没能坐下 在里边给那几桌客人搞服务 刚开干呢 多少有点手脚忙乱 他们还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小火柴一直没上桌 看到秦主过来之后 他才靠了过来 这姑娘看到秦主 比我看的媳妇都秦 而且我发现 小火柴对中医越来越感兴趣了 每次来都缠着问一些中医知识 这回倒好了 满桌子这秦家人 个人个人个都懂中医 一看有小工人愿意学 立马都来精神了 征先恐后 给小火柴讲解 现代的中医一些奇妙和神奇的医术 小火柴听得劲劲的 就连超市来了客人 他腿都出不去了 秦主对我说 他准备收小火柴为图 传的医术 我表示没意见 反正他现在除了搞这个超市 其他也没什么事 立解二参的饭店 马上就不如正轨 他也终于可以安心 做点自己喜欢的事了 长流水虽然年近八十 可依旧保持年轻人的豪情壮志 跟大家喝酒毫不带勾 甚至还得学习一下 年轻人的小旋风 快喝完的时候 我手机震动 有人给我发了一条消息 我楚瓶一看 竟然是王大猛 这家伙自从和林小夕离开了 就一直没联系 我以为这俩人去苍线了 王大猛发来的是一张街道照片 我仔细一看 上面还有很多的日文的照片 这令我不仅一愣 在微信上问 大猛 去哪了这事 这是传说中的什么 日本风情街吗 王大猛发了一张照片 上面还有几个 穿着和服的女人和孩子 麻烦替我踹他们一脚 谢谢 还有你他们到底去哪了 你也不说一声 真不地道 你是不是已经破解出了 蓝宾的配方了 王大猛发了个 蛤蛤的表情说 兄弟啊 人家穿自己民族的服饰 我没法脱爱 啥意思 日本人 是的 我们在日本的 至于蓝宾 我肯定是破解了 你可答应过我的 不能违法 不能和我人啊 是啊 我没和我人 我和我人是小鬼子呀 好了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播讲的 第970章 感谢收听 第971章 信守承诺 万万没想到 王大猛林小西 会下这么大阪企业 他们离开了之前 曾出过承诺 绝不在中国 做违法乱纪的事 绝不使用蓝宾 货货中国人 现在他们违法的是 日本法律 货货的是日本人 王大猛没有拒绝 我给他打电话 他直接就接了 哎兄弟 你现在是不是很震惊 有点啊 你们这一招走 有点狠 超出我的世界观了 这四头 见走偏锋才有出路呢 哎大猛 你们去日本 肯定不是去旅游吧 哎 我这么名字顾问 我来日本做什么 你心知肚明 关于那玩意的危害 我也不多说了 反正我也没把日本人当人 但是你们俩人 是我的朋友 得告诉你 贩毒这事 到哪都是禁止的 你们好好掂量掂量 小日本对贩毒的惩罚 虽然比较轻 可是日本黑道盛行 那个环境里生存 步步清新 你们做好准备啊 那小日本拿蓝兵 换我们中国人 那我们去换他们小日本 兄弟你也知道 我这是做不了正解行业 之前就做了土夫子 又要做福业出的 担惊受怕的 反正这条线输出了 还不如为国一旦 搞他们小日本的 林小夕 同意你走这条路 这条路就是小夕提的 我怎么不能忙 小夕不应该有这种意识才对啊 哎 你还是不了解他 我知道你想让我们 过一点平淡的生活 但是呢 有点路只要走了 你就没法回头了 你好好想想 小夕这些年 一直在什么环境里长大的 大猫 我没走过你们那些路 确实不该在旁边 那指手挖脚的 既然你们到了日本 我说什么都无用 一切小心 注意安全 有啥需要帮忙 让你给我打电话 你要是早告诉我去日本 我说还得教你几手防身呢 哎 兄弟 你是走阳光道的 我们是走独木桥的 咱虽然不同的 但我对你还是非常敬佩的 小夕对你很心脏 我到小日本的地盘呢 就打算让蓝兵 在日本流行起来 你可能不知道 小日本他们的坏得很 他们这种新型毒品 并没放在国内 统统流向了国外 就是因为 这本狗日子 知道蓝兵多可怕 我这次来 就是为国正光的 你放心 想欺负我们 也没那么容易 我在这边也有熟人 不然也不可能 那么顺利的就过来了 哎 小夕你回来了 阿飞打了电话 你跟他说两句吧 来来来来 你说 一阵兮兮索索的动静 林小夕接起来电话 飞哥 到了这边才跟你说 希望你不要生气啊 听到她的声音呢 我笑着 哎 小夕 没什么可生气的 别的我没必要多说 我只希望你俩出门在外 谨慎行事 注意安全 希望有朝一日再见面的 你们已经过上了 自己想要的生活了 飞哥 以前有时候 就觉得你这个人假正经 后来我发现 你还真不是装的 全量我过去 对你做的那些幼稚的行为 好吗 我从没因为那些 生过你的气 何谈原谅 哦 是吗 那我还有点失望呢 嗨 我就知道女人的话 不能接啊 飞哥 保重 保重 挂了电话 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林小夕与我相识已久 我们有过一些 类似于暧昧的接触 还发生过一些不愉快 但人类的友情也很奇妙 两人若是合拍 到什么时候都会有点牵挂 若是不合拍 近在眼前都瞅着闹心 现在听闻他们到了日本 过往的事情都不重要了 我只盼着他们能够平安 早日达到自己想要的预期吧 这场酒喝完 长流水已经跟我的徒弟们 打成一片了 铁锤师兄弟根本不让长流水离开 把这弹药给带走了 长流水也没像普通人 那么是推推让让 非常痛快的跟他们走了 送他们离开 我去柜台让利姐结账 以防他不算账 我一正言辞告诉他 利姐 这一阵你必须得算 不然以后我没法来了 你要是不算 我就按照每个菜30给你转 你也不用不好意思 我们去别家饭店吃也得花钱 那不如让我们自己家是挣这份钱了 开门做生意 千万要收钱 等我收完利姐 无奈的找出一张手机截图给我看 我看在上边啊 一份扫码支付记录 我经济的看到那一个一 后边是四个零 收款方是利姐 付款方是秦某某 没有显示全名 刚才那个叫秦海洋的大兄弟 过来拿啤酒的时候 二话没说 就扫了一万 给我吓了一大跳 我问他怎么回事 那兄弟说 他们到哪吃饭都习惯办卡预付 以后他们肯定会定期过来吃的 所以让我以后直接记账 记满了就再充值 行 海洋既然那么说利姐 你别客气 每次来吃饭给他寄人就行 他们也不差钱 人家有钱 那是人家的呀 我们可不能赚人家的便宜 那兄弟既然冲了 那我以后就全部给他按八折算 现在菜肉都那么贵 你还打八折啊 那么挣啥钱啊 不用这样 原价寄就行 阿飞兄弟 我知道这些人都是你的徒弟 他们能来这里吃饭 冲的也都是你的面子 再说了 他们还都是二栓的师弟 于情于理 都不能按原价收呀 而且这记账 也要从下次开始起算 这一回都不算 这回呀 就算是二栓请客 利姐 你这样就太固执了 完全没必要 没关系的 既然是二栓请客 回头啊 就从二栓那部分钱里面扣就行了 这理由让我没法再拒绝 只能点头 从饭店离开 我揽着清楚的肩膀 媳妇 虽然我对钱不是特别感冒 但有时候觉得钱真的挺好的 可以从容地帮助身边的人 让他们少受一点苦 人间极苦 大多还是来自于钱 大家都有钱的话 世界上就会少去很多的苦 教哥 明天武林大会上 恐怕是要生出一些是非来 你可要做足准备啊 哎 问题不大 我还是有信心的 谦虚点说 轻松吊打所有人 看给你票的 万一有隐士高手 横空出世呢 有自信 无自知 那叫票 有自信 有自知 那叫高 除了夜间人 其他人也想打过我 基本没戏 不过咱这主角光环 电量也太低了吧 吹吧你就 不过 我是还隐隐有些担心 毕竟这次不同于以往 未知的变数太多了 放心吧 有我呢 走 回去洗洗刷刷 活动活动睡觉 你个臭流氓 明天掉武林大会了 你还要活动活动 你想啥呢 我说的活动活动 是练练我大哥 交给我的拳法 再睡觉 你这些女性的想法 越来越窝了啊 你肯定是故意的 更不扎死你 我俩正闹着 就看来霍先生走了过来 他先生提醒我们一下 老丈人来了 随后道 哎 阿飞来 你给我给你说 我过来 我跟你说的事 老师直说 别谈我们谈情说 谢谢 哎 瞅你这小子德行啊 明天有部分领导参加 还有录像 所以不能有太夸张的 内气水平出现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第971章 感谢收听 第972章 微臣之力 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东西凌驾于所有的规则之上 那一定是权力 人之所以追求权力 是有时为了凌驾于别人之上 有些规则是为了不被凌驾而已 听完霍先生的话 我非常诧异 内界权就不是权了吗 怎么还不能用内气呢 这怎么不是狗拿耗的瞎就不管吗 因为这次武林大会与往不同了啊 不仅有官部门前来观摩 还有人直播录像呢 所以啊 不能把一些太过虚幻的东西弄出来 比如你那些浩瀚的内气 只能发挥出自己两三成的水平 而不能是全部 否则的场面呢 被观众瞧见的怕引起恐慌啊 这些本来就是真实存在的东西 为什么不能别人看呢 你以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就一定是真实的吗 平时我们所接受的信息 不都是他们想让我们看什么 我们才能看到什么吗 凡是引起恐慌的是 不能出现在大众视野的 这其实也不是坏事 毕竟绝大数数人都是普通的百姓 值得太弱也不好 大家三观也不能出圈 否则这社会不得乱成一国粥啊 我相信也对啊 短暂的思考过后 要是不能用内气 那不玩犊子了吗 我这套功法比起那几十年功力的练 再来说差了不少呢 刚接到消息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倒不是不可以用内涕 只是要有输入 不能整出那一掌 把人震飞五六米的现象 说白了 就是让大家相信自己的眼睛和世界观 不能让他们一看 卧槽这么牛逼 跟小说里一样 那明白我的意思不 那我太明白了 就是得听话 遵守规则 就让一切显得正常 如此那岂不是成了外界权的天下呢 那倒不是 你虽然不能使用内气伤人 但完全可以用内气防御啊 反正大家看到你不被打倒 也只会认为你身体比较强 协调性比较出色呀 行吗 反正这个局已经这么乱了 不差这一杠了 老霍头 有什么打算 不然你再报一次名 我觉得你以你的实力 还是可以拿一记的 哎呀不行了 我已经不允许了 你没仔细看规则吗 年龄限制为18至60周岁 我们那几个老家伙都不能上来 那据说这怕年历衰老 容易被打成丧残 引发混乱 还真没注意 过去那样就要靠宇清子自己努力了 我可能完不成你交给我的任务了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 那闺女啊 你先回家吧 把这贼小子借我用一晚上 我立刻一捂菊花 你要干啥啊你 我还能把你吃了啊 金厨皱着眉 有什么事啊 非得晚上解决 明天不就召开武林大会了吗 总得让他休息一下吧 哎呀 这个夜阿飞是非熬不可 不过闺女你放心啊 我从你妈那偷来那些 补气补血的玩意有不少呢 待会让她吃两颗 你别说熬一夜了 三天三夜照样活力四射呀 霍先生说完 不容置疑的拽起我的胳膊就走 我无奈着看得清楚一眼 摆出一副不怪我啊 你爹抢我的表情 随着霍先生走了 霍先生没忽悠我 他非常破本 刚到的店 就往我手里塞了几颗药丸 这都是你曼徒阿姨啊 花了很大精力和财力 搞出的十全大不完 甭管你元气亏损多厉害 一颗就起笑 保你精神满满 三天三夜不睡觉都没事 这怎么到你嘴里跟个摇兔玩似的 还可能有那玩意的功效 但绝对没那玩意的副作用啊 大胆吃 放心吃 你也不用多想 老夫还能坑自己未来姑爷吗 你要说这话 我还真不敢吃啊 别的老丈人不会坑女婿 你就未必 你坑我还少吗你 说的好像你没坑过我似的 别摸废话赶紧吃啊 大家谁也甭说谁 反正我现在有求你帮忙 是绝对不会坑你的 这点逻辑关系 你怎么想明白吧 我一听这话言之有理啊 便吹掉了几颗药丸 不过味还真不咋地 这啥配方 这么难吃 啥配方不能告诉你 知道你肯定就不吃了 来脱衣服 你又干啥呀 你刚才为了我不吃春药吧 你我想啥呢 我他妈就算找他 也找叶老板那样的 也不找你呀 我要给你加个班 既然你内气受到限制 就要在拳脚上提升自己 哦 现拉屎 现刨肝 大哥 明天就是武林大会了 来不及了吗 不好意思啊 可恶了 跟你师兄喊大哥喊习惯了 看你这年纪老头 就像那个同辈人呢 别人或许来不及 你可以 师兄已经把你这几天的进度 跟我说了 他说是你 你是万中无疑的恋武奇才 和物理学天才 我其实不怎么喜欢你师兄 咋的 不喜欢跟人拜靶子 为啥不喜欢人家 因为他太诚实 总跟你说实话 哎呀 不好意思 我高估你了 搞了半天 你还是想给自己吹牛逼是吧 别人不知道 我是清楚的 你日所以学得这么快 就是因为你自己身体的缘故啊 你体内那些稀奇骨盖的东西太多了 他们就像催化剂似的 可以帮你高效的完成任务 哎呀老头 我觉得你现在临时给我搞突袭 倒不如去给雨青子他们搞 打铁还须自身硬 靠人不如靠自己啊 这玩意哪能谁都能突袭啊 他们突不了了 只都你来 别什么废话 过来 臭你个死德行啊 我都打算把我毕生所悟的传给你了 你还不乐意 别人哭着喊的响学都来不了 哎 你看你这一点就不是我大哥 也就是你师兄场了 人家说交就交 没有半点废话 你看看你 叽叽歪歪的 来来来 没事先给你拜执了啊 我现在把我祸世太极 所悟到的东西都告诉你 你只要悟到了 恐怕就没人可以在拳脚上打败你了 是吗 那么成传说中的太极拳最高境界 神明之力 你给我记清楚了 可惜是做梦 神明之力呢 是一般人能能拿到的吗 那他妈是张三丰那种祖师节级别的决策 才能达到的 不过虽然达不到神明之力 但也是往神明之力靠拢 所谓神明之力 便是随心所欲 浑身任何一处关节 一处肌肉 任何一处经脉 都可以爆发出强 这强的力量 而我这两节所悟之道 便是宁静于神明之力的力道 我给他取了个名 叫 微臣之力 哦 你够谦虚的 但这微臣之力怎么打人呢 像灰尘一样 靠迷人眼睛 让人搓眼睛再揍人家 所谓微臣之力 便是看似微臣 实则重锤的一种力道 误得此道 便可在别人最松切的时刻 给予致命一击 就像你面对一个五岁的瓜娃子 你会设法吗 你不会 但那瓜娃子会一刀把你捅死 哦 明白了 就是下三滥的偷袭之道呗 我他妈突然就不想教你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第972章 感谢收听 第973章 又学一首 霍先生最终还是教我了 因为他此刻实在找不出更合适的人选呢 看他嫌弃中带着几分期盼 我都觉得这老头属实有点太煎熬了 我同情他 也认为他活该 霍先生用了将近半小时的时间 为我讲解他的微臣之力 听后让我颇为惊讶 太极拳分三阶段 着力巧力棉花力 而在这三个阶段之上 还有一个独领风骚的神宁之力 如果说前三阶段是凡人所联 第四阶段就是神的本领了 霍先生的微臣之力 便是从第三阶段的棉花力中进化来的 微臣之力的原理啊 我一下就明白了 但是我向他提出的问题 你能使出微臣之力了 是因为你有棉花力 可是我没有啊 我做不到随心所欲的棉花境界 这玩意不得需要练吗 这么一宿根本不够啊 你也不需要棉花力 你只要装作身上有棉花就行了 你这意思是让我利用自身的防御系统 来做出棉花力的模样 在此基础上 再打出微臣之力对吧 哎难怪师兄夸你 小脑瓜子好使 没错 就这意思 基本懂 说白了 这微臣之力就让好好呢 做好防守的前提下 以最慢不经心 最毫不起眼的姿势发出力量 让敌人在放松警惕的状态下 做出最有力的打击 哎对对对对 太什么对了 你小子总结的非常好 来现在我就教你 怎么在最放松的状态下发力啊 来 依靠我们的腰胯本身的力量 着实有限 所以我们要学会借力 找谁借 如何借 这就是老夫这些年 所潜心研究的另一个成果 那就是向大地借力 你知道吧 物体间力的作用是互相的 我们给大地多大的力量 大地就给我们多大的力量 如此一来我们可以为大腿为轴 利用灯塔的力量 进入大地的反弹 转化为腰胯之力 腰胯是没法直接向大腿接力的 但是有了大地来当转换器 大腿和身体的力量 便可以转化为我们的腰胯之力 你练太极也不是一天两天 应该明白这腰胯之力有多强 懂不懂 没懂我再讲一遍 开玩笑呢嘛 这不等于看不起我 我不懂 你师兄我大哥的牛顿太极 选我的熟练的掌握 你这个玩意还不是毛毛雨 那就是有一点我不是很透彻 你说这个灯塔的力量 是完全靠肌肉并发呢 还是利用整个身体的力量呢 哎呀 看你春小逼这个劲儿 我还以为啥都明白 这不还是不懂吗 我这不是不懂 只是针对于你的理论 产生了一丝怀疑而已 朱喜说过 读书无一者 虚交友谊 友谊者却要无以 到这里方是上进 哪个王八蛋交给你的 朱喜的老人家说过这话 前年三月 某个书八的老板交给我的 书八难道是我啊 我也不知道 反正是个有个姓王子跟我说的 你小子敢骂我说 王八蛋 你心里没有多管 你要十万彩礼 那你别个冤枉王 我没提过王八蛋那三个字 我这么优秀的大学生 哪里会骂人呢 行行行 算你狠啊 我真没记得我说过 年纪大了 纪力不如以前了 可怜我这样的老人家 还比年轻人欺负 嗨 事态严良啊 心姐 啥也别说了 咱该干啥干啥 上午就武林大会了 我还想赶紧干完活再睡会儿呢 你睡个屁呀 给你吃那么厉害的药丸 够你三天三夜不睡了 来干活 不是没办法 我才不会把这节学交给你呢 那正好啊 你交给别人吗 我还懒得学呢 也行我休息 滚滚滚 我瞧你说好我这头疼 啥也不说了 来练功 你学了我师兄的门道 在学着我的技巧 便可以在拳脚上读挡一遍 听取了霍先生的意见 没再跟他多说废话 所以他开始练习微臣之力 所谓的微臣之力呀 就是要在防守之前 做好进攻姿态 将力量隐藏在防守的位置之下 待防守过后 在敌人最放松的时候 给予敌人致命一击 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让敌人足够放松 敌人如何才能放松啊 那就是让敌人产生一个错觉 哎 这家伙不行 没有反抗之力 老子要少一些 就把他干趴去 然而就在这 存在这个念头的时候呢 趁机把对方干趴去 发挥出微臣之力的致命作用 就好比足球比赛里呀 一方打反击的时候 会在瞬间人员之间 全员压上 力求反击成功 然而就在这次反击的过程中 后防啊 反而是最薄弱的 霍先生的原理 就是要在反击的时候 一招把球抢下来 接着完成致命的一击 要是在几天前 你让我发出这个力道 我可能有些困难 可是在这几天里 经过了长流水的培训之后 我完美的将这物理学的 和太极之道融合了 毫不夸张的说 我可以使用牛顿打太极 打出不可思议的力量来 所以霍先生这种原理的技巧 我尽管在刚开始的时候 还不能做到 但在半个多小时的适用之后 我就可以从容的发出力道了 霍先生惊讶之余呢 开始对我进行试探性的攻击 让我打出微臣之力的反击 我并没让他失望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操练 我就可以从容面对了 从最开始对我传授原理 到我基本掌握的微臣之力 不超过三小时 霍先生在震惊之余表达他师兄的敬佩和感激 难以置信啊 你小子在这么短时间里就掌握了其中的技巧 我得好好感谢师兄 如果不是他这三天的付出 你不可能掌握得如此迅速 对 你说的没错 所以你俩能不能单纯的当师兄弟 还是去拜靶子吧 亲上加亲越来越亲 滚带 我看你谁小子就没忘了跟我拜靶子那一出 你这微臣之力我也掌握了 请问还有没有其他变态技巧啊 没有我要回去睡觉了啊 你就这么想睡觉啊 现在学会的事不讲 不得好好练练吗 你懂个锤子 我想的是睡觉吗 我想的是你闺女 谢谢 告辞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第973章 感谢收听 第974章 演练 霍先生跟长流水虽然师出同门 但在发展方向有着天上之别 二人感情着实不错 可道不相同 也各玩各的 谁也不打扰谁 霍先生不影响长流水去熬快 我长流水呢也不去管 霍先生那堆杂事 在我看来 这二人其实非常聪明 懂得取舍 懂得迁就 懂得包容 你懂我的预言又止 我懂你的暗送秋波 这大概就是两人最好的状态 不得不夸一下霍先生 他的微臣之力 确实是一种实战性极强的套路 在敌人呢 警惕性最弱的时候 给予最致命一击 就像我们永远不会相信 眼前正对你笑脸相迎的人 下步要掏你的腰子 我利用自己的内气 让身体展现出一种 类似于棉花劲的放松状态 再将力道暗藏其中 在这片温暖的柔情背后 便是一种残忍的血腥 霍先生对我说 早些没发现你这么好资质啊 难不成还真像那老道士一样 开武了啊 你以为主角光环是白亮的吗 就这么修正 要跟以前你这么嚣张 我一定他妈打死你 但现在不一样 你越嚣张越好 来继续练 对了 你跟我大哥 也就是你师兄 就没交流过实战 没有 我们不能交流 容易抬杠 文无第一 无第二 越到了我们这个级别 就越想不能轻易对抗 我们俩交流起来 就是对彼此互相不满 又不肯谦卑下去 势必影响我们的关系 所以我们从未交流 他练他的 我练我的 看到对方拳法里的亮点 会心一笑 看出对方拳法里不足 示弱无睹 明白了吗 我啥至少 我当然明白了 这不就跟离婚 重组家庭似的吗 不过你俩的交流没关系 我来帮你们实现 来 我下边用我大哥 你师兄的物理学太极 跟你玩一把 你能不能别每次都强调 我师兄你大哥 长得老夫 现在就跟你看得老头似的 没关系 别控制自己 想叫啥叫啥 随后 我开始用牛顿太极 跟他的霍氏太极实战 对战的结果 自然是让霍先生 称呼结舌 他从没想过 这么一套看起来 古怪离奇的太极拳 竟具备如此强大的实用性 用传统霍氏太极 无法与我对抗 直到他使出微臣之力 在立足于防守的基础上 打出成敦伤害 才勉强与牛顿太极 打了个平手 延续晾了两个小时 天色已大亮 霍先生看了看时间 好嘞 回去吧 现在还得睡会儿 记得十点到达那个盘龙院啊 召开武林大会 哎 一有都过去了 也不差这两小时 我不睡了 回去打坐就行了 怎样啊 我大哥你师兄的牛顿太极 是不是挺牛逼的 强啊 强到让我震惊啊 没想到物理学 还能这么玩呢 看来师兄四处逍遥快 或辩访高手 也不是白玩的 行 看你服的我就放心了 哎 服不服 暂且不论啊 我这微臣之力 也不是闹着玩的 行啊 你老了 这辈子是够呛了 还得靠我去 到达神明之力的境界了 牛逼你别吹 你以为的境界一般人能到吗 若能拿到神明之力 那就是真正的天下第一 打谁都是奏小学生 一年以前 你想过我现在会到达这个水平吗 面对这个问题 霍先生沉默了 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这世上总会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人 我让那些不可思议都挂在我的脑门上 闪瞎俗人的狗眼 当然 这些狗眼不包括您老人家 滚蛋 别在这阴阳怪气我 我睡会儿 十点主持武林大会 还得先撒毕讲那些 枯燥又没用的开步词 到时候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可显得不太好 一个舞者还要受陷于他的淫威 老霍 你得有点奥骨啊 要奥骨有什么用啊 奥骨能给你五百万呢 奥骨能让武林盟撒展成这样吗 还有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 我瞅你是越来越嘚瑟了 敢喊我老霍了 滚滚滚 别再眨眼 哎 扎 做命 奴才告退 您老千岁千岁千岁 这还差不多 哎 滚吧 你是不是王爷工作剧看多了 用王爷的生活来告退的 没有 我看几一位看多了 我说你小子嘴巴这么甜呢 弄了半天骂我是太监是吧 我啥也没说啊 拜拜九千岁 我赶紧一路小跑 买了三份早餐 霍先生一份 我一份 秦主一份 送到霍先生那时呢 他已经在打坐了 我跟他说话没回音 像是入定了似的 我将早餐翻门口 开门走出十几米就回来了 再推门就发现到老头 正那么手捏着牛条 泡在豆浆里大块躲一 从小就捣蛋的人 到老都在作妖 我回去没睡觉 盘坐在沙发上 用混远化机工的方式进行把握 以前看到一些书中 会讲一些修道制人不睡觉 每天呢困了乏了 打坐半小时就恢复经济神了 当时我认为 蠢嘴是蠢牛逼 完全不按道理 可随着在我的认知上的不断提升 我开始越来越接受 那些往往看起来虚无缥缈的东西了 人能接受什么知识 要看自己的认知到什么程度 否则 就算将现实摆在眼前 也会认为自己是在白日做梦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不讲的第974章 感谢收听 第975章 改行做磁杀 我们的认知 也大抵分四个阶段 不知不觉 知己不知 知己自知 不知己知 解释来第一阶段 不知不知啊 就是说 认为自己万事皆事 其实呢 啥也不是 比如一只哈巴狗 是不懂在天上飞 是什么感觉的 就算一种 井底之蛙的一种狭隘认知吧 第二阶段 知己不知 就是指一个人非常清楚 自己在哪方面是有所欠缺的 那么他会充满求知欲和好奇心 拼命获取外来的知识 是一种空怀心态下的谦卑 第三阶段 知己自知 是一种非常清醒的状态 他已经对自己有了清晰的定位 知道自己在哪些领域取得了什么成绩 也知晓自己的能力 可以完成什么任务 达到什么境界 到了这层阶段 也就不会再茫然了 举目无措了 他会呢 无比坚定去选定目标 第四阶段 不知己知 这是一种爵士高手的存在 他已经吸收了一切 做到了一切 所学到的全部知识能力 会成为身体的一种本能 现在的我就已经完全适应了 打坐的感觉 不知不觉呢 两个小时匆匆而过 再睁眼身体已经充满了力量 没有一丝疲惫 清楚知道我在打坐 一直也没叫我 睁开眼呢 已经九点了 打开手机一看 密密麻麻都是徒弟们的电话 原来他们早就到达了 召开武林大会的场所 潘龙院 我简单的洗漱就要和秦主 一起赶赴潘龙院 下楼时呢 联系了民国寺的家族里的人 没想到人家虽然是我铁锤门的人 却丝毫不受我铁锤门的管理 此时早已随着霍先生进入潘龙院了 正要开车前往 就看那个黑不溜秀的家伙跑过来 那家伙也不借场 拉开车门就坐后座了 兄弟你哪呗 我认识你吗 飞兄 一个月不见就不认识我了 卧槽 大灯 你怎么黑的 你挖沸窑去了 你还是去非洲挖矿了 怎么黑的 跟那么探成精了似的 秦主文言 连忙回头看 扑车一声就乐了 还真是你啊 大灯 你这是怎么搞的呀 怎么黑成这样了 走在大街上 你要是不说话 不拿出身份证的话 我都不敢认你 嫂子 飞兄 没完美 也没去非洲 最近只是在苦练流风步 你这流风步不是练腿吗 怎么还往脸上练呢 你是不知道啊 这这这流风步啊 得多跑才能练出效果 我在这一个月里 徒步横挂了十几个县市 跑了三十多个景区 爬了十几座大山 脚上斜坏了 渐渐十双才干成这个效果 行啊 对自己够狠啊 果然是大灯 请问你这流风步练的咋样 毫不客气的说 就以我现在实力 去哪家跑的公司 或者快递公司 绝对业务之星 哎呀 这回可好了 以后你没事呢 就去跑腿 挣点工钱两不误 上哪有这好事 费兄 费兄 你的建议非常到位 我一会儿会认真思考的 对了 你们现在去哪儿 马上召开五丁大会了 我们正准备钱去 正好一起去吧 我也要去嘛 我还想去买双鞋呢 我的鞋跑开交了 去吧 我的铁锤门注射的时候呢 注射人数不够 我把你的名字也加进去了 你算是认我铁锤门的人 哦 原来我也是有组织的人了 这话让你说的 你姐夫秦岳是天法 你不还是天法的教头呢吗 那种不能放在明面上 不算 再说他现在也没跟我姐结婚 只能算我大哥 但是我有求于他的时候 就会喊姐夫了 秦岳最近在忙什么呢 似乎很久没见他了 说了你可能不信 大哥现在工作中心转移了 他不怎么杀人了 当然他本来自己也不动手 听完这个消息 我还是非诚惊讶 因为连我媳妇 也就是秦岳的妹妹 秦楚都没告诉过这些 看到我沉默 秦楚非常敏感的 察觉到我的变化 他无奈了 我跟我哥 比我跟小伙差联系的次数都少 我完全不会跟他汇报我的情况 他也完全不会把他的事告诉我 所以大灯说的这些 我也不知道 你们俩是兄妹不假 却不如普通朋友一般亲密 但只要你有困难 秦岳是一定会出现的对吧 娇哥 你说的没错 我们两个人平日里 还真不像是其他兄妹那样联系 只有在碰到一些 特别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才会碰到一起的 大灯 那你大哥现在做什么呢 他好像接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 现在全身心做助学呢 那这么说你们的 天罚现在不杀人了 不惩见那些逍遥法怪的人了吗 非诚我大哥说了 这些话是不可以对外人说的 我不能回答你 秦楚是你大哥的亲妹 这叫外人吗 我是你大哥的亲爹的一个徒弟的监姑爷 这叫外人吗 我跟你大哥有着过敏的交情 这叫外人吗 大灯 你变了是不是 自从你循和留守部 你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你既然把我当外人 我也只能把你当坏人了 武林大会结束后 明天我就去把蔡文君拎到工伪证那 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 非兄 我们就差败把子了 哪里是外人 我刚才就是顺嘴去说 不是我真实想法 我告诉你啊 实话说 天罚现在变更模式了 惩戒还是要惩戒 只不过变了模式 不再直接干掉 而是让他们去电子厂做工 挣的钱全部做扶贫助学 电子厂 哪里来电子厂 我们自己开的 里边军事化 封闭管理 每天要早上跑步 坐倒操 二时吃饭 二时休息 二时训练 二时工作 一旦违规 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轻则打断腿 重则打断头 卧槽 头都打断了 那不跟杀人一样吗 那不同 比如打出个颅骨骨折 是不会死人的 断胳不断腿 去医院不就暴露吗 非兄 你似乎忘记了 秦家是做什么的 大哥从秦家 专门找了两个医生 留在肠子里 别说断胳不断腿 断脑袋 怎么能给你缝上 你大哥是牛逼 由直接杀人 改编成间接杀人 这招够狠 让他们受到惩罚的同时 还能让他们创造利益 我看他就是想一步步 让天法走出 违法犯罪的区域 非兄此言差异 你不要管结局如何 我且跟你说三点 第一 模式变成这样 会让那些坏人 在艰苦的工作中 受到魔力 慢慢发生转变 第二 你别管过程咋样 我们的结果 就让这些坏人 给贫困的孩子们 做贡献 这点总是 积德行善的好事吧 第三 天法现在不杀人了 只不过出现 医疗事故的话 那就没办法了 那你们的医疗事故 多不多 不多 一年也就十几次 好了 感谢收听 第九百七十六章 武林大会 第一篇 我觉得我的婚后生活 可能会有点动荡 导致动荡的元素 除了那个不靠谷的老丈人之外 还有一个杀手组织的大舅哥 这是我对自己未来 产生的一点点质疑 他们极有可能会 时不时让我感受一下 人生是有多么的金钱刺激 一路跟大灯聊着秦岳和天法 十几分钟就到了潘龙岸了 如果大灯所言非虚 我猜秦岳已经开始 慢慢转型了 天法也会从一个四处 惩戒罪人的杀人组织 转化成一个救助于贫困的慈善组织 我不知道秦岳这个转变 是否跟我之前干的那个王志远有关 当王志远就是打着贫困的幌子 诱骗未成年少女去卖银的 揭开王志远 秦寿面杀的时候 我对他进行割喉的是天法 我的徒弟们早就到了潘龙岸 此刻已在外边等候多时了 他们开着这几辆车也是很乍眼的 再加上秦家的基因比较出色 颜值都挺耐大 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主要是这十个人在武林盟 众弟子的眼里都是陌生面孔 大家看一下他们的同时了 纷纷都猜测 这哪门哪派的 谁这么牛逼 开这么好的车 看我出现众弟子们 簇拥了我进了潘龙岸 这次的武林大会 还是非常严谨的 不是武林盟的人不准去入内 我们在门口进行了 签道和人员确认 拿到了参与证 大灯看到自己的名字 显得非常高兴 一只黑猩猩 当然主要是福色相 这武林大会 可不像是电影里那般 在某山之巅 什么旗开什么 飘扬啥的 反正取而代之的是 各种赞助商的广告条幅 我觉得这就是 现代的武林大会了 台上的嘉宾们 没几个是武林盟里的人 全都是某些惹不起的某局 还有一些常年隐藏 在武林盟里的某些富豪老总 他们挺着 有如怀胎七月般的肚子 互相咬着耳朵 窃窃思语 一说话脸上的肉 都难免要风起云涌一般 甚至连声音都大一点 都得喘上两口雏气 我有些不理解 他们的身体素质 是如何管理武林盟的 我们找到自己的位置呢 站好队没多久 就看到几个工作人员 拿着签道表来到主席台 主持人与武林盟的盟主 霍先生伤了一番 就看到老货头点了点头 主持人也走向了主席台中央 伴随一阵高亢的进行曲 武林大会正式召开了 主持人的水平很高啊 一看就是常年主持 各种婚庆的一个精英啊 再把现场氛围 把握的非常娴熟 就差给他们几个伴娘 配合一下了 经过主持人一段 非常激情又老套的开幕词之后 进入了让人昏昏欲睡 却要机械性拍巴掌的阶段 下面有请某某局长致辞 下面有请某某科长致辞 到最后才轮到武林盟主 老货头接过话筒呢 厂下的几百人瞬间来精神了 好 各位门派弟子都好准备啊 武林大会马上开始 本次武林大会 较之一往就多出四个门派 都已经在秩序栏里边 都已经标注了是吧 分别是铁锤门 虎煞门 葵花门 归约门 其中 虎煞门 葵花门 归约门 都是前来以武会有的外地门派 铁锤门呢 是本地新秀 下面请这四位门派的掌门人 上台与大家碰个面 事先还真不知道有这仪式 文言正好往主席台上走 这也是我第一次 与那三个门派的掌门见面 我看虎煞门阵营里 走出一个接近一米九五的魁梧汉子 年龄也就四十多 估计也就是虎煞门的掌门 此人面目孤傲 似乎没把众人看在眼里 高昂的扬着头 往主席台上走 就以他的身高体重 能做出如此轻盈飘逸的动作呀 真是寄精四射 他一跃就上了台了 莫草 可以啊 虎煞门的人个个人高马大 看到掌门这么秀 也不知谁带着头 剧烈的鼓掌 我在后边慢慢走吧 这时候葵花门里也走出一个 此人中等身材 不高不矮 不胖不瘦 普普通通的样 看起来五十几岁 浑身上下没有太明显的地儿 只不过我看他此人手掌与常人不同 他的手指特别的粗 每根都像胡萝卜似的 特别的肥大 他倒是没跳 走了台阶 只不过他是头下脚上的倒立而上 按理说 倒立行走也不是什么多难的事 但是他在走上主气台后 众人才鸦雀无声 因为他是用食指和中指两根手指 撑在地上向舞主气台上走的 我在电视里倒是看过用二指缠倒立的人 在他力证过后 此人面不改色 心不跳 可想而知他的指力多雄厚 这功夫练得有多深 这波掌声明显更响亮 第三位龟云门的人一出来 我就愣了 卧槽 这咱们不是青州楚家的楚云飞吗 我大惊之下 连忙看下了龟云门的队伍 果然 那楚莫涵也在队伍中 除了他之外 还有十几个年轻人 我看起来有点眼熟 仔细回忆了一下 猛然间脑子里出现了几个角色 就对上号了 这不就是那天晚上在天台上 偷袭叶寒那几个臂吗 当时叶寒真被叶元给偷袭成功 我心中已经 妈的 这龟云门难道不成 是叶元的门派 可我在队伍里寻找 也没看到叶元本人 楚云飞看到俩人炫技也不甘堕落 纵身一跃 跳上主席台帮边擂台 只不过他没有站在擂台上 而是立在擂台边上围栏纸上 那围栏是谭力带所做的 正常情况下 傅仲吼必然要下坠 利用自己的速度 飞快在围栏上行走起来 再连着走了两段围栏之后 他突然下坠 借力弹在了十几米开外的主席台上 楚云飞这一下 直接让主持人都疯狂了 在普通人眼里 这等轻功太牛逼了呀 同时也唤来了一片掌声 而我此时走到的最后 楚云飞肯定早就注意到我了 他站在楚席台 看我的目光里 马上敌意和凶狠 我微微一笑慢吞吞地走向了楚席台 我上次在邀请赛上现身时 是以天性门小黑的身份 并且当时化了妆 没人认出我来 只不过后来在仙人故 才被大家渐渐熟悉 可山洞里昏暗 也只有四十多人进了洞 我长得又不是那种辨识度极高的人 所以此刻能一压认出我的 也就是各大门派里的那些小部分高手 在前才被炫祭 此刻几百人的目光都寄增到我身上 他们此刻都等着呢 看看我这个看起来吊儿郎当的铁锤门的掌门 会炫出什么记忆呢 好了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播讲的第九百七十六章 感谢收听 第九百七十七章 武林大会第二篇 我慢悠悠的一步步的爬上楼梯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里 掏出了小铁锤 然后走向了一台边 笑着对主持人道 前面几位掌门人的好生厉害 秀得我头皮发麻 我在此呢 给各位表演一下我的独门结迹 砸钉子 请各位欣赏啊 说完我举了两下 瞄了两下 高举小铁锤 一下将那台角落内那根 铺起的钉子砸了下去 随后站了起来 在几百人目瞪口袋之中 收起了铁锤 走向了主持人 主持人似乎人间沉浸在 刚才楚云飞精彩军类的表演中 对我灰铁锤这一下表演 没有太多的兴奋 晃了我脑袋 请问大哥请开始你的表演 表演完了 你的表演什么话我 钉钉的吗 小铁锤钉钉的 明白了吗 主持人终于意识到 我不是在开玩笑 此时此刻在众人出目睽睽之中 这名主持人大脑急速旋转 开始为我这个非主流的掌门人 寻找各种开脱理由 终于他眼中一闪 这位掌门人出手不凡 以时间最平凡的技巧来打出宇宙最不凡的一击 我相信 那颗铁钉注定是一颗不平凡的铁钉 这位掌门人注定是本届五丁大会最不平凡的掌门人 来 让我们一夜来的掌声 欢迎这四位冠绝天下的掌门人 就这样 几百名略显蒙蔽着掌声 我们这四人算是完成亮相仪式的 随后 霍先生和主持人介绍这四大门派的时间 到此时我们才算对那三个门派有所了解 那虎杀门和葵花门是以外界权为主 他们主要持着的就是抗击的能力强 也参加过许多比赛 拿到过显著的成绩 葵花门就有些意思 他们一个擅长打穴门派 没参加什么比赛 但他们打穴功夫却是享誉海外 至于归原门 在主持人得到消息里 是一个修炼内加权的门派 擅长以练功的方式来修炼元气 从而使人体质增强 精神饱满 到我的铁锤门 主持人显得有点懵逼且迟钝 他狐疑的看了我一下 铁锤门 本土门派 目前尚不清楚 本门派的武功套路特点 只知道掌门人擅长以铁锤为兵器 着定为铁锤门 现场听完哄唐大笑 笑吧笑吧无所谓 霍先生对这四个门派 做出简单的介绍 我悄悄对着楚云飞呢 你们俩是不是上次没被揍跑啊 跑过去找色解 他们俩曾经被我给制裁过 楚云飞冷冷冷看了 我眼压低的声音 笑畜生你别嚣张 这次让你学债学长 上次吃的苦 十倍让你还 来 你们爷俩夹起来 在我眼里就是个初二学生 所以你俩怎么折腾 我小时候碰到几条狗 吱吱喳喳的围堵 我你猜怎么着 我一蹲一下就不能吓跑了 阿飞 这次不收拾你顿恨的 我从此就改行 谁也别在这吹 我们拭目以待 你看我玩不玩死 你这个小杂碎 我这要喷的呢 就听主持人说 来 大家看 此时此刻 归院门的掌门人 正在跟且说门的掌门人聊得火热 这也代表两个地方的舞者 都是本着以 以舞会有的精神 来进行试探切磋的 让我们共同预祝 本届武林大会 取得圆满成功 祝各位领导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步步高升 也祝在场所有人 平安喜乐 万事顺遂 于是 在热情的氛围里 武林大会的开幕式 算是结束了 我在台上表现得 跟楚云飞交头接耳 实际上我的目光 一直扫视下方 那三个门派的队伍 我们本土传统 六大门派 来参会者不少 每个门派都有五十人 我们铁锤门 算是四大家族和大灯 也就十几个 而那三个外地门派 也来了不少 单看队伍 每个门派都接近三十 三个门派就是近百人 这阵仗还真不小啊 想起那天夜里 虎沙门的据点 偷听的那些 我便按道 妈的说啥也不能 让这帮孙子 把五联盟主给抢了 经过我观察 发现虎沙门 葵华门还好 里边的弟子的 符合门派的武功特质 虎沙门的又高又壮 葵华门的身材 体型各不相同 但是 葵原门的弟子 就没那么太明显的特点了 高矮胖瘦 各不相同 一时间我也搞不清 他们什么路数 而且有几个人 一直垂着头 似乎对台上的 并不太大兴趣 我们四个掌门 下台之后 请海洋悄悄问我 师父 咱又不是没那个实力 怎么不给他们秀一把呢 海洋 知道装逼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不知道 这玩意还分境界吗 当然了 第一冲 昨夜西风 叼毙书 读上高楼 望尽装逼路 第二冲 衣带见宽 终不回 未逼装得 人憔悴 第三冲 众里装他千百度 默然回首 那逼却在灯火阑珊处 难怪师父 所追求的事 没错 为师所追求的 正是那第三重境界 我要装逼于无形 让他们百次不得其逼 不是 不得其解 最后在最关键时刻 再让他们默然回首 于灯火栏神处 感受到 我这把币装得 有多么的深沉 哦 师父的境界 我等难以 望其向背 只能仰望 以后望师父 在叫我们的武功同时 嘟嘟传说我们装逼之道 放心海洋 我不光教你们武艺 还会传授你们这种 真正的智慧 我铁唇门弟子 个个都要文武双全 众人听完 显得非常兴奋 清楚无奈的 看着我说的 完了 我这帮表哥表弟 都要被你给带坏了 等他们回去啊 估计都要变个人了 那只能说明 他们以前的生活 多没意思 从现在起 我就让他们体验 什么叫精彩人生 正聊着呢 我看到蓝小蓝 云中后墨星秋 都走了过来 他们现在也算是我 铁锤门的人 自然跟我站一块 蓝小蓝走过来 笑嘻嘻的 阿飞 那不像你风格啊 好不容易上回台 怎么如此低调啊 面对异性 我自然不能将那 装逼的三重境界 娓娓道来 哎 作为一个低调 内敛的掌门人 绝不能在武林大会 尚未开始之前 就暴露自己的实力 他们仨犯傻 我可不能跟着犯 我才不信你呢 你肚子里肯定有憋着 什么坏水呢 这时候只听轰隆一声响 主席台的角落处 突然像是蛋糕 被人用刀切了一下 塌下一个角 而这个位置 正是我刚才定钉子的地方 众人惊讶过后 都反应过来了 几百人齐齐看着我 这一刻我听青海扬道 师傅 我感受到什么叫 装逼最高境界了 这真是太美好了呀 好嘞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播讲的 第977章 感谢收听 第978章 武林大会 第三篇 我这人呢 并不是特别喜欢装 主要在某些场合 和某些特殊情况推动下 由不得你不装啊 我算是被他们 推向了装逼的舞台 便顺手装了一旁 钉钉子那一锤 我暗中拧着那一气 那搭起来的架子 在我重锤之下 自然扛不了了 大家刚开始 没意识到发生什么 直到有人想起我那一锤 开始在人群中 精准的找到了我 然后呢 看着我比比划滑的 现场的工作人员呢 连忙对了主席台角落 进行了紧急的修复 这只是其中一个小插曲啊 很快主持人开始 郑重宣读 本次武林大会的规则 听完之后 我就开始在心中盘算 什么时候出手合适呢 这次武林大会 共有一百名门派弟子参赛 所有参赛选手 分成十个组 每组十人经过抽签 第一阶段是单场决胜日 直接可以决出前五十名 这五十名又分为五组 每组十人抽签 选定对手之后 将会在三场之内决出胜负 谁能先赢两场 谁便进淘汰赛 最终进淘汰赛的二十五人 会跟十大门派的 十位掌门人相逢 共计三十五人 也就是说 掌门人所拥有特权 可以让他们 直接进入淘汰赛阶段 但掌门人进入的淘汰赛阶段 便会拥有一种反向特权 那是不允许出错了 输一场 剩下的两场便不用打了 这些掌门人容错率极低 一旦出现任何失误 那就宣告 要离开本届武林大会了 可由于一些掌门人超过了六十 不适合再上擂台 还有的掌门人选择弃权 所以当前无法确定 最终进入淘汰赛的 会有多少人 在淘汰赛里 最终能站到最后的 那便是这一届武林大会的冠军 也就是可以拿到最高奖金那位 可是他还不能被选为盟主 要想成为武林盟主 必须还要接受 另外一个赛事的冠军挑战 另一个赛事呢 是武林盟额外创办的 同时进行了比赛 叫做群雄争霸 就是有一些在武术协会里边注册 但是没有加入十大门派的民间高手 进行挑战 那些人被称之为武林散侠 他们要么是兴高气 要么是加入的 要么是恶习累累 不被门派所接受的 所以散侠是不和全那一类的 他们算是武林盟里比较奇葩的存在 但经过了前几届武林大会的经验来看 那些人虽然有些其他的能耐 但若想挑战武林大会的冠军选手 基本上都是以卵及时 相对于群穷争霸 大家更愿意成为群魔乱舞 但这个群魔乱舞的赛事 观赏性非常强 因为你不知道呢 下一位选手是用什么奇葩的技术 来上台展示的 有一些散侠上台 完全就是为了展示一下 自己引以为傲的独门武术 至于能不能被大家认可 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当然了 江湖人称的群魔乱舞 可在武林盟里不那么讲 官方上还是要说群雄争霸 反倒能占到最后的胜利的 就有资格挑战一下 武林大会的四强选手 如果散侠的冠军能赢下所有人 那他便可以取而代之 成为武林盟主 规则虽然这么制定的啊 但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四强之外 那都是接近于武林盟主的存在 远离于各大门派的散侠 想要通过这一轮挑战 概率接近为零 反正根据以往武林大会情况 甚至没有人能在四强选手里 最后一名手里撑过三个回合 可这一届的武林大会有变动 也就是说参加群魔乱舞的选手 不再勤现于散侠 门派中没能报名参加武林大会的弟子 也可以通过群魔乱舞阶段 来展现自己的能力 可门派里真的的抢手 是肯定会参加武林大会的 没能进入大会的 定然是一些实力欠缺的 所以他们对武林大会的四强选手 不会造成任何的威胁 但如果想体验一下异度与风情 增加一点竞技经验 那倒是可以上去玩一圈 终于在主持人念完所有的规章制度之后 武林大会终于开始了 我铁锤门的十个参赛选手呢 便是勤见了十人 至于蓝小兰和他们大灯呢 更像是来打酱油的 霍先生把那三个家族里的人 安静我铁锤门 我原本以为他们肯定有别的目的 比如未来打算呢 抓与王牧啊 但根据眼前形势 他们似乎就为了那个群魔料舞阶段的比赛而安排的 难不成霍先生遇见到一些不好的情况吗 随着武林大会的正式开始啊 各大门派的人都开始忙碌了 该填表的填表 该热身的热身 很多门派弟子就地展开对练 准备登台的 到了这种时候 就能清楚的看到众生之相 有的人自信 热身的时候满面红光 亢奋异常 有的人紧张 一会儿功夫要去八趟厕所 还有人呢非常淡定 没有多余的情绪和行为 像秦海洋秦海凡他们这样 就是典型比较亢奋的 他们没参加过这种比赛 显得非常激动和期待 各顶各双眼放光啊 在人群中四处扫尸 似乎在揣测哪一个将成为自己的对手 这种百人局大赛 分组完全是随机 本身就充满了许多偶然性 很有可能在开始阶段 就会出现强强对话 就像世界杯似的 有些球队签运不好 开始直接进入死亡之组 那个组里的人都是高手 每一局都是生死战 随着组委会抽签结束 十个小组都分出来了 我们的签运还算中为中举啊 不算很好也不算很差 但其他门派中就出现了几场强强对决 比如在这第一轮小组赛里 瞻一门胡老大就碰上来自于虎沙门的一个叫张龙的人 学野门的唐三则遇到了葵花门的吴飞 根据主持人念的弟子顺序来看 张龙乃是虎沙门坐下第一弟子 吴飞是葵花门第三弟子 绝对非常有实力 小组赛就出现这种强强对话 大家的兴致就被调弄起来了 不过在强强对话之前呢 秦海洋表现得让我颇为惊讶 他抽到的选手竟然是我的老对头 金刚门的吴己 当初我跟吴己是打过几次的 算是没怎么吃亏 那家伙实力是非常的刚猛 毕竟拿过省里的散打王 让我好奇的是 这家伙竟然还在金刚门啊 以他的武都俱全 还跟日本人勾结的劣迹 金刚门为什么没将他租出师门呢 我不理解 吴己早就认出我了 所以在面对秦海洋时目光中充满了仇恨 赛前我就提醒秦海洋 让他千万拿起精神 吴己擅长腿脚 要格外留意他的鞭腿 秦海洋心理素质出奇的好 师傅 打个架子也别紧张 不然你就做做深呼吸 调整一下情绪 卧槽 你怎么说的好像我要擅长似的 为师还不是怕你被人暴打 那狗子跟为师有过节 他肯定要全力削你的 哎呀 放心师傅 削我的多了 不差他一个啊 随着裁判出场 比赛正式开始 我看到吴己恶狠狠的盯着我 满身杀气的走向了秦海洋 好了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播讲的第 978章 感谢收听 第979章 武林大会第四篇 虽说呢 尚且不到一年 但现在吴己在我眼里 成为了一只小鸡仔般的存在 我想把他打死 他不用动脑子 一眼儿刮他就把他干到南天门了 这场比赛没有多少人关注 因为大家理所应当的 认为吴己会获取了胜利 但是作为这个散打王的实战型大神呢 在面对这么一个后起之秀 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但是 99%人的想法 但我觉得是那1%的部分 对于我们的杜处逍遥功 我还是有信心的 还让我惊奇的是 秦海洋非常稳 面对吴己这样的对手 脸上没有丝毫的惊慌 稳得让我学疑呼 不禁惊叹 表哥不简单哪 一般人碰到吴己那么凶的 心里边多少重挡影 他可没事人是啊 不简单 教哥 秦家人 或许在功夫上比他们差点 但是在意志还有勇气方面 是绝对碾压他们的 你可别忘了 我们可都是在战场上 跟小鬼子玩过命的 经秦楚一提醒 我再谎人醒悟对啊 我能把这事忘了 别说是这些大舅哥小舅哥 就连秦楚身上都被小日本捅过一刀的 那些跟小日本交锋的日子 与战场没什么区别 难怪秦海洋如此淡定 他都不止一次跟人玩过命了 怎么会惧怕眼前这个 只想揍他的人呢 我一直以来拿秦家这帮弟子们 当普通弟子 忘记他们有过这等经历啊 随着裁判的比赛开始 吴己在从秦海洋的 全找过招之后 一顿狂风咒举的进攻 直钩拳啊 摆拳啊 那是拳拳生风 正登侧呀 鞭腿 那是嘴嘴要命啊 看着架势不像是在比武 像是在发疯 吴己在蒙过后 发现对方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接连后退几步 开始认真打量 根据他口中喘粗气的程度 不难看出 这家伙没少吸 小日本的蓝兵啊 当初我们戒毒计划里没他 所以也没把他弄的强制戒毒 吴己跟青龙会的老大呢 李森关心密切 他们跟小日本有所勾结 勾已经帮着工伪证 他青龙会剿灭了 按理说 吴己应该被抓起来再对 不知的为何呀 还能置身事外 莫不是有什么保护咱们 再看场上啊 我猜秦晓阳肯定领悟到了 我所说那第三重境界的精髓 他晃晃脑袋 谈谈灰尘 淡淡的一笑 就这 那模样的姿势 还真有我装逼的风范呢 哎呀 不愧是我的得意弟子啊 关系人家常态比我帅 装起来是比有一番风味啊 哎 吴己受了挑衅 气得面色铁青 大呼一声 一个鞭腿就扫下了 秦海洋的大腿 这是他的一贯招式 因为吴己的腿功极好 秦海洋再次以杜处 逍遥宫里的防守势 进行了防御 吴己引以为傲的腿法 在他身上没讨得任何便宜 连续进攻了几十下之后 吴己慌了呀 他的目光里露出了几分疑惑 我猜他肯定在想 卧槽这个小角色 新门派的家伙 为何如此的强悍呢 不等他疑惑呢 秦海洋笑了 好了大哥 你结束了吧 逗我了 随后 他使出了杜处逍遥宫第一路 年华如初的第一招一试 就逼了上去 面对着秦海洋的进攻 吴己连忙做了防守准备 护着头 可杜处逍遥宫 集结了九九八十一种武术精髓 总是以最出人意料的方式 打出最利索的进攻 没多一会儿 吴己的左肋就被秦海洋给扫中了 疼得无疑一转圈圈啊 秦海洋第一路打完 摇了摇头 这才刚第一路 你也不行啊大哥 你 你这什么武功 怎地如此杂乱 你记住啊 这是我们铁春门的振派武功 杜处逍遥宫 一共九路 刚才只是第一路 下面就有第二路 流年如末 结果 显而易见 在秦海洋第二路的九世 动作还没打完 吴己就中招架不住了 被秦海洋一脚踢中了架巴 顿时就昏过去了 哎 堂堂三打王被新秀给直接KO了 就这样 在秦海洋一额未见之中 吴己被抬起来 裁判呢宣布 秦海洋活生了 附近人一片华人 谁都没想到吴己那么快就输了 而且被直接KO了 我问走下擂台的秦海洋 哎 咋样 感觉如何呀 还不错 踏的挺过瘾的 就是还没打出汗 消耗没有太多卡路里 哎 我发现了 等这次武林大会结束 你进步最大的可能不是武力 你都说了 要门武双拳 不光能打 还有会装吗 哎呀 我越来越欣赏你了 走走走 去看看你师弟们的表现啊 随后 我们按照先后次序 去观看铁车门 其他弟子的比武 让我震惊的是 我观看前六个铁车门弟子比武 全都获了胜利 除了秦海洋之外 其他人抽中的都不是那种绝对的高手 可是只要能参加武林大会 那必然都是本门派里前十的角色 发在江湖那都是一等一的 取得胜利 是我始料未及的 很快 武林大会便迎来第一场强强对决 詹一门胡老大 武煞门赵虎 这不仅仅是来自于詹一门和武煞门的首席弟子之间的比试 也是武刘市本地门派和外地门派的首次激烈捧撞 胡老大和张龙一上场 立刻吸引了人们的关注 成为了焦点 擂台周文瞬间挤满了观众 这擂台设计之初我就考虑到观众较多 惦解了一米多高 所以即便是在 也可以清晰的看到场上的情况 胡老大一米九的身高啊 在张龙面前呢 显不出有多健壮 可见张龙的底盘子有多猛啊 这张龙我之前见过 当初我给长流水找的前妻 就在村子里边发现胡煞门的人 正在树林里练功 在树上偷听了会儿 就随着他跑去屋了 就是他跟那三大派联合的消息 透露给我的 张龙活老大长得像是蒙古汉子 往那一站 有如一座铁塔呀 属于是普通对手 看上一眼都会觉得绝望那种 比如那边的于老四 就碰到了寒光门的一个弟子 结果就那哥们双截棍 还没甩几下 就被于老四一把抓着武器给扔出去了 张龙活老大在裁判的引导下 到了场中央 其实啊 这里的裁判也是上边的领导强制要求的 主要是怕大家打起来收不住 闹出人命兜不住 活老大呢摔掉手出身 一身沾衣十八跌链的出神入祸 身自以擒拿摔打之道 我对活老大的能力有多摧从信任 那么说吧 说武松打虎我不信 你要说活老大打虎 我可能需要考虑一下 作为活老大的对手啊 张龙实在是胡沙门一个抗击打能力极强的门牌 我亲眼见识过他们训练的场景 着实让我非常震撼呢 那他们真不拿自己当人呢 很快 在宣布规则之后 二人后退一步 随着裁判做了一个开始的手势 这俩人没有任何的犹豫 瞬间就向对面冲了过去 很快 就一种两辆重型的拖拉机撞在一起的感觉 好了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播讲的第979章 感谢收听 第980章 武林大会 第五篇 无论是什么赛事 重量级的对抗总是会让兴奋的 胡老大不敢掉以轻心呢 出手就是振派绝血 战役十八爹 与张龙缠斗在一起 这俩人都擅长进战 打起来是拳拳到肉 吐一吐一声疯啊 隔着七八藏人墙 我都能听到那肌肉碰碰的声音呢 这二人缠斗两分钟 表面上胡老大站起来便宜 对张龙连打带出来 好几次都击中目标 然而张龙非常没有退后 却是越发的展开了进攻 他的进攻套路非常简单 一个字就是莽 每一拳都能打出成尊伤害 胡老大不敢掉以轻心呢 面对这种最朴实无华的重拳 更重要全力防守 两分钟过后 二人很有默契同时后撤 调整着呼吸 准备进行第二波的对抗 单从体能来看 这俩人他们不相上下 都没有表现出大口喘气的一个状态 俩人都死死盯着对方 在绕着擂台转了半圈之后 张龙突然先发制人 右脚一垫 冲向胡老大的一瞬 一记左摆拳重重砸向了胡老大 后者架起了右臂进行抵挡 同时重心下沉 弯腰转胯 拳头如青龙出水 自上而下的砸下了张龙的小腹啊 胡老大这一拳 与太极力气原理一样 大腿蹬地 扭腰转胯 算是极其一个人用肉体能 所打出的力量的极限 就算是头牛也得当场暴毙啊 张龙即便你再扛打 恐怕也不敢挨呀 然而我错了 我们所有人都错了 张龙他就是个玩命的家伙 在包括胡老大在内 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 他没有撤身后退 也没有架毙格挡 放弃格挡 挥起了右拳 击向胡老大的前胸 这完全是以拳换拳 以命搏命的手势 胡老大那一拳 既然打出去了 就没有回拳的余地 他只是再去收力 必然来不及了 只是尽可能的打出这一拳 让对手丧失战斗力 那么张龙这一拳 也可以忽略不计了 张龙脑子里想的 似乎跟我们不一样 他真的想玩命 他没有任何躲避防御 硬接下这一拳 只听扑扑两声 两人同时中拳 在我看来 胡老大那一拳更强 张龙要逊色一点 即便张龙你再能扛 也不可能不受伤 这大家都是皮包肉 再练也不可能练成肉变铁 胡老大和张龙互打一拳 各自后退了一步 扶下了身子 站那一动也不动 周围观众也搞不清 谁占了便宜 聚精会神的注视二人 看看他们下一步什么动作 本以为张龙受了重创 首先扛不住 然而他第一个执起腰了 他伸手拍了拍 小斧淡淡的 胡老大果然名不虚团 有几分死地啊 此可惜 你碰到的似我 他提起来拳头 缓缓走向了胡老大 这一幕所有人都震惊了 胡老大什么水平在武林盟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此时胡老大一直绷着嘴 看到张龙如此 他便硬挺着站起来拉开架势 准备备战张龙 可没等张龙靠近 就听扑的一声 胡老大嘴中喷出了一口鲜血 喷得张龙满面鲜红 裁判见状当机地段 高举双手终结了比赛 并且宣布张龙获胜 胡老大冷声道 我没说 为什么终止比赛 没听到刚才主持人宣布 出现异常 一切要以参赛选手生命健康为主 你都被打透眼了 这是为了保护你 滚蛋 我不需要保护 胡老大气恼的 推开裁判 还要发飙 就听霍先生重重咳嗽一声 冷冷的扫了胡老大一眼 胡老大看到霍先生发话 终于叹了口气 垂下了头 走下擂台 张龙杀人又补刀 冲胡老大笑道 胡老大死吧 衣服都给我弄脏了 也不作为我洗一下 你们五六人 也不怎么地道啊 胡老大回过头 张龙 我院中服输 任由你羞辱 你给我记住 武林大回过后 我一定还去挑战你 不将你打倒 胡子倒过来去 欢迎啊 我随时欢迎啊 张龙接过别人 递过一张卫生纸 开始擦拭脸上的血 这算是开门红 也算是头彩啊 周围虎沙门的弟子 纷纷都笑了 他们这一笑 沾一门的人可就不乐意了 骂骂咧咧就要上去揍他们了 要论人数 虎沙门要少一点 打起裙架 毫不占优势 霍先生走上前 对着沾一门几人冷声道 该干什么干什么的 别在这请 这次赛事可是有直播的啊 别把人丢到网上的啊 这些人或许不怕张龙 但是真怕霍先生 文言立刻的乖乖离开了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张龙 他表面上看着无碍 但肯定也不好受 不然那只右手 怎么总是偷偷安牙小夫呢 只不过张龙那一拳 郑重胡老大的谭中穴 才将胡老大直接干出了血 不管怎么样 张龙的实力 确实略胜一筹 他这种看似玩命的张法 一般人真的没法跟着他 那边唐三和葵花门的吴飞 也就踏上了擂台 唐三以暗器出名 一手辣椒面 撒出出神入化 愣炮愣如火春清 更有后边独立研发的 制造的高压农药的喷射器 可以让唐三变成一个 拥有AOE输出的大魔法师 而对手是吴飞 传说中的打血门派 我都怀疑他们这个葵花门 是不是受到了情景喜剧 武林外软的葵花点血肘的启发 吴飞 唐三的身情相似 都属于偏瘦 随着比赛开始 唐三像一只黄鼠狼似的 迅速后撤在那头角落 右手一甩 一团暗红色的烟雾 就飞向了吴飞 看起来吴飞早就研究过 许位门的招式了 急忙纵身躲过 但在烟雾里夹杂了许多 刺激性的粉末 躲是躲过去了 鼻子根本难受 吴飞再连续打了两个喷嚏 突然从兜里摸出个口罩戴上 这下唐三傻眼了 哎 裁判 他戴口罩啊 裁判一白手 规则里没有简直戴口罩这下 不戴头盔 其他戴啥都行 唐三愣了 还想反摩呢 可吴飞不给他机会 脚下一蹬就扑向唐三了 血隐门中人 练功就是从身法练起 所以他们的轻功非常了得呀 唐三看吴飞扑过来了 急忙施展自己的轻功 一步踏出 但身为血隐门中人 怎么会只有那一种暗器呢 唐三躲开了 吴飞第一波攻击 回身用两根手指 就甩出几道寒光 吴飞早有准备 侧身躲避 那几道寒光就设在擂台的柱子上 是绣花针 啊不 没那么细 我仔细一看 卧槽 这是长约三四厘米的铁钉子 人家都是飞针 它咋飞钉子呢 很快我就想明白了 这玩意便宜啊 针现在都是论何卖的 这玩意可是论金卖的 两块多一斤 一盒烟钱就能买五斤钉子 够得涉好几百人了 如果能早认识唐三他们几年 我一定劝他们根据自己的实际经济条件来选择门牌 不能让他作为战斗成本 尽过他们能力的最大限制 可现如今我只能盼着血门能多拿点奖金 最起码不用每天为了买暗器所犯愁啊 好了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播讲的第九百八十章 感谢收听 第九百八十一章 武林大会第六篇 这吴飞追了两圈 没追上唐三不说 手臂还中了一丁 唐三跳到擂台柱子上 对吴飞的 兄弟 你听我给你个建议好不好 什么建议 你说 我这丁子从五丁店里买的 回来也没什么清洗处理 所以上班人有些秀 脏得很 现在丁子扎进你的肉里 可能有那个感染破伤风的危险 我建议你现在别跟我打了 去医院打个破伤风的针 不然等你挂了 你可别赖我啊 吴飞一听这个话 请你什么大骂 你妈 你看老子不捏抱 你大骂 你看这干干净净的 说话怎么那么脏呢 唐三一边劝 从兜里摸出一把丁子 又开始飞 一边飞一边对场外喊 二哥 去我包里给我撑二斤 盯着过来 不搭公用了 唐三这么玩啊 擂抬边 根本没人敢靠近 生怕一不小心嘛 被扎个窟窿 裁判也是面色苍白 跟着唐三到处躲 后来索性就躲在柱子后边 只露出眼睛来 吴飞做梦都没想到 跑五六四 碰到第一个对手 是玩 而他打穴的工夫得进身呢 这就使他处在非常被动的局面 想打够不着 想跑不甘心 只气了一边追 一边骂娘 唐三打着打着忽然停了 他在身上摸了几把 二哥 我钉子呢 你咋没给我拿呢 关键的残二不好意思 三弟对不住啊 昨天妈让我给他做几个板凳 我看这钉子多 就造了一个板凳去 那你咋不跟我说呢 那我咋办啊 我看你打得太柔弱 没忍心打扰你 你就只有钉子吗 咱兄弟身上没有个十种八种暗器 谁没有 二哥我让你害惨了 我最近就来钉子了 话音刚露 这吴飞就扑过来了 他铁钳的般的手掌 就抓住唐三的手臂 唐三的身体如同一条泥球 从吴飞腿下就滑过去了 一口气窜到对面的围栏处 然后开始蹲下身子 去捡地上的钉子 一边捡一边往吴飞身上扔啊 这是我头一口一看到 这么狼狈的唐三 身为一名暗器高手 却没暗器 就像张气科上场不带球牌啊 大大影响唐三的飞兵速度了 吴飞百折不倒的 经过一番 努力之后 终于贴近了唐三 将唐三逼在了角落 随后他食指中指驱出 猛地戳向唐三的左肩下方 唐三在这狭小的角落里 无法脱身 只能架起的双臂抵挡 吴飞这下便直接戳在了 唐三的左臂上 唐三痛呼迅速 从吴飞身侧溜出来了 吴飞冷笑 不急不慢地追向唐三 刚才他被唐三的钉子 给折磨得非常狼狈 身上嗨了好几丁 算是吃尽了苦头 眼下他也看出唐三没钉子了 神态放松想复仇了 并且他绝对想让唐三吃尽苦头 那二指的力道极大 唐三冷汗都冒出来了 被他戳中的左臂也无法抬起 像是被人点了血 其实打血的原理 我听霍先生讲了 打血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道 将对方的血位处的气血封入 被点血并非是不能动 而是微微一动就有一些疼 才会产生被石化般的感觉 唐三发现受伤之下 减定的速度也慢 也不再去点了 而是依靠自身的身法躲避 但牵一发而动全身 他手臂的伤影响到他的身法 不一会他就挨了第二下 这下点在了右边的肩膀 如此呢 唐三的左边上半身就完全不能动了 像瘫痪似的 跑起来非常不协调 右边像只狗 左边像只鸭子 唐三一边跑一边喊 兄弟 就不能换个地方戳吗 非得抓着一边往死里点 跑起来都不没关 滚你妈逼 你扎老子时候 你怎么不怕老子不没关 哎 你看你这人斤斤计较 牙刺必报的 一看格局就不大 隔你居老子给你们逼的一个痛快 无非大骂呀 屈指就像唐三后边的后心窝的出 我心想完蛋了 这下人陪戳中 唐三估计就瘫痪 那位置都是主宰生命的人体大穴 戳到哪都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我感觉这场要出人命 想出手救唐三一把 说一场没关系 可不能丢着命啊 我记得武林大会有规则 比赛期间旁观者若是出手 将会直接被取消比赛资格 可现如今看到唐三面临着被废掉的危险 我容不得酌情判断 就算被取消 我也他妈认了 干啥都不如生命重要 就这么挨一下 唐三就算不死 以他的性格也是生不如死啊 眼看无非钢筋般的手指要戳在唐三的后心 我就突然看到唐三猛的转身 而在脸上的笑容 此刻显得极为诡异 连我都被他那笑容整愣了 不仅是我 就连无非都错愕了 大概没料到唐三会突然转过身来 还笑得那么善忍 就这么一转身 无非的手指就直接戳在了他的胸口 这可是非常致命的 无非双指没停 只不过稍微一偏 就冲向了唐三的前胸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唐三要被点倒之际 唐三不知从哪摸出个布娃娃来 挡在了胸前 看到那个布娃娃 我放下来要甩出去的铁锤 无非有点懵 但手上力道不减 还是以非常狂暴的力量戳了过去 看他的表情狠劲似乎在说 你以为推出个布娃娃 就能挡着我这有鸡毛用 无非手指在布娃娃接触的一瞬间 就声砰的一声 随后就是漫天的白色烟雾 无非捂着脸惨叫的往后退 唐三抓的机会 冲着你一顿快乐的二踢脚啊 郑重无非的胸口 将正在退后的无非 直接踹下了擂台 转眼之间瞬息万变 俗人都懵逼了 谁都不明白 唐三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我看清啊 唐三胸前哪里是普通的布娃娃 而像是用气球做的机关 无非戳破了布娃娃的一瞬间 里边那些像是石灰粉一样的 让人眼睛的粉末就飘散而出 让无非轻刻间成了瞎子 丧失了战斗力 无非捂着眼不住的惨乎 他同门失踪地 连忙冲裁判汗 这种下三烂手段 不应该被禁赛吗 雪隐门注册技能里有一条 撒石灰粉 所以唐三没有超出 注册技能范围 在规则之内 那位兄弟我看着是没法继续战斗了 我宣布 唐三获胜 葵花门的弟子鼻子都气歪了 个死是无非仍旧惨乎 他们也不敢逗留 连忙的派人将无非送去医院 清洗眼睛了 虎沙门 葵花门弟子是合蒙的 有几个胡沙门弟子忍不住骂 真他妈阴险 这啥破规则 唐三拍了拍身上的石灰 哎呀 自古以来并不宴诈嘛 怪只怪这哥们太急 也太狠了 否则我也不会用这种方式跟他玩了 跟你们说实话 我还要七八种后手等着呢 即便是这波挺过去了 后边他依旧没戏 我唐三绝对的胜者 不会有任何悬念 哼 你什么催洒牛逼 明明你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你懂个屁 这叫用笛深入 我不这么负伤 轻松去戳我吗 我能不能容易来这种招吗 听到唐三的理由 那几人哑然失色 随后灰溜溜的离开了 我对亲海洋的 看什么海洋 我们一定要向这种 足智多么又光明磊落的大侠学习 走 我带你认识一下你三哥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第981章 感谢收听 第982章 武林大会 第七篇 在众人那么成目结舌之中 唐三赢下了这一局 下台之后 我向唐三祝贺胜利 唐三看到我 先是为我成为铁锤门掌门人进行祝贺 最后他悄悄问我 能不能让秦楚给他看看伤 我赶紧他把唐三拉到了秦楚面前 秦楚伸手摁了几下唐三的手臂和肩膀 唐三就疼得冷汗直流 秦楚轻轻皱着眉 看到秦楚的表情就知道 唐三的伤势不轻 便让秦海洋去关注一下其他师弟的比赛 我们三人到了南侧 没有人的角落 那里只有训练器材 此刻无人在此 唐三也不傻 一听秦楚这么说 到地儿就紧张了 啊弟妹 是不是挺严重 下面那比赛我还能不能打了 他的手法极其特别 直接封住了你的穴道 导致气血不畅 要说你是跌打损伤的话 我可以帮你 可是这种暗藏内劲的打穴手法 恐怕是要靠你的阿飞兄弟 用内气才可以帮你通开了 算了 阿飞 我以为就是说了外伤 才让弟妹帮着处理 如果需要学好你内气 才能帮我输动 那就得不偿失了 你过会儿肯定要上台去 争夺武林盟主的 哎呀三个 你啥时候跟我这么客气 来来来我试一下 兄弟 我不是故意跟你磕头 你现在是一派掌门 大战之前绝对不能有耗损 再说你三个也不怕 下局我看看对手是谁 能赢一把算一把 哥的手段还是很多的 够他们喝一壶的 你别废话 你看我像缺那点内气的人吗 别的不行 但在这方面 哥们可是个爆发物 我运起了大吉巴掌 八手在唐三的大堆血处 将内气输入进去 直达他的左臂和右臂 到达他被点血的位置 还真碰到了一些阻碍 看来秦楚 判断的没错 无非打血手法 真是暗藏内进 若非有别人用内气相助 让没练过内进的唐三 去冲凯 三五个月都做不到 无非内进也算可以 直接封住了唐三的穴道 但是在我强大的内心面前 只是大屋见小屋 老鼠见老虎 我很快就给唐三冲开了 收起了手掌 来三哥 你试试 觉得舒服给我个好评 我操不能这么快吧 唐三将心将疑 抬起了手臂 发现无阻力 大胆了往前一抬 很快他脸上 呈现出了一种 像是看到初恋一般的惊喜 我真的能动了 哎呦我说兄弟 感谢感谢感谢 太感谢了 等武力大会结束 我请你喝酒啊 不过你三哥经济能力 你是知道的 我可能只是你 请你蹲个路边摊 不过我又是 卖卖家里的暗器的话 还能再提升一个档次 三哥 咱甭那么磕头 喝酒最那么简单 啥时候都行 我也不能让你为了 请我喝酒 我请家账产呢 正好这些武林大会的 奖金丰厚 你还是赶紧去 好好备战 高点钱 武装一下自己的暗器库 不然像刚才那样 正干着家的暗器美了 多亏啊 而且还丢人 兄弟你说的没错 我们这次 就冲着搞钱来的 不然就我门派这个造型 我觉得 距离倒闭也不远了 那么大一门派 每天要为暗器成本所揪心 好了 三哥 快去捡钉子吧 备着下一轮比赛 我要看看我的徒弟们 兄弟 大恩不言谢 咱们开完会再续就 唐三是我要拱手斗笔 心处轻生斗 娇哥 这几个外来的门派都不简单 实力非常强劲 你们一定要千万小心啊 来者不慎 可也肯定一点是 这帮孙子是来抢我们的钱 妈的打我们人 还想抢我们的钱 好事都让他们沾了 媳妇你说 他们怎么那么顺利就进来呢 咱们武席那帮货都是傻子吗 就这么眼睁睁 让他们外来后如此嚣张 妖哥 明明你都懂 还非要让我说 哎呀 负战负随嘛 我只是猜测而已 还需要夫人的肯定啊 瞎白 你什么时候还需要别人的肯定了 其实这事啊 不难分析 你看 像我爸说的那样 在这紧压关头 武林盟上头 突然有几位领导要参与进来 打着以武会友 交流天下武学的旗号 让外面的三个门派参加武林大会 这算不算 是司马昭仪之心呢 还是我媳妇聪明绝顶 一看就看出门头 就是有点我不是很明白 这几个领导是为了钱还是为了权 这个就不好说了 可能是他们跟外地的某些官员有什么关系吧 也可能是为了钱 但我觉得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都不重要 我们只需要阻挡他们去拿下武林盟主就好了 只要盟主不丢 无论是奖金还是权利 就都会留在武柳市的武林盟 说到这儿 我看对方如此气势汹汹的来到我们武柳市 恐怕绝对不只是为了那几百万 他们很有可能是有其他的目的 比如说 他们想要控制武林盟 竟然控制我们武柳市的绝大部分习武之人 我还没仔细琢磨明白这个问题 此刻听秦楚这么分析 我心中咯噔一下 倘若真的被他们控制了武柳市的武林盟 那武柳市岂不是又乱了套了 我们这七大门派不都得成为他们的小弟 念及于此 我抬头看着主席台 台上的领导们此时正在聚精会神的看场地中的各项比武 但他们的面部表情有着极大的差别 有人是欣赏 但有的人明显有点紧张 似乎在担心 我将众人的面部神态收入眼中 牵过清楚的手揉了几下 咱们不光是颜值能打 智商也是独挡一面 我看了 以后动手的活交给我 动脑子的活交给你 快撒手 这么多人看着呢 你身为一派掌门 也让人看起来调儿亮当的 我没撒手反倒握得更紧 我捏我媳妇的时候咋了 不违规又不犯法 只能奈我何 牛逼给我开出去 按理说的潘龙院那几百号人 不会有人特别关注我俩 可事实情况有些不同 无论我们走到哪 总能感受一片智热的目光 这片智热跟我没对到关系 主要是因为秦楚 那张脸蛋回头率太高了 哎没办法 媳妇长得好看 就得受到这样的排挤和目光 哎妈那小子拯救了银河系 看着普普通通 怎么能找那么漂亮女朋友 这他妈是老天爷不公平 我想弄死他 只要有男人的地方 就会有让我有这种感觉 如果目光真的能杀人 我早已被万箭穿心 这时候我听到主人宣布 第一轮五场比赛全部结束 下面请那五十名迅级的选手 准备下一轮 随后便开始念起这五十人的名单 念完之后 所有人目光投向了我们这边 因为作为心坠力量的铁锤门 十人中 竟有八人进阶了下一轮 大家都用惊讶的眼神望着我们的时候 秦海洋轻声笑的 师父 我们铁锤门好像有点牛逼啊 我一时难道没教过你吗 装逼的时候别说话 好嘞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第982章 感谢收听 第983章 武林大会第八篇 铁锤门能有如此高的进击率 让许多人倍感的震惊 我知道杜处削游功很强 但是能强到这个份上 着实让我目瞪口呆呀 哎呀 太适合实战了 他们练的不到一个月 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那就是长流水在昨天对他们进行的指导 长流水的牛顿太极是真正的实战之王 他或许不是最厉害的 但绝对最适合大部分人 第一轮比赛最大冷门就是胡老大出去了 这倒不算冷门 只能算是意外 作为胡老大的对手 张虎也是虎沙门里的大弟子 败给他也倒不算丢人 除了胡老大出局之外 六大门派里边该晋级的都晋级了 就连天性门的红绿灯组合 也顺利的进入到下一轮集赛 这50人接下来会决出25强 由于本届武林大会的奖励政策非常丰厚 只要进入这25强就能拿到奖金了 所以到这一轮许多选手开始亢奋了 50进25的比赛在一个小时以后开始 正好到了中午饭点了 武林大会呢 组委会考虑的安全问题 现场给人统一订了盒饭 不允许外出就餐 这五六百人倒也没那么多事 一人一盒原地就餐 开始呢 积攒热身备战下一轮了 好在那盒饭餐还不错 三荤一素 红烧肉鸡腿炒肉西红柿炒鸡蛋 每人配发了一罐小米粥 习武这人没那么嚼性 坐下就吃 亲海洋一撇嘴 这帮孙子吃成这个模样 还要跑去开小灶 是真把自己当猪八戒了啊 正常啊 不那么吃 怎么坐在一个位置啊 哎呀 这就是你不对了 你吃饭就吃饭 说话就说话 你侮辱人家猪八戒看啥呀 老猪虽然体格子大 但体力好啊 取经之路 十万八千里都跑下来了 那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没瘦是没瘦的事 这帮孙子提裤子都费劲 害他们取经呢 我跟他们接触过 动了一个鸟嘴去 那肚子一个笔个大 皮带都扣不住 越想越埋态 这时候呢 主持人听了听嗓子 宣布武林大会继续吧 五十几二十五的抽签开始了 所有人都直勾勾 望着上面的抽签台 结果宣布过后 有人欢喜有人愁 抽得好签的 袭上没抽 抽得差签的 愁容满面 娇哥 有些不对 怎么了 哪里不对啊 难道你没发现吗 虎煞门 闺元门 还有葵花门的人 他们抽到的 要么是一些相对 比较弱的选手 要么就是他们自己的人 经秦楚一提醒 我仔细回忆了一下 才发现他所言非虚 的确有点不得劲啊 他们这是要保证 一部分人进入下一轮比赛 可是这样 他们两个人 只能有一个人进击 也是有损失的 很明显 他们门派里面 实力较强的高手 是不用保证的 他们保证的是 有可能被淘汰下来的人 这样一来 他们可以保证 最终进入淘汰赛的人 会多一些 方便进行下一轮的操作 我去 还能这样啊 媳妇你现在这个智商 可以越来越强了 哪里是我的智商变强了 是你现在 只顾着忙着指导大家 顾不上去分析 那些名单而已 玩暗箱操作行啊 现在谁他们遮的嘛 到了后边的淘汰赛 我在爱客 收拾什么狗日的 我面色如常 但心中波澜 却已经剧烈的荡气了 照这么看 坐在主席台上那些人 很有可能 被那三大门派的人 都收买了 不然今年武林大会 也不会变成 现在这个模样 或者说 如果不是武林盟 上面的领导出了问题 压根也不会有 他们三大门派被卷进来 各大战争年代 这他们就是汉奸内鬼 可现在如今的纪律政策 这内鬼可是要顶着 极大的风险呢 一旦暴露了 他面临的将是 自己所不能承受的惩罚 从这时起 我就开始关注 坐在主席台上的继位了 看看他们的注意力 都在谁身上 在哪一场上 这种情况下 他们自己分在一组多了 我们的七大门派里 跟他们相逢的几率 就变小了 可是这七大门派 不像他们那个三个门派一样 玩这些花花场 武林盟里的起舞之人 都秉承了一颗 光明磊落的侠义之心 伊大家在这几年里 的心血苦练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 能在武林大会上 展露自己 一鸣惊人 无极门的几位 我都不用看 就知道他们肯定能突出重围 无论是羽青子 还是肖阳子 雪晨子 都是超出其他人 一个档次的存在 所以我一直没关注他们 反正我一的任务 就是把羽青子 送上武林盟主的宝座 我跟羽青子 估计要到最后才能捧上了 这时候 五十进二十五的 第一轮比赛开始了 八个擂台同时进行 我站在了秦海洋 锁在了擂台旁边 秦海洋抽的是 虎沙门 排在第四位的马强 那马强也是比较魁梧的 也是为数不多 本地门派对抗外地门派的 场次之一 许多人在刚才就看到了 秦海洋的表现了 现在看到新一届新秀 要跟本届武林大会 异军突起的虎沙门 弟子比武 自然呢 赢得了许多人的关注 秦海洋所在了一台的隔壁 恰巧就是羽青子 看到他的对手 有点愣神 因为他面前站的是 闺元门的楚墨涵 也就是当初被我碰揍过 那个楚家的少爷 楚墨涵的实力很强的 要比八的金刚之手的赵甲 还强 但我见识过羽青子 你别说楚墨涵了 就连他爹楚云飞 都不是羽青子的对手 所以在我看来 羽青子这之色是上上签的 楚墨涵也注意到我了 目光里充满了仇恨 我微微一笑 冲他输了个中指 这家伙小时候跟秦楚 听过娃娃琴 那时候来的无聊 是想提下婚事的 结果被秦楚无情 冷落了之后呢 怀恨在心 甚至要对我下黑手 想直接废了我 要不是我命硬啊 那次恐怕就死在 他们父子手中了 随着比武开始 早就亢奋起来的秦海洋 施展起杜楚硝烟宫第三路 烟雨江南 主动冲下了马墙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第983章 感谢收听 第984章 武林大会第九篇 秦海洋一记侧身刀 单掌劈向了马墙的脖领 马墙的积雅能力再强 也不敢用脖子扛顶 他侧身躲过 顺势用肩膀撞向了秦海洋 秦海洋早就料到 马墙会有这种操作 潇洒的牛胯 轻松躲过了马墙的力度 马墙开始看秦海洋 年轻没天地放在眼里 但经过两下的轻松 马墙不敢再轻敌了 用狼一般的眼睛 盯着秦海洋 就在我聚精会神 盯着秦海洋的局势呢 忽然听到身后 传出来一人惊呼 回头一看 我不仅傻子的原地 因为被霍先生 给予厚望 让我全力支持的宇清子 此时竟无力的 靠在擂台角落的柱子上 口中流出的鲜血 在他纯白的衣服上 显得极为乍眼 而站在他面前的楚沫涵 面色轻松覆手站在那 笑容绽放 表达此刻的心理的状态 从比武开始到现在 也不过一分钟 宇清子就被楚沫涵打熟血了 这怎么可能呢 宇清子明明那么强悍 楚沫涵明明远不及他 会不会是狗日的楚沫涵 使了什么阴招 我抬头一看 发现霍先生坐不住了 直接从处击台上走了过来 我从未见到 他有过这样严肃的人情 宇清子艰难的 扶着护栏战阵 宇清子艰难的 围着护栏战定 将涌上猴头的血 咽了回去 随后咬了咬牙 缓缓提起来手掌 准备再次进攻 可没能的抬手呢 脸上突然出现了 非常痛苦的神情 接着嘴里吐出了 一大口鲜血 歪歪斜斜的向后躺去 我惊恐的发现 他眼睛已经闭上了 看样子已经昏死过去了 不知那裁判怎么想的 这副样子没有终止比赛 就在此时 楚沫寒冻了 脚下急速滑出 手掌也送了出去 直直逼向 举清子的胸口 这是要在裁判 终止比赛之前 直接废掉于清子 我想过去就来不及了 因为我周围乌乌扬扬 都是人 根本来不及 周围人也都看到 楚沫还要做什么 发出一阵惊呼 就在楚沫寒 手掌快要打到 举清子胸口的时候 我突然看到一只手 从举清子身后探出 和楚沫寒 重重对待了一起 双掌相对 激荡而起的进风 将举清子的长发 都吹起来了 内掌自然是霍先生打着的 看到霍先生出手 我心中不仅一脸 看楚沫寒 这个B样实力大增 这老霍头能不能扛得住 俩人队长楚沫寒 身形一晃 后退两步 一张脸变得极为难看 霍先生那边 倒是显得气定神闲 在选手丧失战力的情况下 难道不应该终止比赛吗 要你何用 他对着裁判冷声道 裁判结结巴巴 我刚才看这个选手 还没什么样子 这么快就倒 楚沫寒缓了两口气 指着霍先生就想骂 但他往场外看了一眼 暗耐住了心中怒火 他质问道 蒙主大人 难道你不知道 擂台之外的人是不能插手比赛吗 若有违反者 当即有逐出武林大会 本来老夫没想参赛 你要出谁呀 还有啊 这裁判是个正眼相 我突然昏迷情况下 不终止比赛 这是他有错在先 然后你触摸汗也 他们治江湖道义于不顾吗 治人性道理于不管 对一个重伤昏迷 治人狠下死手 这与杀人何意呀 你这种人不配加入武林盟 我现在就跟诸位领导商议 将你从武林盟中出名 楚莫汗面色大汗 他没想到霍老头在这将了他义军 情急之下 他再次往场外看 我顺着他目光看 发现他看的并不是他老爹楚云飞 而是一个中等身材 相貌普通的中年人 那中年人使了个眼色 楚莫汗心领神会没再说话 任由霍先生怒斥 带着于庆子离开了 发生这等变故周围的观众有点懵逼啊 这主席台领导都站起来了 脸上都是恶然 谁都不知道这事该怎么处理 按理说霍先生在场外插手 违反了规则 但场内裁判也是有问题 是他失误在先 最关键的是违反规则的人是霍先生 他可是尚未退位的武林盟主啊 霍先生谁都没搭理 直接将于兴子扶进了医务室 那是专门给一些受伤的选手用的 我看主席台上所有人看向正坐在中央 一个带着方框眼睛的矮动 那个人姓名牌上写着李刚 我印象中他就是我们五柳市负责监管武林盟的最大领导 我听主这人都是尊称他为礼局的 李刚左右看了看 似乎在搜集其他人信息 但一直没做出什么决断 这时候归员门的掌门楚沫寒的老爹走向主席台 对着领导说着什么 可能是在进行控诉 霍先生很快从医务室里走了出来 大踏步上了主席台 直接拿过主席人的话筒 刚才楚沫寒玉清子比悟中 裁判张小元对现场伤情视而不见 造成双方选手混乱 经武林盟决定将不负责任 不懂规矩 睁眼瞎的裁判张小元 逐出本届武林大会 再由张小元者定中法 说完霍先生直接将话筒扔给主持人 冷冷扫了一眼其他人 武林盟外的事我没那么多资格管 可要武林盟之内的事 谁说了也不算 我现在还是武林盟主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楚云飞你给我管好你儿子 一场比我而已 要趁对方昏迷下死手 这种货色毫无人性武德可言 不配加入五流武林盟 在我心中与恶口无意 与你等为五 是犹如我武林盟的名声 现在武林盟还是我说了算 你要在这儿瞎逼逼 也别怪我按照武林盟办事 虎云飞紧紧攥着拳 似乎有千言万语要讲 但霍先生站那咄咄逼人 分毫不让 一点面子都不给 楚云飞站了好一会儿 终究一句话没说 他甩了拳头 愤然走下了台 奇特怪的是 霍先生明明对那些领导很忌惮 怎么突然又这么强硬呢 似乎完全没把那些人放在眼里呀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第984章 感谢收听 第985章 武林大会 第10篇 本来三局两胜制 可由于宇清子负伤太重 丧失了意识 这局比赛自然宣判 楚沫寒获胜 霍先生骂完楚云飞之后 脸色一直很阴沉 一方面担心那 于清子的伤势 另一方面 在担心武林盟主之位 该怎么办呢 楚沫寒获胜 一眼瞅着我 脑袋高高昂起 故意从我身边经过 第一声道 够东西 你等着 下边轮到你 我让你比他还痛苦 我微微一笑 一把攥着他的手 猛的一攥 极度友好的上下摇 哎呦 原来是楚大公子啊 你好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呢 实际上我已经暗暗发力了 楚沫寒如何 不知道我的想法 他也瞬间发力 别说 就他这力量 还真我心头一惊 这狗日子 在几个月里 竟然精进这么多 之前都没有这个实力 不仅在内气程度提升 他的身体素质 也得到极大的提升 要不然我内气充沛 我恐怕背着这么一下反之 楚沫寒内气袭来 他嘴角带着冷笑 似乎在嘲笑我 没点逼数 哼 肚长们是吧 几月不见 甚是想念 别来无一样 说到样子了 他明显 加弹的内气 一下让我难堪 感受他内气 我微微一笑 立刻以更澎湃的内气 冲击过去 刹那间 楚沫寒的脸都变色了 我以春风服的 游人醉的温柔笑容 展示给他 哎呀 多人不见 楚公子进步很大呀 不知道是吃了什么神仙补品 还是认了什么亲戚 这等进度 真是令人羡慕啊 楚沫面色大惊啊 他哪有心思 跟我一样怪气 急忙想抽手 可我哪里肯放啊 这狗日给宇清子打的那样 我不来点教训 他真也没五六十 没人能揍他了他 当下我加大了力气 楚沫寒顿时哆嗦了 刚巧不巧 主席台上 出人念的我名字 让我上去一趟 我抬头看了一眼 是霍先生在呼唤我 我笑着靠近楚沫寒 低声道 小子 你想从我这翻盘 门儿也没有 老子不光现在欺负你 只要你不死 老子欺负你一辈子 接下来 你如果再敢下死手 碰到你时 就是你领残疾症的日子 听着了吗 楚沫寒这会被文业的面色 苍白 冷汗直冒 他死死咬牙 一声不吭 名门望族 这么没礼貌 我问你话呢 听着没有 楚沫寒忍着剧痛 听到了 要说听到了飞歌 听到了 飞歌 这才是名门望族嘛 得他妈有礼貌 我笑着撒开手 哎呀 楚公子太客气了 行 开完五天大会 我们一定坐下喝两杯 我先过去了 周围人看到我这么热情 纷纷伸出大拇指称赞 哎 你看人家铁锤门 杜大掌门 他这么年轻 无尽闻闻尔雅 并没有礼 热情好客 真是我被榜样啊 这些人果然慧眼如炬 一看就看出我品德高尚啊 把楚沫寒骨头都钻碎的话 心里边我怎么想 他一定会更狂暴啊 我走上主席台 跟着霍先生 到了主席台的边上 我责回头 你叫我干啥呀 你没看我把那狗子 都快捏废了吗 废话 别人不知道 我看不出来吗 就是不想让你那么干 这笔账上累成就算 厂下不能那么干 能不能到领导盯着呢 你这么把他捏废了 你吃不了丢着走 哎 不对 你刚才不是挺豪情万丈的 还又喊又骂的 不是你都站出来了吗 怎么这会儿又怂了呢 哎呀 你虎不虎啊 这所以那么嚣张 是因为宇清子的爹 是区委书记 他们谁也不敢怎么着 我借题发挥一下 也借这个机会 给某些领导一点压力 反正他们暂时 不能当我怎么着 可是如果武林盟主之位 被他妈三把门派夺了 那就麻烦了 我搞把这场忘了 那宇清子怎么样 伤势如何 废了 残废了 没有 我是说这次武林大会废了 他不能再上台了 所以要执行B地方了 哎 我不知道有B地方呀 我一分钟之前刚想出炼的 你上哪知道去 我告诉你啊 这些武林大会 还有很多不可预料的变数 现在宇清子没系列 只能追别人 我现在想了想啊 不用非得找自己新的过的 只要不是那些外来户 咱本地谁都行 到时候进了死墙 只要是咱们本土的 武林盟的 你只敢推 可如果只有你进入死墙 那就只能你来当的 我说你让我当盟主啊 跟那些非头大尔的孙子 打交道 我不干 我天天带着小主 和这帮徒弟吃喝玩意 吃牛逼不多香啊 找到他最后 我不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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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没得选 说你只进了死墙 你干也得干 不干也得干 我说你不得这么玩的啊 你这糟了头子 你不是帮我 往火坑里吹吗 我没你这样的心情啊 哎呀你这凶孩子 我不是说万一吗 如果能有人进四墙 进决赛 恰巧跟你对类 那你不就可以拱手 让出盟主之位呢 你别忘了 马上各的门派的掌门 可就直接参赛了 他们都非常的强啊 强得让你心惊胆战那种 不行 我信不过你 你连自己老丈人都信不过 对 尤其信不过老丈人 阿飞 你不是喜欢我那辆 寄来的罢了吗 你只要答应 你跟小主结婚的时候 那辆车送你来 开什么玩笑 我可是志在当琴家上门女婿的 而且这事都跟琴家几十号 表哥表弟商量好了 倒说我天天开路虎 谁看你这G68 不行 我没有货 我现在东边一套房 也80平 我考虑一下 带院的 带地下车库的 那辆G68呢 我看你不说你开路虎吗 我这人比较内敛 不能总开豪车 平时得低调一点 你这么坑亲戚啊 不坑亲戚 坑谁啊 我操 行行行 我他妈认了 这小子连房带车都是你的 请叫我武林盟主 好盟主 记住你的任务啊 还有 不要掉以轻心 时刻谨记 擂台上不能使用 太鲜眼的内气 把握尺度啊 放心吧 我这么快 不会有失误的 行了 希望你对得起我的信任 不 我可能对不起你的信任 但我绝对对得起你的房 还有你的GL8 放心吧老丈人 好了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播讲的第985章 感谢收听 第986章 武林大会 第11篇 如此 在房车的诱惑下 我算是勉强答应了霍先生的要求 技术四强呢 能推自己人的情况下 我肯定呢 会推他们上盟主 但如果只有我一人进入决赛 那只有我勉为其难的做的盟主了 这时候场下忽然发出一阵惊呼 放眼一望 我就看到金刚门的赵甲正傲然站在台上 在他面前倒地的是个矮个的汉子 金刚门人多事重 看赵甲勿胜纷纷鼓掌 那矮个的汉子肯定是个人物 否则金刚门的人不会如此反应 霍先生低声道 此人是葵花门二弟子刘云 应该比刚才的吴飞要强一些 赵甲的八戒拳越来越炉火纯青了 我看他练出了内劲了 我不跟你在这续道了 我得看看我徒弟们了 我看到秦海洋仍旧在跟马强对战 与霍相告别跑了下去 刚才只顾与青子生死 没注意的秦海洋那家伙打了几局 问了一下才知道第二局 秦海洋没让我失望 顺利拿下第一局 文言我连忙在场外振臂高呼 海洋牛逼加油干他 这么一喊周围许多人古怪眼神看我 有个看我眼熟 但忘记叫什么哥们对我道 哎哎哎 你认为一派厂门 喊这些不合适 这他娘的 厂门那咋了 给自己徒弟加油 哎咋说咋说 他们都被吓死船 不是我干的啊 秦海洋听着我呼喊 冲我挥了挥拳 秦海洋啊 随后一记 火瓜在惨店就扑过去了 这会儿呢 左腿明显跟不上右腿 被秦海洋一串连续攻击 给打了错不及防 没多久便被秦海洋一记 就打弄尖头摔倒在地 看到裁判举手终止比赛 马强有点不服气 我没说 为什么终止啊 刚才被打上开书性 那个裁判你没看着吗 只要我判定你没有招架之力 必须终止比赛 否则你有生命危险 我也会被开 听见没有 马强再好脑也无法继续 他没去行李 愤然的离开了 看他走路一拳一拐 我心想 这次裁判真是判罪了 秦海洋明显是越打越轻松 他淡淡的叫裁判 宣办胜利之后呢 气领神弦了 下来了一台了 本土一些弟子向他祝贺 他只是微微一笑 抱钱还礼 没说话 来到我的跟前 海洋啊 这么没礼貌呢 咱们本土武林盟兄弟给你打招呼 你得开口绑枪 师傅 不是你告诉我 装逼是不是不要说话 我怕破坏氛围 哎行 那你继续装啊 你要真能装到最后的决赛圈 那就算你装出境界了 走走走 看看你们其他的师兄弟 由于这轮比赛是三决两胜之 时间要长 五十决二十五的淘汰赛结束了 第一次呢 有了中学校长看到自己学校的学霸 在市里拿到好成绩的感觉了 因为进入二十五强的选手里 铁锤轮占了五个 在这种平均2.5人晋级的情况下 能有五人晋级二十五强 已经算是罕见了 宣布结果 有两个门派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一个是我们 一个是虎沙门 铁锤轮五人 虎沙门四人 其他门派十六人 也就是说 其他门派平均只有两个人进入了决赛 这算起来是平均每派两个人 实际上有门派是全进覆没的 比如专门玩兵器的韩光门 按理说 他们持有兵器应该战尽先机 可由于本届大派大会改动了许多规则 比如不允许使用开刃的兵器打类 甚至不可以使用纯实心的材质 所以他们手里的刀枪棍棒都没有震慑力 实际大剑 全军覆没在所难免 霍先生早就提醒过韩光门 让他们及时做出改变 否则就凭那些容易被管制的兵器 早晚让他们吃大亏 可惜他们没听 在这届武林大会里 被新规则针对了 据说他们向上级部门申诉了 说18班兵器都是中国的瑰宝 为什么不能宣传 为什么不能使 上级领导给的回复是 可以宣传 也可以使 但不能用真的 事实就是如此 当兵器只能作为表演性质的武器 出现在大众视野时 那件兵器也就渐渐失去了 它曾经在历史洪流中 所发挥过的作用 除了韩光门 撸了个灵带之外 其他门派或多或少都有人晋级 分别是金刚门 赵甲 李丁 王心 无稽门两人 萧阳子 雪晨子 雪门三人 唐大唐二 唐三 瞻一门两人 高老大 举老四 天性门一人 小红 葵花门三人 李凡 孟坤 潘文鹏 归原门两人 楚墨涵 楚江 虎沙门四人 张龙 赵虎 王猛 刘刚 除此之外 便是我们铁锤门的铁锤五兄弟了 成绩虽好 但我的徒弟们今天铁了心的 要将装逼装到底了 晋级的我那个人一个比一个云炭风轻 一个比一个气凌神贤 大有一番绝世高手的风范 你要说这一轮比赛里最大冷门就属于清子了 公布的结果之后 有些发挥不好的未能晋级的 黑着脸坐在那痛定思痛 懊恼着自己刚才为什么使用那一拳 还没踢出那一脚呢 宣布完25强名单 主持人霍先生又讨论了一会儿 紧接着宣布了要参加决赛阶段的掌门人名单 共计七位 分别是金刚门李拔山 杭光门杨一剑 天兴门伊碧尔 虎沙门袁立冈 奎花门白展明 龟渊门楚云飞 铁锤门杜仲 其余三位 吴迪门霍兴云 雪影门的谈案剑 战一门的韩碧青 则都因为年龄或者身体原因放弃了 如此一来 进入决赛阶段就有32人 经组委会一经判罚之后 根据当前人数 将这些人重新的分为了八组 每个组只能一个人晋级 直接通过两轮比赛 决出八强选手 这次分组就严谨了 有一条硬性规定 是不能与自己门派同组 而且七大门派的掌门人 必须也不能同组 在以上条件进行抽签 看到我一组的三人我就乐了 竟然是虎沙门大弟子张龙 龟云门的楚墨涵 还有葵花门的潘文鹏 这要让他们三人先狙击我 既然如此 我就照单全收 笑纳大礼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第986章 感谢收听 第987章 武林大会第12章 用裤子想都知道 这分组明显是有水分的 因为每组四人里 只有一人能进击 这么一来 再给我安排这么一组 分明就想小租里要轮番搞我了 即便是搞不掉我 也得狠狠消耗我一番 只可惜 他们都不知道 我是铁打了汗子流水的猛男 果然 我抽到张龙 相当样的楚墨涵 抽到了潘文鹏 这就更有目的性了 潘文鹏明显是给楚墨涵送菜的 可以保送楚墨涵进16强的 与我对抗的张龙的目的 就是打败我 或者消耗我 我自己的收签倒是不担心 重点关注了一下 我徒弟们的收签 其实能达到这种32进8的局 他们就已经算是成功了 而且到了这轮比赛 即便没什么弱旅 都是武林顶级高手的存在 无论抽到谁都不会太容易 我告诉秦海洋他们 只管尽力打 其他不重要 重要的是交代他们在场上 不要玩命 尤其是发现实力差距过大的 不要拼死一搏 赶紧认输 我们这组呢 由楚墨涵先对潘文鹏 果不其然 毫无看点 楚墨涵获胜 主席台上那些人看来 这俩人打得一场激烈 有功有手 有还有差 打得激烈一些 身材有些人站起来鼓掌 但在我看来 一切就是摆设 我对他们这组毫不兴趣 在他们刚开始做秀的时候 我就离开了跑去 关注其他类台的赛事 众弟子们 对我的观察差不多 但这些门派的掌门人 我还真没见过几个出手的 我只记得霍先生告诉我 这些门派掌门人的实力 高深莫测 不显摊不露水的 但到了武林大会 这便是金刚门的李拔山 他今年应该是小六十了 但看气色 一点不像中年人 身材挺拔 头发幽黑 浓眉大眼 尸鼻过狗 一看就是外战拳的高手 随着裁判呢 失业比赛开始 擅长打去的李凡 就主动发动了攻击 他这次没有用手指发力 而是将两指弯曲 以关节戳向李拔山的喉咙 李拔山的拳架子摆除 没有躲避 右臂如灵蛇般探猪 瞬间就穿到了 李凡身前 随后 又被在空中猛的一震 便将李凡的手掌 震向了一边 李拔山没停 双脚配合着身体向前的力量 右手便掌为拳 迅速砸向李凡的胸口 李凡大惊 连忙迅速撤身 可李拔山的拳实在是太快了 李凡没有能全部躲开 只是借后撤的力量 顺势缓解了一下 可即便如此 这一拳的余力 还是打在李凡的胸口 将李凡打得连连后退了三步 就一招李拔山的优势 明显就显现出来了 拳太快 还狠呢 随后的比赛中 李凡加大的进攻频率和力道 可总感觉差那么一点 就差一点可以打到李拔山 可偏偏就那么一点 就已经将二人拉开了距离了 李拔山似乎也是故意的摸索 李凡的招式特点 并不急于打赢的 两人一来沃昂打了几分钟 李拔山似乎摸透李凡的套路 不跟他磨叽 一记非常漂亮的侧踹 李凡就被直接登出了舞台了 重重摔落在地 这一脚看似平平无奇 没什么特点 可我看出其中的巧妙啊 这巧妙之处就是 无他 为快而 快啊 太他娘的快了 这一气侧踹 李凡肯定也这么想的 怎么他妈就被拽出去了 本来三击两胜的比赛 李凡直接弃拳 那一脚至少让他断了三根肋骨啊 李拔山五年未出手 出手就震慑前场 看完李拔山 我又看向另一场天性门的掌门人 伊碧尔 我记得他们长老叫爱谁谁 这俩个组合就是伊碧尔爱谁谁啊 伊掌门年纪不大 只有四十来岁 但能当上天性门 引领一众徘徊的精神病人 和风的边缘的 释放天性之人 想必也绝非反品啊 天性门的人向来都是游走在 疯癫与变态之间的大神呢 掌门人自然也不例外 只见他穿着一身小孩 才会穿着印有迪迦奥特曼的连体衣啊 就那么站在台上 那屁股的纹路清晰可见啊 但是这个装扮就得给他多打几分 这事上我觉得不解的是 这大夏天他穿这么封闭 他不中暑吗 裤兜的不冒汗吗 经过我仔细观察 人家的衣服内置充电小风扇 气流在这身上不断的流窜 还真不会觉得热 伊比尔的对手是来自 硅源门的楚江 一看呢 信都不用想 肯定是除磨汗的亲戚 裁判施议比赛开始 我就看到伊比尔 突然把身后的帽子扣脑袋上了 还把前面的连体衣的拉锁 从那脖领子拉到头顶 这么一来 伊比尔就彻头彻底 变成迪迦奥特曼了啊 望着两个鸡蛋造型 大眼睛和头顶的小尖尖 我们所有人都被整蒙了啊 这其中也包困了 他的对手楚江啊 然而楚江错额的一瞬间 伊比尔突然就发动了 只见他脚下 如田径运动员似的 一般都蹬起来了 两只手瞬间交叉 抡起了大圆圈啊 仅仅几步距离 他的两条手臂就抡得飞快啊 看到这个招式 我想起了天性门的震态绝学 急风大白锤啊 这一招我有先见了一次 那画面之唯美 让我终身难忘 我从没见过一个成年人 能使出这么另类嚣张的招式 我本以为这么吊炸天的神功 只会存在于五年级以下的 小学生人权里 但楚江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闭眼的大摆锤就越来越快 并且下一秒就砸到他头上 楚江没见过这阵仗 也不知道怎么应对 他架起来胳膊搁挡 只能劈了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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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就跟他放鞭炮似的 楚江呈现出一种极其痛苦的表情啊 然而那大摆锤不但没有减速 越来越快 都出现他妈残影了 楚江不再抵挡 急忙要往后撤 然而在这紧要关头 我听到伊比尔的嘴里 突然传出了一阵 吉利呱啦的狗叫声啊 好了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播讲的第987章 感谢收听 第988章 武林大会 第13篇 伊掌门嘴里的狗叫声非常神似 听起来像是那种又兴又疯的大狗所发出来的 若不是看到眼前的场景 你单听声音 你就以为这潘龙院窜进了狗窝了 而且还不止一只啊 伊掌门嘴里呈现出的明显就是几只疯狗混战的动静 那双精带着一丝残暴 带着一丝尖锐啊 带着这些疯狂 对面的楚江就被吓傻了呀 人在这种关键时刻一旦被吓傻 等待着就只有无情虐杀 伊掌门的旋风大白锤 就像那天上掉馅饼似的 皮的把了皮的把了 砸在他们脑袋上 肩膀上 胳膊上还有鼻子上 总结之是 他暴露在空气中的每一份肌腹 都进入到大白锤的动机范围之内 这个状态连十秒都没到 裁判直接宣布了终止比赛 楚江似乎被砸了不停 坐地上满身是血 终止比赛好一会儿 都没有从那深深的震惊之中走出来 出现那种呢 出血量较大的情况呢 就需要医生来判定伤情了 经过一批声一番检查 宣判楚江被放弄被动弃权了 因为这鼻梁子被砸断了 门牙掉两颗 若是去医院法医鉴定 都给我刑拘医长门了 楚江听到裁判宣布的被动弃权 才缓过劲的 指着医长门喊 裁判他跟着血狗叫 那是对方调整气息的方式并不犯规 他不咬你都没关系 能这么憋爱的 就像被你只要狗打了一顿 医长门都没搭理他 拉开奥特曼的头部的拉链 将脑袋露出来 现在他看起来又是一个气质高冷的掌门人 哎呀真好啊真好 骨有观云长温酒斩华雄 仅有伊比尔热茶砸楚江 此时此刻论装逼 我觉得我们都输了呀 本来我要去看其他场次的 可听到裁判喊我的名 我就可以看了个气走向擂台 张龙已经在擂台上等我了 自从我出现 他就一直注视着我 这一刻也没放松 活下去看到他失散多年的亲爹 我脱着鞋子 背着手来着裁判跟前 听裁判叙子诗会 宣布比赛开始 我们这战算是焦点战了 因为作为今年武林大会最出彩的门派 我的厂门人自然吸引了足够的眼球 正常情况下 我完全在五秒之内就能叫他秒杀 可霍先生跟我说了 不能使用那个超级的内气 一个人对渣 必须得隐藏点实力 既然如此 我干脆连内气都不用 使用我的杜楚逍遥功 再加上呢 长流水的牛顿太极 还有霍先生的微臣之力吧 这张龙足有一米九啊 体型庞大 连霍老大那种壮汉 站在他面前都显不出强壮 就别说我这种小鸡子了 张龙看着我笑了 哎哎哎 你别那么紧张 你不是来比一五会友的吗 怎么到那台厢来到战场是呢 一绝高下也绝成紫呗 张龙冷哼一声 死一个你一五会友 往来就把你们五六人打趴下来 你想把我打趴下 你想多了 就别说你这种小菜鸡了 把你师父夹上来 也是大菜鸡带着小菜鸡 我们五六人爱吃鸡 没有一只鸡可以活着离开五六的 不知道你能不能行啊 张龙没在废话 大喝一声就向我劈出了一掌 我轻松往左一滑 避开了这一刻 我也意识到 看看虎沙门的进攻套路是什么样的 我没主动攻击 下巧张龙此刻被我的出言侮辱 正处于愤怒阶段 他追着我打了两分钟 连我的衣袖都没碰着 原本铁青脸变成了猪肝色 堂堂一派掌门 如丧家自选就知道跑 不跟我对上一招 算什么掌门 你们五六四的污泽也不过如此 他这话算是挑起了 本地门派和万地门派的矛盾 厂下之人一听到啊 张龙这么骂本地人 纷纷叫骂 张龙听到厂外的声音 从我挑衅 听到了吧 连你们自己人都觉得你怂得过分 怎么得度上门 敢不敢跟我大战三百回合 我依旧面带着微笑 就你啊 三百回合 把你们全门派的人加一起 都玩不了这么多吗 催什么牛逼 这就是你们五六掌门人的能耐 就知道打嘴炮 口嗨 偏偏不敢 张龙说到这儿 后边的话就说不出来了 因为他已经被我一掌 就拍到角落了 斜靠在角落的柱子上 他看起来有点懵逼 瞪着眼睛望着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回到厂中 再次背着手 笑呵呵的看着他 知道我为啥不想出手吗 因为你菜啊 你太菜了 你还想跟我打三百回合 不好意思小菜鸡 你一回合你都扛不住啊 我顷刻间 就将张龙打得闭了嘴 厂下爆发出一阵欢呼 就我这儿控场能力 拿捏他不得稳稳当当呢 这时候裁判走过来 观察张龙是否具有 继续比武的能力 张龙深吸了苟气 站起来 你你偷袭我 请问刚才比赛暂停了 还是终止了 裁判摇摇头 啊没有没有没有 既然一直在比赛 谈他们什么偷袭 你们这帮人好像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骂你一句蠢驴 不过分吧 油宗你别跑 老子非打爆你的头 哎 看到张龙这么短的时间 就恢复如初 我心中惊讶 就刚才我那一掌 普通人哀声 恐怕得躺仨要是 这是我懒得跑了 因为我看透他的进攻套路 没什么特别之处 他们更擅长的是被动还击 而不是主动出击 这下被我惹脑 他主动往我身上招呼了 这张龙叫我没回话 大喝一声再次扑下了我 我这回没有闪躲 我直接赢了上去 自从跟长流水 学了牛顿太极 我最不怕的 就是来势汹汹的距离 此番也算我学成之后的 第一次实战 看到张龙一记 类似黑虎掏心的直拳 我主动将自己的胸口 贴了上去 此举引起了场外一片惊呼 因为我这动作就是在自杀 我有父母 有女朋友 有兄弟 有徒弟 还有那誓死 要将小日本赶出 滑下的宏图大志 当然不会自杀了 再说 即便哪一天 我也想不开 也不会采取 这么low的方式自杀呀 怎么着 也得给自己玩出 一道昏乐死的方法 不光是大家觉得不理解 张龙的眼睛 也划过一丝惊讶 他可能不是很理解 我为什么主动 把脑袋送到他的枪口呢 接下来 就是我告诉他答案的时间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播讲的地 988章 感谢收听 第989章 武林大会 第十四篇 张龙的拳头和我的胸口相碰撞 就在面露喜色以为捡了一大便宜的 我迅速弹肩 将他的力道通过弹斗之间接了下来 并转为向下的力道 顺着大腿传给了大地 这就等同于他的一拳的力道 打给了大地 综合来讲 这是符合能量守恒定律的 张龙瞪大的眼睛 望着自己的拳头 又轻轻地望着我 或许在他眼里 这完全那么不现实啊 因为我没有躲 也没有抵抗 就那么结结实实爱了一拳 却不见有丝毫的动静 场下之人看到我闻思魅动 更是目瞪口呆 这四个字的神采 表现到了极致 他们也不理解的发生啥呀 难道是张龙手下留情 收回了力量吗 我猜张龙这一下 是感觉自己打在一团棉花上 所以才表现得如此惊慌 张龙用蛮蚁之心的眼神望着我 冲回拳头 冲我的肩头又是一拳 当然他又打在了棉花上 他有些不敢相信眼睛的一切 玩了命的冲我 打出了一拳又一拳 我是照当您拳收 并将全部的力量 转环给了大地 其实原本我是想用内气来接下来 制造出棉花粒的感觉 但想到牛顿太极里的物理学原理 我还是忍不住尝试一下 没想到这么好用 可以说是毫不费力 张龙在拳头上讨不到便宜 开始用腿 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 不管怎么说 张龙的力量和体能还是极强的 强到我突然都舍不得尽快结束了 好不容易有这么强的实战演练对象 我哪能那么容易被他干趴去呢 跟他这种级别的人肉靶子 练上几分钟 要比自己练上一个月都有效果 于是我决定不尽快解决了 就那么慢悠悠的打吧 我估计张龙也从来没这么爽过吧 可能没有人会让他完整的打出这么多招式 就这样 他攻我防 他的每一份力道都交给了大地 也不知过了多久 我不经意间往地面一瞅啊 发现地面上已经湿答答一片了 他眼一看 看到张龙浑身已经如一只水猴子了 脸上呈现出了一片苍白之气 好像是被什么女鬼吸干了精气的书生似的 这鬼模样给我吓一跳 连忙一脚见他给踢飞出去 卧槽 这什么攻防 病鬼吓死我了是吧 我拍了拍胸口 张龙无力的依靠在围栏上 说不出话了 扭头一看 发现裁判不知什么时候扎了个马杂 正坐那喝洪水呢 再往四周看 发现其他擂台都空空如也 所有人都聚到我们这边 黑压压到处是人呢 裁判看到张龙被踹飞 就像看到什么特别高兴的事 连忙扑着去问 诶诶诶 诶诶诶诶 诶诶诶诶 诶诶诶你去问 你是不是无法坚持比赛了 是不是要续权啊 我摆了摆手 裁判你搞错了 他没事 他还能打呢 哪知张龙听了之后 面色一紧 摇里摇头 我 我去选 我认输 我怎么再也不跟这种人打了 我要喝水 诶诶诶 别的大兄弟啊 你不是要搭上三百回合吗 这也不高输啊 裁判猛子站几身 单手一挤 诶 张龙信玄 本轮比赛 铁锤门杜仲胜啊 诶诶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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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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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 诶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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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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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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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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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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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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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